你爷爷乃是掌控国家实权的顶级巨女 你老爸是全球居首的财团掌控者 你老婆更是九阶的半神强者 然而你却整日愁眉不准 只因你深知 不久之后 灵气复苏 魔神入侵 大厦境内数以亿计的人丧生 家族在坚守二十年后也销声匿迹 好在你拥有系统 可系统的开启条件进士区 金海大学校花苏敬李当老婆 你摸缩着下巴 私存苏敬李 就是学校里被表白次数最多的那个女生吗 你略带迟疑地打开班级群 请问有人知晓苏敬李此刻身在何处 这条消息瞬间打破了班级群的宁静 我擦 李大少女要对校花出手了吗 可一番查看下来 整个班三十个人 始终无人知晓苏敬李的笑 毕竟他并非自己这个系 是年级群 大三大二大一年级群 有谁知道苏敬李在哪 知道的麻烦死我 有常 你的消息瞬间在金海大学引发轰动 几万学生甚至不少老师都加以关注 这时舞蹈戏张雨轩发来一条私信 苏敬李他去医院了 听闻是家里人出了事 以获取地址 即刻驾驶跑车及时而去 与此同时 金海中心医院 苏敬李轻声安抚着哭得激进昏厥的中年夫妇 苏爸哀嚎着 天杀的赵氏司机 这手术费要几十万 我们如何拿得出啊 见惯生死的苏敬李安抚道 你们莫哭了 奶奶此次必定死了 这是人说的话吗 你奶奶才刚进手术室 你就咒她死 苏妈当场激进昏迷 苏敬李撇撇嘴 根本不想搭理她 自己的生母早已过世 如今的苏妈乃是后妈 并且对自己不怎么样 苏敬李上大学全靠自己打工挣钱 若不是奶奶对自己格外好 她根本不会前来 此时你走到苏敬李面前 请问你是苏敬李吗 苏敬李点头 我是 有何事 是这样 我是来与你成婚的 苏敬李有些发猛地看着你 为何 你扫了一眼急诊室 倘若我没猜错 急诊室里是对你至关重要的亲人 我能够调来顶尖的主刀医生 如何抉择你自行决定 听闻能够调医生 苏敬李明显犹豫了一下 奶奶对她极为重要 好 我应与你 但前提是我奶奶必须安然无恙 你拨通电话 分钟不到 金海最出色的主刀医生走进了急诊室 一小时过去 主刀赵医生满头大汗的走出 人保住了 接下来住院疗养即可 一点点头 多谢赵医生 药剂项目拨款 已经到你的医院账户 赵医生赶忙与你卧室 该赵医生离开 你看向苏爸苏妈 所有费用我已脚呢 赵是司机 警官那边正在追查 接着你看向苏敬李 如今跟我回家一趟吧 今日恰好是家宴 我要当着家里人介绍一番 苏敬李坐在你的敞篷跑车上 一头长发随风飘舞 今日多谢你 应当的 家宴在晚上八点 在此之前 你得与我摸你情侣 不然露线可不妙 苏敬李汗手 轻点然后伸出白皙娇嫩的左手 握住你的手 如此可行吗 老公 你差一看向苏敬李一眼 他们说你单身 不像啊 苏敬李微微鸣起嘴角 怎么 你吃错了 此刻反悔还来得及 你只想尽快获取系统奖利 并未太过在意 夜晚八点 李家家宴开启 你携苏敬李 向家中七大姑八大姨介绍了一番 宴会结束 你准备送苏敬李回家 却被父亲李荣诚拦住 告知爹 苏敬李是否是你临时找来敷衍我 你自然不会承认 面不改色的回答 苏敬李怀有我的孩子 李家这一代唯有你一个男丁 想要抱孙子只能指望 李荣诚大笑 好 我知晓了 既然如此 王家那边我亲自登门 下楼 却见苏敬李正暴毙 以着车门等你 你爹怎么说 我说你怀了我孩子 他便同意 苏敬李惊呼 你疯了 我们明明什么眼 你捂住了苏敬李的红润小嘴 之前没有 如今可以有 你从奖励SSS级天赋神明灵 SSS级功法古神法 你坐到落地窗前 打了个响指 指尖交错 天地化为一片黑白色 当中却有各种色彩的光力浮现 你心中升起一团 这些光力应当就是灵气 不同颜色代表不同的属性 你立刻运转古神法 全身顿时产生强大吸引力 周围灵气光力纷纷朝你汇聚而来 你自身在这番灵气世界当中 也是黑白色 但心脏位置 却有一团鸡蛋大小的光火燃烧 你知晓这便是自己的神明之星 随着外界光力的涌入 你原本黑白色的身体 正在不断被色彩填满 而在你吸收光力的同时 古神法已经将全身灵气光力在体内运走 你背后顿时涌现金木水火土雷风 七尊元素法身 神明灵百倍增幅下 你方圆百里的世界 灵气光力迅速涌入七尊法身之中 这是黑白世界当中 忽然传来一阵声音 灵气复苏 觉醒者分元素系 异能系 神兵系 本体系 异能者境界共分九阶 隐元 动名 遥光 宗师 大宗师 风侯 风王 正果 半神 你不知这声音源自何处 但却安静聆听 这正是你当下极度缺乏的知识 通道声音仍在继续 大夏今年开始灵气复苏 请听到此通道的觉醒者 前往官方协会登记 听到这声音 你才明白 这是大夏国官方的通道 你对大夏官方着实有些好奇 自己有系统辅助 修行半小时 就连元素法身的小腿位置都未填满 然而这发出通告的能力 分明是第三镜遥光才能具备的实力 你收回心思 看向身后七尊元素法身 此地灵气还是过于稀 你瞧了一眼仍在熟睡的苏敬一 拿出一部新手机置于床头 然后离去 直至中午 苏敬离才全身酸痛的坐起 发现床头的粉红色手机 打开一看 里面仅有你一个联系人 学校那边已经为你请假了 想吃什么 和阿姨说 你奶奶已经苏醒 晚上我去接 苏敬离轻拂额头 自己真是被当作小孩照料了吗 他缓缓下床 下一刻身躯前竟然出现一道镜身 镜身由无数块镜子碎片拼凑 苏敬离看到这一幕 性眼圆瞪 怎么回事 我的异能无双镜觉醒 摇摇脑袋 苏敬离盘腿而坐 打算开始吸收天地灵气 结果他惊恶发现 周围空间灵气竟然全空了 灵气消失 苏敬离也无继续待下去 第二 收拾妥当便赶往医院 金海大学校园 你驾驶跑车 云速驶向教务楼 一路上 不时有大胆的妹子 前来索要绿跑跑 抱歉 我即将成婚了 你礼貌拒绝 消息传出 顿时引发了 金海大学校园内网轰动 震惊 丁海顶级富少要成婚了 昨日他还大肆寻找 校花苏敬离 对象不会是苏学姐吧 校园内网上 不少学生纷纷讨论着 金融系大四三班班长 刘建明 正安排着毕业典礼的事业 看到手机 整个人眼睛都惊掉了 怎么可能 莫不是真的和苏敬离成婚 从大一到大四 苏敬离拒绝过无数人 刘建明也是当初表白的勇士之一 刘建明强行稳住脸色 联系苏敬离 不能嫁给他呀 世界即将大变 财富权力这类东西不再有用 刘建明也是一名觉醒者 本打算等灵气复苏后 以觉醒者身份迎娶苏敬离 跟你动作太快 灵气还未完全复苏 苏敬离就已被你拐跑 坐在医院的苏敬离 看到消息愣了一下 世界即便变化 你也该考虑如何保全自身 不要再对我有什么想法 你自己的人生更为重要 刘建明看到这话差点落泪 果然苏敬离还是在乎我 他默默回到宿舍开始修炼 可在他隐气入体时 一缕黑气也跟着融入了他的身体 时间匆匆 到了婚期的日子 作为顶尖家族 你的婚礼轰动全国 往来的各路宾客多达十几万人 婚礼上苏敬离身着白色婚纱 典雅的妆容经验全场IB 而且苏敬离各方礼仪得体 让李家掌门人李龙成笑得合不容嘴 新婚之夜 洞房花烛 当你再次醒来后 系统发来了奖励 恭喜你圆满完成结婚任务 奖励SSS及功法吞噬视视灵被动技能 天目清晨 你与苏敬离早早起身 给父亲李龙成敬茶 近期你们无事最好待在家中 世道不太安稳 李龙成轻轻拨弄茶干 你听着内心一动 莫非老爹也知晓即将灵气复苏 可是天目之下 李龙成身上却无灵气 反倒是旁边的苏敬离身上 笼罩着一层梦幻般的色彩 你确定他觉醒吗 但苏敬离为主动提及 你自然也不会学 好了 你们年轻人有自己的事 老头子我也有该做的活 成儿好好照顾敬离 二人点头 退出房屋 这是给你用的卡 你递给苏敬离一张银行黑卡 想买什么尽管买 我也要去公司了 说吧你便迅速离开 苏敬离揉了揉 有些酸痛的小腹 眼角擒着一抹笑意 这就是总裁娇妻的感觉吗 还不错 接着 他便也随意挑了一台车飞驰而去 苏敬离驾驶红色法拉利穿过闹市区 要去的地方是一栋旧楼 那栋楼当中有一颗便异的绒书 另一边 你绕着金海市环城高速巡航着 你想要寻找一个灵气浓郁的地方 很快便驶出了金海市三环线来 最终 停留在了一处尚未见完的居民小区 三环内就这个地方灵气最为名 以下车一看 这片居民小区大多只见了一半 原本的车库也被积水淹没 化作了一片火 你很快走到一栋楼的顶侧 打个响指便进入了黑白元素界 周围灵气光丽浓郁至极 五神法完全展开 半天不到 你的七尊元素法身几乎被填满 又过了一小时 第一具元素法身火身凝结而出 全身火红色的元素法身缓缓站起 然后朝着你单膝下滚 接着水深 金深 木深等六尊元素法身紧随其分 你看着身后这七尊法身 知晓自己已然跨越以年静 你歪了歪有些酸痛的脖子 九个小时的高强度吸纳 周围的灵气光丽已然荡然无存 才堪堪突破到第二阶洞铭 就在你打算下楼回家时 一双巨大的前肢挡住了楼堂 定睛一看 是一只老虎般大长着一颗人头的螳螂 看着这三米多长的人头螳螂 你全身鸡皮疙瘩都要冒起 更让你眼皮一跳的是 这诡异螳螂人竟然开口说话 这是我的房子 你怎敢进我的房子 该死 说着便举起长满道次的前肢 坐视砍下 你左脚轻轻点地 身体迅速侧一击米 恐怖的前肢贴着你后背落在地面 砰的一声 地板被戳出个大洞 人手不断发出怒吼 锋利的前肢再次朝你横向挥口 你眉头一皱 当即照出火身 巨大的火人出现 一把将灰砍而来的两个前肢捏在手里 同时火人手上不断冒出橘红色火焰 火舌铁势下 人头螳螂的前肢顿时冒出白烟 人手不断发出嚎叫 声音在空旷的烂尾楼里回荡不停 太吵了 你身后精神也显现出来 金元法身一拳轰出 直接洞穿了诡异螳螂人的身躯 螳螂人扭曲着身体 声音逐渐微弱直至消失 昏源是零发动 身前一个黑洞出现 之后系统团来的声音让你面色移动 五千灵气质 足够自己将一具法身提升到洞灵进二星 果真是掠夺比自己修炼来得快 已张开天幕 想看看这片地区 还有没有其他诡异生物 结果就看到其他几栋房子当中 也有掺杂黑色的生物移动 眼中闪过一抹惊喜 当即召唤出七具元素法身 朝那些诡异生物焚杀而去 以安心坐在原地 等着元素法身击杀那些诡异生物 周围几栋建筑当中 二星隐元诡异蛇 四星隐元诡异壁 一星隐元诡异麻群 一共六只诡异生物 陆续被你的元素法身歼灭 吞原视灵发动之下 你的修为瞬间突破至洞灵二星 确认周围范围内再无诡异生物 你缓缓下楼 同时在系统奖池内抽奖 结果三次抽奖 仅获得一个终极火系魔法技能 你脑海内迅速出现 火患技能的原理和使用方式 你刚下高速不久 一辆红色法拉利 停在了烂尾小区门口 苏敬离穿着白色体恤 牛仔热裤走下车 他解决完隐元二星的吃人荣树 吸纳了半天灵气后 便火速赶到了枕 苏敬离开始控制静身飞速前进 本皮手中也同时有光刃在流转 结果他却愣住 方圆千里之内 竟然没有一丝诡异气息 苏敬离垂手思索 无但不见诡异生物的踪影 甚至连一丝灵气都不存在 这情形竟与前几人 那小子家中如出一者 飘荡的静身旋即折返 却见静身之上存有一抹元素气息 苏敬离系数一番 足足七种元素 难道是气味元素系觉醒者 曾来过此地 青海市中心的私人别墅区 王妈 再来一晚 苏敬离放下碗筷 心是红润的小祖 一眼皮危险 倘若没记错的话 这已然是第十晚饭 谁能料到 青海大学校花竟是个十足的吃货 你为何一直盯着我 苏敬离察觉到你的目光 没啥 你慢慢吃 吃饱了才有劲战斗 你言罢 拿起衣物走向浴室 我等你 半小时后 浴室中的水花溅落直至半夜 卧室内苏敬离轻柔的 已在你地弯之上 我有一事相求 我想去见见金海市的市长 微微汗手 明日我让名誉秘书安排 你不问我原由吗 苏敬离开口 你不说 我便不问 又是一日清晨 新婚的次日 奖励终极技能水墓 你被系统的声音唤醒 卫生间此时传来水流之声 苏敬离洗漱完毕 头发尚未吹干 便乘车离开 他急着去见金海市市长 沐浴着陈熙 你再度沿着金海市的 环城高速路巡查 这一回你巡查的时间 延长了许多 几乎抵达了金海市的五环之外 下了高架 你朝着国道旁 一家小小的汽修店市区 你凭借敏锐的直觉发现 以这家汽修店为核心 周围的灵气浓度 竟比昨日的烂尾小区还要高 当你开往汽修店时 半途中不知碾压了何物 后轮传出漏气的声响 爆胎了吗 正好过去修修 你缓缓将车停稳 老板 修车 老旧的徐老大汽修店招牌之下 一个肤色有黑的男子走了出来 手上戴着脏兮兮的手套 徐老二面色不悦 老板 车子出啥问题了 你指了指 后轮爆胎了 八成是碾到钉子 我这小店没法换台 我给您补上 您开去专业修理店就行 徐老二看都没看 便知晓你撵到了钉子 你面色未变 朝着屋内走去 视线从屋内杂乱的修理工具上扫握 最终定格在一个扳手上 你能瞧见上面有一团黑色气息与血迹 视线又掠过旁边的冰柜 里面有一具尸体不断散发着黑色气息 没过多久 徐老二手里提着一个巨大的钳子 朝你走来 其粗状有黑的身躯 加之晃动的钳子 给你带来一股危险的气息 你站起身正要开口 却见冰柜陡然自行打开 里面徐老大的尸体坐了起来 他那惨白的眼瞳 紧盯着徐老二和刚从里屋走出的父母 肩夫淫妇 该死 徐老大不停地重复着 跳出冰柜 接着张开已然漆黑的牙齿扑咬过来 乍失了 妇人惊声尖叫 徐老二眼中却流露出一母欣慰 他一把将你和妇人拦在身后 我造的孽 我来还 言罢 徐老二闭上眼睛 只见那如僵尸般的徐老大 在半空忽然停滞 随后无火自然 显然是你的火元素法身出手 不到一分钟 尸体化作灰烬 你看着系统提示 内心思索之际 徐老二和阳父双双下跪 多谢高人救命之恩 我们这就去自首 徐老二和阳父朝你俯身 而后骑着电动车离去 留在原地的你 全力开启古神法吸收灵气 瞬间方圆千里妹 所有灵气宛如大海漩涡开始汇聚旋转 恭喜您吸收新元素 提示因传出之际 你背后出现一具漆黑的化石 与此同时 金海市中心的官方大楼 苏敬离身着一身 黑色运动服走进大门 身材高挑 容貌出众的 他引得过往之人评评测 苏敬离却毫不在意 只是一门心思闷头 吃着自己的小包包 一口气接连塞了几个 苏敬离的小嘴顿尸骨得远远的 结果不小心枪到了 身旁 身着职业装的名誉秘书默默佩服 赶忙地上一杯豆奶 少夫人 金海市的美食众多 您日后可以慢慢享乐 那可不行哦 现在不吃 以后可就吃不着了 苏敬离喝了口豆奶 脸上满是满足 电梯很快抵达总部大楼顶层 市长办公室就在里面 两口再次吃完一整袋争脚 苏敬离擦了擦手 走进办公室 见到苏敬离 市长赵卫国立刻堆满笑语 苏敬离却转头 看向办公室内的一把空椅子 丙海市执行部队长赵天明 觉醒亦能为神兵戏 序号九十七的眼督 这把椅子上显现出一个 手抱长刀的男子 李家财团的少夫人 没想到您也是觉醒者 赵天明上下打量着苏敬离 从苏敬离身上 他感受到一股危险的气息 苏敬离亦能觉醒 行者序列003无双镜 苏敬离手指轻轻弹动 一个与自己一模一样的近身俯现 赵卫国和赵天明两人对视 序号前一百的天赋 基本都在B级以上 未来有望成长至七阶封王井 而序号前十的至少是S级 是有机会触及九阶半神的顶尖强者 快快 请坐 赵天明立刻找来一把椅 苏敬离弯腰坐下 我今日前来有两件事 金海中心的别墅区 三环线的家园小区 灵气真空 半生的诡异生物也被清除了 赵天明点了点头 家园小区的是我刚刚已知晓 我的人正在调查 那还有一件事 我是重生者 来自灵气复苏的一百年后 来自大厦伯阔人亡的未来 你们当下必须立刻上报总部 切勿与神明进行交易 那是一条通向死亡的角落 赵卫国和赵天明父子对视一眼 竟未对他重生者的身份产生怀疑 只因数月前 神明代理人找到了官方之人 声称神明即将降临蓝星 此地即将沦为神战的战场 而神明愿意与大厦做交易 让大厦官方挑选一部分人 接受力量贯注 这帮人无需吸纳灵气 便可突破境界 此乃绝密档案 整个大厦知晓此事之人寥寥无几 但如今苏敬离站出来 让他们停止与神明交易 接着说 赵天明右手抹扎着唐刀 目光闪烁 苏敬离面色平静 继续说道 神明交易的目的并非为主 恰恰相反 是他们需要我们的协助 苏敬离眼神中流露出恨意 这些神明体内出现了诡异之力 他们在发散自身力量的同时 也能够消除诡异之力 苏敬离眼神中浮现回忆之色 这些神借助我们人类之手 消除鬼 而当我们将诡异之力 彻底清除的那一天 他们便会收回全部的力量 前世大厦乃至蓝星的所有人 皆因灵气被抽离而亡 当下当务之急 是先终止神选计划 赵天明将记录信息的指条 放置在罗盘状的仪器上 立刻上传 总督京都的一座摩天大厦中 灵气复苏 特别应对小组的总部会议室内 罗盘状仪器上显示出赵天明的信息 这消息是真是假 一位白发老者看完后惊呼 一众高阶领导此刻也陷入沉默 然而倘若依照赵天明所言 停止神选计划的话 那该如何应对鬼异 又如何应对其他国家的觉醒者 要知晓 其他国家几乎都在疯狂抽取神选之人 甚至隔壁的阿三国 还觉得神明之力不够用 这是一个少女缓缓走出 她吃着足尖 身影挑忽间穿过人群 站到了桌子上 神选不停止 但是也不能扩大人员范围 下一批神明之力依旧由我们承受 少女此刻发丝飞扬 身躯隐隐有了元素化的趋势 这是已然要突破第四境宗师的征兆 可若消息属实 见识神一旦收回力量 你们岂不是有人面临生死之忧 少女只是轻轻回想 有些事总须有人去做 即便不是我 也会有其他人牺涉 少女撩了聊一头金发 你们继续负责广播任务 我去见见这位苏敬林 言霸 这位大夏零号失恋者 化作金色流光 直奔金海而去 此时 赵天明煮着糖刀在房间内来回躲步 市长赵卫国贪坐在椅子上 唯有苏敬离没心没肺地掏出一袋小松顶杆 这是一道金色身影冲到三人面前 赵天明全身紧绷 手中糖刀嗡嗡坐下 苏敬离则轻拍赵天明的肩膀 是一起冷静 未曾想到如此之快便与你碰面 林浩面色平静 散去周身灵气 我只问你一句 人类有无战胜的可 苏敬离停下将灵石放入口中的动物 这世上从无什么神明 只是某些存在能做到人类无法做到之事 故而被称作神明 林浩嘴角裂开一个大大的弧度 浓烈的杀意有些 苏敬离内心毫无波动 他知晓林的性子 骨子里就是个好战之人 你似乎对我颇为了解 我们前世关系很好吗 林浩继续发问 苏敬离吃了口灵石 我自然了解你 只因前世你死于我手 空气瞬间凝固 两人对志位持续太紧 林浩转头看向金海 是某个方向 口气不小 我现今以大侠觉醒者协会会长的身份 命令你即刻去处理鬼 苏敬离神情一正 却也知晓这封少女的思维不太正常 硬道 随即从窗户跳下 朝着诡异生物奔去 赵天明胆忙跟着苏敬离一同前往 而在苏敬离两人前行之时 你已然提前抵达了林浩所指的位置 金海市云区城中村 一股漆黑无比的巨大诡异气氛 正在不断凝聚扩大 你朝着诡异生物行进 同时默默散开了自己的元素法身 法身成扇形 朝着诡异气团围捕而去 你神情紧绷 又演此刻疯狂跳动 忽然 轰 的一声剧烈爆炸 三楼的房屋紧接着冒出滚滚黑烟 四周房屋中的人群瞬间如惊弓之鸟 纷纷拥挤着潮楼下奔逃 几个人阴影情逆着人流 直奔诡异生物而去 动手 绝不能让这诡异离开此 尼米 瑞尔利迅速捕捉到这几人的画人 当即心中不妙 好不容易碰到一个诡异生物 可不能被他人抢先 你立刻奋力一跃 直接朝着三楼的窗户跳去 浓密的黑烟之中 并非你预想的烈火熊熊 快逃 地板上 一个男子举起手臂说道 话音刚落就被一只黑色的蹄子踩回地面 你眼神诧异 未曾想到一分钟不到 方才那三位隐元镜的觉醒者 已然变成了尸体 将目光转向黑烟中心的诡异生物 这是一个浑身漆黑 夹杂银色纹路的人手 牛蹄的怪物 未曾想到还有一条大鱼 一脚踩死仅存一口气的觉醒者天女 一双凳的仿若同龄的眼睛看下 扫视了一下房间 发现除了三位觉醒者的尸体 房间里还有一对母女正蜷缩在沙发角落 看什么看 给我死 天牛率先朝你扑来 你平静地对着眼前的天牛族一指 七尊法身瞬间显现 直接将对方按压在地 我咽冰霜雷电 瞬间让这位银文天牛 感觉自己的身体仿佛被分割成树管 剧烈的痛楚令其忍不住咆哮 却被你一脚踩在地板上 嘴巴无法张开 我伸双手涌现惊人火焰 浓烈的火光去散了房间内的黑暗 剧烈的高温瞬间笼罩这位诡异天牛 几秒钟不到便被炙烤成一具僵尸 毫不犹豫的确认 右眼当即化作一个小型黑洞 对着地上银文天牛族的尸体 这时沙发角落里的少傅忽然一声闷哼 他依然承受不住诡异气息的气息 你抬腿迅速走上前去 伸出手放在少傅的额头上 昆噬漆黑色的诡异气息 立刻从少傅和小孩身上 缕缕飞出 涌入你的体内后 立刻就被拘邻的银文天牛吸收 短短几秒钟 少傅和怀中女娃身上的诡异 便被你清除干净 原本激进失去意识的少傅清醒过来 他低头看了看怀中的海 立刻对着你跪拜下去 多谢仙人 我并非仙人 你康复之后 尽快带着孩子搬离此地吧 这时灵室内忽然跳出两个人影 你赶忙从另外的窗口跳下 少傅还在发乱 苏敬离已经冲进了房间 他仅能看到远处你消失的背影 苏敬离满心疑惑 不知为何觉得那远去的背影有些熟悉 赵天明看到三位协会成员的尸体后 沉默不语 上个星期刚加入的成员 还未来得及成为他的土 救亡 苏敬离施展净身 破开天牛族尸体 惊觉尸体被浓郁的元素之力损毁了生机 其脑海犹如划过一道经电 又是这七种元素 刚蒙一场 苏敬离小姐 您说说这人究竟是啥实力 赵天明望着天牛尸体上的伤痕 自觉当下肯定无法企及这种程度 苏敬离看向沙发上的母女二人 刚才有谁来过吗 少傅老老实实地回答了事情惊 他长啥模样 苏敬离接着问道 高高帅帅的 手上带着一块金鸟 看上去特别有钱 少傅眼睛放光 苏敬离愣了一瞬 咋感觉有点像我那便宜老公呢 在这城中村绕了一大圈 看着赵天明和苏敬离两人离开 你这才坐回车里 朝着家的方向驶去 你一边开车 一边开起了抽奖 连续两发蓝色光团的魔法技能 接着蹦出一发金刺 一颗剑种落入你胸腹 不同于灵气的力量 从种子中缓缓散发 逐渐营绕你全身 你右手食指伸出 一道剑气瞬间随你心意流转 剑气的妙处 让你萌生了一个大胆的念头 金海是中心大谋 觉醒者协会 金海总部 咋这么快就处理完了 林浩坐在桌子上 赵天明把城中村的情况讲述了一遍 林浩眉头微皱 你们金海居然有这样的人物 他应该不是试炼者 林浩思考片刻 要是这样 那这人的修炼速度着实有些下语 苏敬离吃了一片薯片 实力最少也是动铃剑 金海就交给你们了 我问你个事 老公你是不是觉醒者 苏敬离直截了当的问道 你应了一声 是 我是觉醒者 苏敬离一双美目睁得大大的 啥级别的异能 你想了想 大概是SSS级吧 忽悠谁呢 苏敬离红润的小嘴意 人类靠吸收神明灵气觉醒异能 最高就S级也就是最高止步于半身 SSS级那是能够冲击神明之境的天赋 你的脑海里跳出提示 你没头一条 必须把情绪直战 我真就是SSS级 打响指 七尊法身召化而出 半跪在地 洞明镜三星的法身足有两米高 周身散发的元素波动 让周围空间都有些扭矩 苏敬离正正的看着眼前的你 万万没想到 找了好些天的人竟然是自己的老公 但他很快适应过来 把跟官方说过的话又跟你讲了一语 即便你是穿越者 在得知苏敬离是重生者后 也不禁有些惊讶 你来加入咱们协会吧 苏敬离向你发出妖记 你摸了摸自己胸口 心中冒出一个大胆的想法 行 我就是金海市觉醒者协会的负责人 我说你能迟到那就行 666 一觉醒来 你成我老板了 苏敬离妩媚的嘴角轻轻上扬 笑了笑 两人一起下楼 朝着金海市觉醒者协会大楼而去 你进门看到会议室里坐着28队 都是金海市目前加入的觉醒者 苏敬离进行了一番介绍 并把你定为第一分队队长 接着就在地图上标注 会出现诡异的地方 区域划分完 苏敬离摆摆手 众人立刻鱼挂而出 还有三个人 跟着你一起留在了会议室内 分别是赵天明 一个戴眼镜的男生 还有一个和尚 这三人是你第一分队的队员 第一分队战力最强 你们不光要负责自己的区域 还得兼顾支援 苏敬离解释道 互相认识一下 行不更名 错不改信 在下赵天明 赵天明把糖刀放在腰间 朝你抱拳 眼镜男有点奇葩 整个人低着头一动不动 苏敬离拿出手机放在耳边 于南 跟你队长介绍一下自己 苏敬离手里的手机屏幕都没了 戴着眼睛的于南却有了反应 他从口袋拿出自己的手机看 跟队长说道 在下于南 性别男 爱好王者 时机 第六人格 还有女 以后咱们一起甜蜜四百 苏敬离倾咳一声 低声说道 这小子是个网瘾少年 觉醒异能后 第一件事就是用异能开挂打王者 觉醒第一能戏序列065精神骇客 情报能力很强 就是脑子有点毛病 你听着嘴角抽搐 怀疑着于南之前 说不定穿的是病号服 那这个和尚 你转头看向最后一眼 小沙迷穿着一身海青 朝你弯腰行李 小僧法号原空 来自金海西湖004觉醒的是 本体系序列五十四的佛怒金刚 愿跟随施主除灾庇护 一个蛊惑在刀割 一个精神病网瘾少年 一个和尚 你看着眼前的队伍 心里觉得相当不靠 无奈的你带着三位走出大楼 你们小队负责的区域是 金海十一环线内 这里人口最多 建筑也更密集 老大 你准备咋安排 赵天明朗声问道 高人 队长咋说 小僧就咋做 原空双手合十 你眼皮微跳 咱们一人一辆车 直接开始巡逻 发现诡异一定向我报告 接着你招招手 三台限量级超跑开了滚 做我的队员 排场必须有 OK 了各位 第一分队出发 你坐上自己的坐假 率先飞驰而去 赵天明兴奋地坐上跑车 一脚油门 阮觉自己仿佛到达了人生巅峰 原空小沙迷也很兴奋 在寺庙待了十几年 一下子就开上了超跑 于南伸出手 摸了摸眼前的宝石节 异能精神骇客发动 下一刻 宝石节的自动驾驶系统 被他控制 他坐在副驾驶上 跑车迅速启动飞驰 于是在其他分队 执行专员震惊的目光中 以率领的第一分队 四人高调出行 闭环线内四辆超跑的出现 引起了沿途观众的注 以放下刀架缓缓巡视着 脑海里直接开启了十连抽 你咧开嘴笑了 如今斩杀诡异 能够收获功勋值 灵气值 情绪值 纯正的诡异生物 甚至能让自己拘灵 再加上现在这修罗剑积攒杀起 连人眼中恐怖至极 甚至连天上神都难以处理的诡异 在自己这儿简直是小菜一碟 这时你突然想到 今天是和苏敬离成婚的第三天 应该还有系统的奖励才对 系统 我的奖励呢 心中暗想 这奖励来得正好 直到现在都不太会战斗 之前都是凭借强大的实力直接镇压 但以后碰到同等级没有战斗技巧 很容易吃亏 不过这东西也要情绪值 你现在对情绪值的需求很大 这时路过一个高层小区 你的灵室内闪现出诡异的气息 还是从未见过的红色 你下了车 一边举着自己的手机 一边乘坐电梯往目标楼层而去 家人们 今天给各位来一场直播沙漠 你的直播间瞬间引起风动 一下子就涌入了几千远 你走出电梯 朝着一户人家走去 我今天想给你们看点不一样的 大家都听说过灵气复苏 直播间的观众们听到你的话 顿时炸开了锅 李少 你也关注这个 听说过呢 我们乡里都有人看到十多米长的蟒蛇 有人说是泰坦巨蟒 你这算啥 我见过一身黑气的奇怪生物 简直和外星人一样 各位 灵气复苏是真的 今天我就带你们直播沙漠 你说完一脚踹开眼前的房门 鲜血四溅 到处都是血迹 整个房间里全是枝子花的之一 房主正被枝子花枝叶束缚 整个人已经失去了意识 他们全身皮肤苍白 似乎血液都被枝子花吸收了 救命啊 盆栽吃人了 逆天 这啥玩意儿 长得满屋都是 直播间瞬间炸裂 观看人数直接飙升到十万家 房门被你踹开 原本安静吸收血液的枝子花 顿时受到惊吓 大量之夜朝着门口的你射来 拿手机的右手稳的一批 左手轻轻伸出 浓烈的火焰从你手心冒出 沾染到枝子花枝叶上 顿时整个房间里的枝子花 全都燃烧起来 火焰当中冒出一股黑烟 刺鼻难闻的味道散发开来 你稍微看了一眼脚下 轻轻一跺脚 水怒瞬间发动 包裹住周围的墙壁和昏迷的两夫妻 不到一分钟 这影员六星的吸血花就被焚烧了 你连忙走过去查看那对夫妻 两人还没死 稍微输入一点灵气 他们顿时有了些许反应 这时你才有空看直播间 直播间人气已经飙升到百强榜 第一 在线观看人数也达到了40万 开直播转情绪值就是快呀 你走出房门下了楼梯 而在你直播间关闭后 整个互联网已经彻底沸腾 今还是总部 苏静黎在一个密闭房间里盘坐 周围摆放着红色的水晶状物品 丝丝缕缕的灵气从红色水晶中涌出 被苏静黎全部吸入 这是灵精 里面蕴含着浓郁的灵气 吸收之后不会被神明控制 吸收灵精 比吸收天地灵气 速度快太多了 苏静黎一个下午已经到了影员九星 马上就要突破洞灵境 这时通讯罗盘突然亮起 你手下的人竟然直播斩杀鬼异 你知道这有多危险 苏静黎诧异地打开手机 果然发现 各大网络平台都被灵气复苏的话题占捉 苏静黎叹了口气 年轻人有了力量 就喜欢显摆 只是这样 可能会把别的城市的诡异生物吸引过来 金海的防守压力可就大了 一个下午的时间 网络舆论疯狂发酵 作为当事人的你现在并不知道 此时你把车停在一处废弃矿场边域 眼前的废弃矿场当中灵气格外凝囱 解决了这里一头诡异生物后 以八尊法身显现 如鲸鱼吞水般红吸着方圆千米内的一切灵气 不过这元素也太少了点了 你敢叹一句 拿出车里的修罗剑 轻轻抽出 一把黑身红刃的长剑展现在你眼前 除了直播室 斩杀诡异眼生物用的是魔法 后面都是用剑直接砍死 现在修罗剑杀气叠加 四层增幅到了二十四 看看接下来能不能抽到剑子 感觉元素法身吸收周围灵气 还得有一会儿 你把心思放到了情绪值抽奖上 二十万的情绪值想想就有些心机 你看着奖励 说真的 自己其实一个也看不懂有啥做 但隐约能感受到三个字 再提升实力才是关键 三个奖励出现后没了动静 十连都没有出剑法 你想了想 直接用五万情绪值换了一本超位剑法 等着法身吸收灵气的时候 你拿起修罗剑 磕磕绊绊开始了新火剑法的练习 夕阳西下 你敢在天色完全变黑之前回到了家 刚一进门 一只拳头就朝你面门洗来 你下意识本能闪顶 但还没来得及转身 后续的攻击已经接连而至 不到二分半 你已经被打倒在地 你这是干啥 你牛啊 在我手里三分钟都撑不住 还敢开直播 装酷 你颇有些不服气 这是偷袭 而且我是元素系觉醒者 你跟我近战试试 苏敬离冷笑一声 你去跟诡异生物讲条件去 你点点头 这确实是个隐怀 以后自己会多注意 苏敬离伸出血白如玉的手掌 从明天开始 你别出任我了 跟着我一起训练战斗技巧 啥时候打赢我 啥时候允许你出去 你顿时急了 刚要反驳 屋子里传出一声 中年男人的怒吼 这件事就听敬离 你起身一看 愣了一下 爸 你咋来了 李龙成坐在椅子上 我再不来 你都要上天了 李龙成说话时清金暴起 我再不来 你连死字都不知道咋起 你被训得狗血淋头 却也不敢反驳 啥吧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灵气复苏 李龙成点了点头 三个月前 老朋友跟我说的 最近都忙着资产配置 还有灵气复苏后安全所的建造 能撑多久是多久 李龙成叹了口气 他也知道乱世当中 李家这种大户很容易被盯上 这时却摇摇头 灵气复苏的时代 咱们集团未必就会消失 你拿出一张图纸放在桌面上 这是灵矿提纯仪器和原理 可以从灵矿当中提纯灵精 李龙成还没看出各所以然 苏敬离这边筷子已经精的掉到了地上 现在地灵精 是神下发给各国的稀有物资 一块灵精能抵觉醒者修炼白 苏敬离连忙把灵精的重要性说了出来 李龙成很快意识到你的用意 这东西对行者用处很大 只要不断提纯灵矿制造灵精 那么李家完全可以在灵气复苏后 安然无恙 甚至发展得更好 我先让人坐一台出来 看看生产效率 李龙成起身走了 吃完饭苏敬离洗澡去 而你却立刻唤醒了虚拟战斗空间 脑海里出现一片白色空间 你输入苏敬离三个字 顿时苏敬离的意识体出现 复制体没有感情 当即朝你冲杀过来 拳脚肩肘如狂风暴雨般起来 而且无双镜也从背部攻起 不到一分钟 你就败了 你咬了咬牙 这么厉害 我也用异能试试 于是第二轮开启 你运起新火箭 法剑是连绵不绝 半小时后 你全身是汗 苏敬离 似乎总能在战斗中捕捉到短暂的几乎 你第一次感受到 实战真的不是表面等级能够衡量 再来 你不想就这样被限制 再次开始第三次挑战 结果被苏敬离人静合一之下 双倍攻击斩杀 再试试 你持续一次次挑战虚拟战斗空间 时间在其中的流逝 远比外界迅速的多 外界仅过去一个小时 你却已死亡了五十多次 你额头汗水直冒 但与之前不同 此刻的你眼神沉稳了许多 面对致命伤也不再惊慌是从 你的双眼泛起金色光芒 再度踏入虚拟战斗空间 如今 竟然能够瞧见苏敬离周身的灵气流动 如此一来 自己便能寻到对方攻击的薄弱之处 你现在明白了苏敬离强大的原因 其对灵气的感知运用 以及对自身的理解远远超越了 这一回你紧盯着苏敬离 复制体就在这里 你一拳轰在复制体的手肘部位 直接打断了对方的攻击 三分钟过后 复制体遍体鳞伤 你将剑指向对方额头 阻断最后一击 两人身影相向猛冲 你却再次陷入黑暗 为啥还是输了 回到现实的你已是浑身大海 你瞬间出现了结对方 历经连续七十次的挑战 你终于成功拿下了苏敬离的复制体 这时 苏敬离身着浴袍 从浴室走出 你走上前将他抱入怀中 你教训了我许久 现在轮到我教训你 一夜无语 你从洁白的床单醒来 脑海中再度出现奖励提示 此时 苏敬离已然坐在餐桌前 面前是已被吃掉大半的水饺 馄饨 小笼包 以及战斧牛排 你可真是太能吃了 你洗漱完毕 随意拿了一袋面点便离开 今还是协会觉醒者总部 苏敬离对着会议桌下的一众执行专员说道 第一分队队长因违反规定 现被我撤职 在战胜我之前都不许出任务 第一分队暂时由赵天明带 全体执行专员皆是一愣 看向你的目光充满同情 但无人敢反对 昨天的三位队员才体验了一下你的跑车 没想到今天队长之位就没了 赵天明觉得颇为可惜 原本 他还想让你开一场泳池美女拍 就在这时 在众人惊讶的目光中 你却站起身举气使 报告部长 我认为我现在就能挑战 你的话让在座的执行专员皆是 赵天明如同见了鬼一般 那个老大 你或许不太了解你老婆的厉害 他的实力那是相当超标 员工这时也拉了拉你的衣袖 方丈跟我说过 苏部长福大命大 老大 你暂时功力不足啊 其他执行专员们纷纷忍住笑看向 要知道在座的二十八人 苏敬离入职第一天 单枪匹马就把他们全打败了 苏敬离转头看向 这么快就想挑战了 也罢 借此机会让你安分心 苏敬离走出会议室 所有人紧跟其后 来到总部大楼后面的一片练武场 开始吧 你平静开口 全身灵气瞬间涌动 八尊元素法身瞬间出现 将苏敬离围在当中 下一瞬 密集的各种元素攻击一同发动 苏敬离的身影瞬间消失在漫天烟尘之中 好快的速度 执行专员中有元素系觉醒者 看到你的施法速度 吓了一大跳 老大 这是有备而来啊 赵天明抱着堂刀 神色凝重 但仅如此可赢不了苏部长 果然 烟尘散开 苏敬离已然飞至空中 他右手轻轻一挥 密集的近刃朝你射来 修罗剑随意挽出一个剑花 将近刃挡下 半空中的苏敬离惊叹一声 近刃被挑飞后 迅速凝聚近身 第一时间朝你攻来 与此同时 苏敬离的本体也只冲向 你转身避开近身的攻击 反手一剑将苏敬离的本体击腿 一剑刚落 又一剑挑起 新火剑法施展而出 修罗剑与空气不断摩擦 一时间 你的周身满是火星 一具近身显现的第一时间 就朝李成功来 与此同时 苏敬离本体也直奔李成而去 坏了 赵天明急了 苏敬离的无双镜 就是这么赖皮 本体和近身攻击一样强 元素细角行者 一般本体都很弱 被苏敬离近身 只能说要凉 场外的惊呼 李成压根不管 他一转身 让过近身攻击 反手一剑劈向身后 竟然刚好把苏敬离本体击退 一剑刚落 李成下一剑又起 新火剑法施展而出 新进火船 修罗剑剑间 与空气摩擦出火花 李成一剑又一剑劈出 一时间 周身全是火星 竟然把苏敬离和近身 打得难以招架 看到两人战斗的画面 金海市全体执行专员们 全体起立 和他们被苏敬离 这位众生者暴打不同 李成一招一式 宛如千锤百炼 简单却实用 李成心无旁骛 虚拟战斗空间的战斗 让他的心动得宛如大人发的鱼 可以从南天门北路 杀到南路 眼睛都不眨一下 天目能力近身 李成的每一剑 看似杂乱无章 却往往能落在苏敬离的攻势薄弱之处 苏敬离面色惊讶 本体连带近身 和李成拳脚交错在一起 他也看出李成攻击的不简单 李成 真的只是二阶洞明镜 作为前世九阶半神 苏敬离对灵气感知 自然不是同级别觉醒者可比的 他能一条二十八 横扫金海 官方执行专员 就是因为 能轻易看穿 敌人攻击中 灵气运转的弱点 现在棋风敌手 苏敬离真的很意外 两人攻阀极快 近刃和修罗见刃碰击 空气中满是火星 短短一分钟 苏敬离和李成 已经互相对攻数十招 其他执行专员们 甚至只能看到残影 这 这 赵天明抱着堂刀手 隐隐发抖 他发觉 若是自已上场 只怕一招都接不下来 方丈说错了 原空嘴里喃喃自语 其他执行专员们 也傻眼了 显然没有人能想到 李成能和苏敬离 打得平分秋色 恭喜您收获 来自赵天明等人的震惊值 加三万 李成脑海传来提示 他左手挥舞修罗剑却不慢 星火剑法下 李成一剑比一剑快 剑势叠加几十招之下 已经初剑成效 修罗剑间已经不是火星 而是连续不断的火线 苏敬离也发觉这一点 他秀丽的眉头微皱 好厉害的剑法 原本以为 李成只是元素细绝行者 苏敬离都打算一招足以胜利的 没想到李成的剑如此惊人 一剑一剑 迅速叠加攻击 苏敬离只感觉 禁刃撞击上 传来力道越来越大 他真的只是普通洞明镜 苏敬离内心 一个疑惑升起 自已前世 九阶半神 在这隐缘境低端局 应该屠杀一般才对 没想到 眼下自已 却有些束手无策 两人都是剑招拆招的高手 李成一剑正斩而下 将苏敬离劈退 好 我承认我低估了你 苏敬离神情认真起来 恭喜您获得 来自苏敬离的尊重 只加一百 但想赢我 没那么容易 苏敬离和静身分开 从两个方向冲向李成 这一招 他已经在虚拟战斗 空间当中见过 苏敬离可以和静身互换位置 此刻他无论攻谁 都会把后背要害空出 呼 李成深吸口气 大罗剑气覆盖在修罗剑上 然后蓄力竟然一个 三百六十度横扫 一道圆形火圈出现 苏敬离和静身 全都无法静身 五十道大罗剑气覆盖 外加星火剑法 一百四十层叠加 李成月之半空 双手持剑一道满月剑盲披下 长长剑盲宛如直线 连结苏敬离和静身两个端点 好剑 赵天明忍不住出声 剑法和刀法颇有些相通 李成这一剑水 泼不入 赵天明自问完全做不到 苏敬离微微一愣 静身迅速朝他跑去 然后从人形化作一面盾牌 挡住着巨型剑盲 哄 练舞场传来巨响 烟尘散开 苏敬离脚下水泥地军链 一大片地面陷入深坑 这力量 苏敬离放下发酸的手臂 他能感觉 这一剑足以灭杀第三镜 遥光 最后一招 天空中传来李成声音 修罗剑发出破空声 带着火星的剑剑顺电 直刺苏敬离面门 苏敬离眼瞳一缩 他从这一剑上 能感觉到死亡的味道 无数镜子化作碎片 组成长枪 苏敬离拿起一枪 从侧面拍击 竟然把修罗剑拍飞出去 什么情况 李成剑飞了 赵天明等人惊呼 他作为神兵系绝行者很清楚 武器没了 战力大减 这还如何迎苏敬离 却见李成本人 却不在修罗剑后 而是从苏敬离背部 伸出左手摸在腰间 他竟然不知何时 跑到了苏敬离身后 敬离 你说了 我是元素系绝行者 顺发魔法之下 现在的你会死 李成平静说道 让修罗剑脱手而出攻击 是他临场所想 原因有二 一来星火剑法越叠加 越快越猛 李成怕自己拿着修罗剑 终结比赛 收不住手 二来谁能想到 拿剑之人 会甩剑脱手呢 苏敬离拿着长枪 整个人愣住了 他没回头的脸上 凝固着惊讶 不是李成剑招出起 而是自己居然 无可抵挡李成这最后一招 苏敬离其实知道 李成本人 已经不在剑后 但这脱手一剑 攻伐太猛 他又必须全力挡下 一出奇招 你赢得好 苏敬离没回头 我等级比你高 灵气充沛 有些胜之不武 若是一样等级 我赢不了你 李成说得实话 他吸收灵气速率 远超一般觉醒者 苏敬离又是重生归来 战斗技巧 比李成还是强一些的 只是吃了灵气 修为低的亏 不必为我解释 赢了就是赢了 苏敬离收起竞枪 你现在恢复 第一分队队长职位了 你做得很好 至少比我当初要好 赵天明和袁空 高兴播出声 画世人就是画世人 这都能赢 赵天明心想李成付出 他们又能开跑车了 其他执行专员 也愣愣呆若目击 没人能想到 李成居然能赢苏敬离 你生气了 李成没管其他人 他感觉苏敬离语气 有些不对 苏敬离这时转过身来 眼瞳当中 竟然带有一丝泪光 没有 我就是有些高兴 虽然不知道 你为什么这么强 但是有你在的话 金海市还有华国 未来也许有所转机 苏敬离笑着说道 他本意就是让李成小心些 如今知道了李成实力 自然不再多说了 而且 苏敬离记得很清楚 前世的金海市 真的没有李成这样的高手 如今既然有了 那么金海市 在灵气复苏之下 又多了一位强大战力 那是自然 李成收了法身 当即打算 开始今天的巡视任务 却见其他执行专员们 此刻一个个围了上来 李 李哥 能不能教我 怎么顺发魔法的呀 小吴壮着胆子 第一个开口 其他人也跟着纷纷附和 李哥 我也想知道 你这剑法怎么 如此厉害 我也是神兵系的觉醒者 我 我也想问 金海市官方协会的执行专员们 一个个宛如李成粉丝 争前恐后问着 苏敬离和林浩曾说 官方觉醒者协会的人 都是一群披着人皮的野兽 野兽对于弱小猎物 是很残忍的 但是李成现在意识到 这群野兽般的觉醒者 对于同样强大的野兽 能显现出格外的包容 苏敬离默默看着这一幕 转身朝总部大楼走去 他还要接着吸收灵精 李成看了一眼苏敬离落寞背影 你们这么多问题 为啥不问苏部长呢 赵天明这时开口回答 谁敢问他 苏敬离他除了吃东西 可爱些像个人 战斗时候猛的一撇 上任第一天 一个人横扫了我们全部人 以后每个星期要开会 报告镇守任务 每个月都要实战检查我们实力 每天都要修行至少五小时 说是实力进展慢了 他就要惩罚 赵天明就算心知苏敬离是众生者 也感觉他管辖太严格了 是啦 李哥 隔壁河海市执行专员和我说 他们管理很松的 自由出击 哪像我们和坐牢一样 李成心中料然 苏敬离重生归来 心里清楚 灵气全面复苏后的恐怖 所以抓紧时间训练这些人 但是这种训练自然很辛苦 很多觉醒者都拿着异能装逼 谁愿意每天苦修那么久呢 李成想了想 我可以教你们一些战斗技巧 但是 你们必须服从苏部长的话 他肯定要帮着老婆的 刀法我不算懂 但是剑法略微知晓一点 身与心合 心与异合 异与神合 简单来说就是 你得把握出窍时机 练武场上 李成对着眼前的赵天明 细心指点 话事 你咋学会的 赵天明手持唐刀向李成进攻 几次尝试都是瞬间落败 他自已上手才意识到 李成的强大之处 对方每一次出剑 都能打断自已进攻 作为序列前摆的神兵细绝行者 而且拥有从神手里继承的刀法 赵天明却感觉 自已彷扶一个生瓜蛋子 话事人 你咋每次都能看出 敌人薄弱点呢 啊 李成不知道如何说 我只能说 菜就多练 没有别的法子 他能一眼看穿敌人 是因为天目能力 可以看到对方身体当中的 灵气流动 可是苏敬离 没有这个能力 也能做到和李成一样 见招拆招 说明本质上这玩意儿 就是熟能生巧 如果你要问不熟的怎么办 只能说不熟的不用管 灵气复苏后 自已会死 你每天早上都来这里 我为你招式 迟早能感受到其中窍门 李成淡淡开口 多谢话事人 赵天明挠挠头 喜出望外 如果说昨天和李成出任务 是意识到李成的财力 那么今天 他是真的意识到 李成的实力了 恭喜您收获 来自赵天明的敬佩值 加500 李成笑了 随便对练几招 又有情绪值 李队长 我也想请教 为啥你的元素 细魔法施法速度那么快 其他分队的小吴 认真询问道 李成想了想 以前他都没注意过这个问题 主要是没见过 其他决心者啊 其实李成自己现在都分不清 自己算啥系列的觉醒者了 有剑 又有元素细魔法 你释放一下 魔法我看看 李成也很好奇 其他元素 细觉醒者 到底怎么使用异能的 小吴点头 双手交叠在一起 然后开始蓄力 憋了几分钟 终于凝聚出一个篮球大小的火球 其他执行专员们 看得直摇头 要知道 李成对战苏敬离的时候 元素法身释放技能 都是顺发 小吴这施法速度 对上苏敬离 已经死800回了 李成天目闪烁 他默默看着小吴体内灵气 运转轨迹 你这样不对 你释放火球 灵气来源从星河而出 这太慢了 为什么不直接凝聚手臂的灵气呢 李成一眼看出 小吴未杀施法和便秘一样 也是在这一刻 李成才真正意识到 自以古神法的优势 到底有多大 元素细觉醒者 可以将某种灵气 凝聚自以身体当中 然后爆发打出来 造成伤害 其实这已经有点类似于 第三竟的 遥光 只不过 需要特定方式才能释放 第三竟 遥光 则是人均可以 那么可见 元素细觉醒者 释放魔法的速度 还有威力 其实取决于 自身到底能容纳多少灵气 容纳灵气越多 对某种属性灵气越亲和 自然越快越强 但是要知道 人体终究不可能完全转化成灵气 除非到达第四竟 宗师将自身元素化 而李成的古神法 却只是 直接将吸收灵气储存体外 让灵气自行组成一个整体 即元素法身 这样释放速度 没有阻碍 威力也最大 李成看着小吴施法 宛如脱裤子放屁一般 费动作太多了 李队长 你说的很有道理 小吴眼睛一亮 我难怪总施法这么慢 我现在就试试调动手臂灵气 小吴再度展开 这一次三十秒 就凝聚出了同样大的火球 我的天啊 画石人一句话 让小吴快进到秒级男人了 赵天明围观者 震惊高呼 其他默默摸了摸鼻子 他们眼神奇怪 看了赵天明一眼 恭喜您收获 来自小吴 XXX等四人的 震惊值加2000 小吴和分队里三人面面相去 他们想不到李成一句话 自己施法速度快了那么多 这时 其他执行专员们 很快围上去 一个个提出自已的问题 李成奔着情绪之多多益善原则 自然一个不肯放过 李队长真是一个妙人啊 小吴对赵天明三人感叹道 是啊 灵气复苏的时代 作为觉醒者 都是只在乎自己安危 就连我加入官方协会 也是为了加快修行进度 没想到李队长 竟然丝毫不藏私 我等这般心思 真是叫人笑话 小吴三个队友 也有些感叹 灵气复苏的时代 身为觉醒者 都自负上天宠 物尽天责 圣者为王 李成的强大 已经十分罕见 没想到这般心态更加罕见 终究是我等思想觉悟太低 小吴摸摸头 今天没有李成教他 他自已估计 猴年马月才知道 顺发魔法的原理 就这么一句话 小吴保命能力 最起码高了三成 以后多向李队长学习 争取尽快提升实力 小吴四人受了教 当即忍不住出门 找诡异生物麻烦去了 实力增强的他们 自然想要小事伸手 小和尚 我现在有些明白 为何你说 画世人他三贼皆空了 赵天明边练唐刀 边说道 为何 原空好奇 你看啊 画世人家人非富极贵 他却无半点 顽固子弟的样子 实力强大 却耐心指点我们 若不是三贼皆空 他图什么呢 真就图我们两三句感谢吗 画世人付出的 可是实打实的战斗感悟 和修炼理解啊 原空听后 刚想点头 却见李晨拦住一位 请教完的执行专员 你刚才谢谢的声音太小了 我想再来一遍 那人再次谢过 李晨才放他走 原空等时又不说话了 和赵天明 两人对视一眼 哈哈大笑出声 于南没有和众人一样 请教李晨 他靠在演武场沙包上 一个人蹲着打游戏 轻易博中路兵 特抹五个人蹲我 还有没有王法了 是你们逼我的 真记 给我嫁局 得 于英里顿时传来队友的惊呼 于南又用 骇客 开挂了 演武场上方 苏靖离站 在协会总部楼上 默默看着这一幕 真好啊 金海市全体执行专员们 互相讨论如何增强自身实力 这让苏靖离真的很意外 毕竟前世 他刚觉醒 亦能加入协会的时候 这些专员都是一言不合 大打出手的存在 觉醒者都是自负清高 觉得自已才是天生主角 自然很难服从管理 所以林浩才说 协会是一个牢笼 关着一群刀口舔血的猛兽 这也是为什么苏靖离 担任部长第一天 就一口气打负这群人的原因 而现在 李晨的出现 却让这群人相处融洽起来 你不生我气吧 李晨不知何时 出现在苏靖离身后 没有 只是觉得有些意外 苏靖离转过身看向李晨 他幻聋的眼瞳里 宛如镜子 倒映出李晨的人影 似乎要看穿他 刚觉醒 就拥有战斗质感 现在除了那批式练者 应该无人是你对手了 苏靖离目光一闪而视 战斗质感 是饱经生死的觉醒者才有的 能看到敌人攻击薄弱点 这样也好 这群执行专员现在老实很多 便于管理 李晨摸了摸鼻子 他和苏靖离 现在宛如一个唱黑脸 一个唱白脸 苏靖离高压强势态度 用暴力征服了这群 自觉天选之子的执行专员 而李晨则是以怀游政策 让这些专员看到 自已变强的希望 虽然两人无意配合 却巧合般让他们各个安分 手一起来 不生气就好 你在做什么 李晨看向苏靖离身边的灵精 血红色宛如水晶制的物品 让他好奇 吸收灵精 我需要力量 这就是灵精 嗯 苏靖离递过去一块 李晨揭在手里轻轻把玩着 好浓郁的灵气 天目当中 李晨能看到 这红色水晶当中 蕴藏的灵气 几乎全要液化了 这只是最基本的灵精 品质更高的 甚至有特殊元素 而且是完全固态化 苏靖离解释道 这是灵给我的 本来是神送给试炼者们的 他们用不着了 就送给了我 我需要力量 阻止血灵族的计划 这批灵精数量不多 所以 我没有公开 苏靖离说到这里顿了一下 不过 你现在实力也很强 也许 你更适合吸收这批灵精 这样突破到 宗师靖的话 血灵族计划就泡汤了 李晨惊讶看了苏靖离一眼 他想了想摇摇头 吸收灵精虽然是快 但是 他自以百倍灵气掠夺 也慢不了多少 而且 待在家里吸收 这不是没有任何情绪值了吗 不 灵号给你的自然你用 而且 你是众生者 如果没有你的情报 这灵精也不会来到金海市 我吸收灵气就好了 老婆你自然要用好的 苏靖离意外愣了一下 玄机点头 恭喜您收获来自苏靖离的感谢 只加一百 你刚才说的血灵族 是啥玩意儿 苏靖离用镜子反射出一个碎片 血灵族是诡异生物下 九位种族之一 金海市上一世 就是被他们湮灭的 血灵族擅长使用陷阱魔法 他们打算把整个金海市陷阱 复活血灵一族的组长 等级高达六阶封猴的强者 前世金海 就是被他们陷进末了 李晨把镜子画面记入心里 好 我知道了 我出去会留意 一番指点完毕 李晨又收割了将近两万的情绪值 他提着修罗剑 走出了协会总部大门 赵天明三人跟着身后 话是 你要去直播杀鬼吗 赵天明问了一句 当然 每天的巡逻 肯定是必须的 那正好 我们三个想跟队长一起去 你们 李晨愣了一下 当然了 苏部长吩咐了 说话是人 你现在数大招风 我们四个一起 也好互相照应 赵天明边说 边给李晨开启车门 自从昨天李晨直播展杀鬼异 金海是人 甚至全国人都知道了觉醒者的事情 苏敬离担心金海是鬼异生物 会对李晨下手 李晨本着 来者皆是情绪值的原则 自然不可能不同意 他想了想 调来一辆四座跑车 于是 第一分对四人一起上车离去 赵天明很自觉坐在驾驶位上开车 清风从车窗灌入 吹拂在四人脸上 话是人 你的天赋这么高吗 居然能赢下苏部长 赵天明清楚苏敬离的背景 前世就是九阶半神了 现在觉醒 天赋战力 自然不同表面 可是李晨既不是试炼者 也不是众生者 能停下苏敬离 真的是匪夷所思 侥幸而已 李晨默默回答 他用古神法 修行速度 远超一般觉醒者 如今 动名九星推的实力 赢了苏敬离一个 隐元镜的 没啥好奇怪的 李晨打算 今晚再去虚拟战斗空间 练习实战 他的目的是 赢过同等级的苏敬离 甚至越阶挑战苏敬离 不知不觉见 堂堂九转半神重生者苏敬离 竟然被李晨当成了 战力度量单位 不过话是人 你的天赋 似乎很奇怪啊 既不像元素系觉醒者 也不像神兵系 赵天明默默回想 李晨和苏敬离的战斗 李晨先是用魔法 后又用剑法 难不成 还有双天赋觉醒者 赵天明身为试炼者 也看过神明给予各国的 天赋异能序列表 李晨如果是双天赋异能 觉醒者的话 那无论是元素系 还是神兵系 只怕排名都非常靠前 赵天明这般想着 他忽然惊觉 如果抛开神选计划 和苏敬离这个众生者的话 那化石人的当前的实力 明显已经是第一了 不对 就算试炼者 我的实力 如今也才是动明镜 还是承受神力的结果 但是等级依旧追不上化石人 这么一说 就算是试炼者当中 恐怕只有前两批试炼者 才能和化石人斑斑手腕 赵天明想越觉得离谱 他现在已经把李晨 当作了和苏敬离 零号一样的存在 对待了 这些人都是华国当今 觉醒者的领军人物 李晨的脑海脸 不断传来提示 恭喜您收获 来自赵天明的震惊值加100 来自赵天明的震惊值加100 小段小段的提示 不断亮起 李晨莫名其妙 这小子一边开车 一边想啥呢 这时 四座跑车开到 金海市CB地区 双向石车到马路上 全是车辆 红灯亮起 车流停止 排起长长队伍 赵天明等着红灯 心里恼火 又堵车了 这也太离谱了 路上咋这么多车子 李晨却没有说话 他的 灵事 看到周围冒起黑色气流 八个黑色生物体证 将他们四人包围 甚至远处商业大厦楼顶 还有一位全身红色的人形生物 俯瞰这一切 准备战斗 李晨当即反应过来 一脚踹开车门 他静止走出门去 以往 都是我找诡异 没想到这一次诡异生物找上我了 李晨修罗剑出鞘 红色的利刃 宛如可血的牙 快看 是李晨 我的天啊 真的 李晨在红灯前下车 立刻被人行道上来往的行人 以及周边车辆的乘客司机认了出来 当时有许多人拿出手机拍照 录影片 或者是直播 李晨又执行任务了吗 好帅啊 比直播的时候还帅 李晨哥哥 能加个微信吗 周围人群涌动 远处原本在商业街购物的男女 都纷纷开始朝这里聚集 李晨眉头一皱 因为八个诡异气息 已经包围了他 而周围全是大量普通人 眼看诡异气息生物 已经接近自已百米范围内 李晨心中迅速思索 八个冻明镜 真是看得起我 高人 敌人在哪 袁空和于南从车里攥出来 但是因为他们目前才隐原镜 压根看不到 动明镜诡异生物的气息 赵天明却呼吸沉重起来 他刚接受神力进阶动明 眼下一下子被八位 同级别诡异生物包围 顿时寒毛直竖 这是身体本能反应告诉他 眼下的危险足以致死 CBD区商业大厦楼顶 一个身穿黑色吊带 戴着墨镜的少女 正默默注视着这一切 威风吹拂肩 入出他诱人的身材曲线 酒红色长发 在脑后随风飘扬 他红润小嘴 正嚼着口香糖 眼神中满是无味和轻面 围住他 等本王命令 马路上八个诡异生物 顿时混入人群 跟着人流一起 慢慢向李晨靠近 他们想混在人堆里 赵天明刚准备出窍的糖刀 按了下来 这群诡异生物表现不同寻常 他们行进间举止有素 还懂得利用人群保护自已 分明是有组织的 化世人 这怎么办 赵天明没有对策 他眼下不敢出刀 怕伤及无辜 李晨皱眉 他转头看向楼顶的少女 是他在指使这一切吗 哦 发现本王了 楼顶的血灵族少女微惊 他嘴里吹出一个口香糖泡泡 这家伙灵士居然如此敏锐 动手 务必全力 下一刻 少女口中泡泡炸链 而地面上八位诡异生物 顿时黑色烟柱冲天 他们纷纷凝聚出惊人的黑色光团 俨然是打算大开杀箭 哎呀 这是诡异生物 快跑啊 周围人群这才发觉这一切 但是人群四散的速度显然来不及了 赵天明当时急了 混账 他们竟敢这般杀人 四面八团黑光要是发出 赵天明知道 今天这里怕湿的死几千人 却见李晨这时轻轻一跺脚 整个人竟然飞上半空了 赫然是灵技 玉空 李晨脚下凝聚灵气 整个人当时冲天而起 而八个方位上的动明镜 诡异生物凝聚的光团 也因此改变了攻击方向 纷纷朝天上射去 动明镜实力果然惊人 赵天明看着头顶的一个个黑色光团 眼皮直跳 他能感觉到 这其中任何一个 都有足以杀死他的实力 怎么会一口气来八位动明镜 如今灵气尚未完全复苏 金海市协会内的觉醒者 全部加起来 也难说能不能打过 不好 等赶快通知华国总部 让总部立刻调集试炼者前来支援 赵天明从怀中摸出灵气 通讯罗盘 立刻输入求救资讯 但他眼下内心 还是惊慌不已 总部的试炼者 就算来得再快 少说 也得一天时间 可是眼下 他们第一分队战力 如何能抵挡这么久 赵天明手持堂刀 惊人的火焰 迅速包裹刀身 他抬头看向上空 李晨整个人 现在正被八团诡异灵光追击 化石人快跑 赵天明怒吓一声 内心暗自担心 诡异生物 本来就是战力超过等级 如今八位动明镜数量占优 还围攻李晨 赵天明不知道怎么活下来 他一把将原空和于南 按回四座跑车当中 你们快走 回去通知苏部长 说罢 赵天明拿起堂刀 就要找上一位诡异生物拼命 这时原空忽然抓住赵天明胳膊 折指天空 别慌 高人队长能对付 赵天明抬头一看 惊讶发现 半空中 李晨手持修罗剑 一剑斩出 就打碎一个黑色光团 光团炸开 空中四处落下漆黑余境 宛如爆炸的烟花 李晨如法炮制 拿剑的右手丝毫不动 连斩七次 顿时化解了被围攻的危局 李晨站在半空四下扫视 脸上神色不怒不惊 反倒是充满惊喜 居然来了八位动名 当真是看得起我 苏敬离昨天才和他说过 说字 已直播太过招摇 小心被诡异生物盯上 没想到 今天就直接一口气 来了八条大鱼 这在李晨眼中 都是妥妥的功勋直 灵气直 情绪直啊 既然来了 就一个也被响走 轻达响指 李晨周身八尊元素法身 赫然显现 动名九星的法身 足足高达三米 全身都是元素波动 它们出现后 分别各自找上一尊诡异生物 激烈战斗瞬间爆发 元素法身们 似乎同步了李晨的灵迹 月空 他们抓起诡异生物 直接冲到天上 以免波及下方无辜民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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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来的诡异生物 比起前几天的银纹天牛之强不弱 它们各个全身 有银色纹路显现 被李晨元素法身抓住 猛烈的元素气息 顿时涌入这些诡异生物体内 让它们不由地发出一声声痛吼 李晨的元素法身 却对敌人的声波无动于衷 火身一拳杂 在面前银纹虎身上 瞿红色的火焰点示下 对方漆黑的身体表面 冒出滚滚黑烟 水身 雷身 风身等更是如此 赵天明几人在地面看 面面相去 他们没想到 李晨的元素法身 面对同样的 洞明镜诡异生物 竟然呈现碾压姿态 李晨稍微看了一眼 拥有了大罗剑气之后 字异元素 法身近战能力 早就不同一般 这八个洞明镜诡异生物 最多只需要不到半小时 就会被李晨的元素 法身拿下 他转头 看向远处 商业大厦的顶层 一个全身血红色气息的少女 操控着这一切 对方似乎也发现了 李晨的目光 既然不跑不走 反而对视过来 诡异生物 血灵王女 当前觐见 七星动明 评价 来自下九位血灵种族的王女 体内含有王系血脉 天生擅长蛊惑 操控人心 身体颇有妙处 李晨天目跳出提示 血灵王女 等一下 我记得苏敬离之前和我说过 金海师幕后黑手 就是血灵族 前世金海 就是被血灵族 用某种祭祀阵法献祭 没想到我这么快就碰上了 看到资讯提示的李晨 嘴角勾起 既然是王女 说明在血灵族内 地位非同一般 那就更有价值了 李晨运转 欲空 整个人宛如离弦之箭 迅速朝对方飞去 血灵王女双手插斗 嘴里眉心眉肺 继续嚼着口香糖 哦 居然率先对本王出手 呵呵 王女虽然只有 动明七星的境界 但是自身气息 却宛如大海深渊 绕视李晨 也不敢过于大意 二阶觉醒者 竟然掌握了飞行能力 子泽 有点意思 难怪敢明目张胆 开直播 王女吐出口香糖 黑色吊带露出的 雪白背部 忽然长出一双血红色 带有经文的古意 古意出现后 迅速布满血红色薄膜 只轻轻一扇 血灵王 女身影瞬间飞起 而后朝着远方顿去 这家伙也会飞 李晨吃惊之下 明白过来 这血灵王女 为何一副 有恃无恐的样子 她欲空速度再度加快 整个人化作流光追了上去 两人速度极快 几乎几分钟不到 就迅速消失在众人视野当中 我的天啊 李晨竟然会飞 那红色双翼 是什么东西 速度居然比李晨一样快 这些巨人 都是李晨召唤出来的吗 这就是觉醒者之间的战斗吗 也太太热血了吧 我的天啊 太牛逼了 地面众人发出惊呼 半空当中 八尊元素法身 不到半个小时 就纷纷斩杀了各自对手 赵天明这时发现 率先斩杀对手的火身 似乎露出趾高气扬的表情 对其他法身有些嘲讽 温和不理睬火身 但是雷身和金身 却一副要动手的架势 对火身的做法颇不服气 最后还是暗身出头 对着其他法身 指向李晨离开的方向 八尊元素法身 这才托起各自敌人的尸体 朝着李晨追赶去 赵天明和元空 两人对视一眼 纷纷看出各自惊讶 不是 莫非化世人的元素法身 还有自身意志 小桑也不到啊 高人手段 已经源源领先我等 一亿敌疤 居然还能追着对方头目打 赵天明咽下一口口水 本来他真的以为 今天死定了 没想到 李晨不但会飞 而且宛如屠杀一样 自己本人都没有出手 八个洞明镜诡异生物 已经嘎了 这让赵天明对李晨的强大 又多了一层认知 我他酿的 这岂不是说明 我连化世人一个元素法身 都打不过 这样的发现 让赵天明瞬间沮丧 四座跑车的音响 忽然传出一道声音 八连绝世 忽然传出的王者语音 播报给赵天明和元空 还能扒杀赵天明无语了 他心想 这于南星也太大了 诡异生物 这都杀上门了 这货居然还有心情玩王者 于南投也不胎 你懂什么 这是王者峡谷10v10模式 李晨以一迪八的影片 很快在全网 引起了很大轰动 因为金海市中心商业 CB地区人流如智 在上万人拿出手机拍摄 甚至现场直播的情况下 一瞬间就造成了 巨大的流量关注 网友们纷纷想不到 在新闻市初会过去没多久 李晨就以如此强势的姿态 碾压斑 击杀了诡异生物 距离李晨和血灵族 王女身影消失过去 不到十分钟 全闸到弃于诡异生物 李晨 觉醒者 灵气复苏的话题浏览量 已经突破10亿 赵天明配合赶来的警卫们 迅速处理好现场秩序 眼见中心路口交通秩序恢复 赵天明开着四座跑车 立刻对着李晨离开的方向赶过去 眼下虽然已经解决了 八位洞明镜诡异生物 但是赵天明内心有些不安 大厦楼顶上 那一抹血红色古异 显然和一般诡异生物完全不同 面对李晨对方 居然还有余力可以逃走 这不得不 让他担心起李晨的安全来 赵天明开着跑车 急速飞驰 隔了十分钟过去 他都不知道 现在还能不能追到李晨 坐在后座的原空 这是急切问道 高人队长追的那个家伙是什么 赵天明摇了摇头 不清楚 官方协会资料库里 不是应该有对诡异生物的介绍吗 小僧和于南出来乍到 还没来得及看完 但是 你可是试炼者呀 你怎么会不知道 赵天明有些尴尬挠头 我不是没看完 我是压根没看过 官方协会的资料库 当时我寻思 自己是试炼者 压根没有把诡异生物放在眼里 赵天明此刻颇为窘迫 他觉醒 严瞪 整个人已经飘了 加上身为试炼者 他心想灵气复苏 这才没开始呢 哪有诡异生物 会是自己对手 没想到这他娘一瞬间来八位动名 还有一个会飞的红色古异存在 每个都不是自己如今好处理的 实际上 今天要不是李晨在 赵天明感觉 自已此刻 怕是已经殉国了 袁空傻眼了 他上下打量了一下赵天明 内心确认 这人做事不怎么靠谱 那怎么办 高人队长不会有事吧 他们三个本来今天和李晨 一起执行任务 就是按照苏部长的命令 保护李晨来的 现在看起来 貌似他们三人和打酱油没啥区别 整个战斗过程 四座跑车忽然被赵天明一脚刹车停下 你这是干啥 找到队长了 赵天明尴尬笑笑 那什么 我迷路了 袁空愣愣看了看四周 果然发现都是高楼大厦和来往的车辆 哪里能看到半点李晨的影子 赵天明真的崩溃了 他双手砸在方向盘上 青海这么大 这让他上哪找人去啊 谁能想到同样是觉醒者 李晨他酿的居然会飞啊 这不是第三镜 遥光才能勉强掌握的 运用灵器的方式吗 袁空这时候忽然叹了口气 悠悠说道 小僧要不然今晚回寺庙吧 为什么 赵天明猛了 找不到李晨和袁空回不回寺庙 有啥关系 苏部长让我们跟着队长一起执行任务 现在人都找不到了 若是今日队长出了什么事 我觉得苏部长肯定会杀了我们的吧 赵天明文言顿时沉默 他这才想起 李晨可是苏敬李老公啊 那疯婆子一个人单杀协会 28个觉醒者 要是老公出事了 搞不好真让赵天明三人 一起祭天给李晨陪葬 一直打游戏的于南 这时忽然自己开口说话了 到车 去皇后大街 大神现在正在皇后区 单刷BOSS 袁空和赵天明文言面面相去 不是 于南你咋知道的 于南抬头服了服眼镜 我的异能可是骇客 我黑掉了金海市监控网路 监控里拍到了李晨和BOSS怪的飞行录影 赵天明立刻开车掉头 三人追着李晨的方向 袁空这时意味深长说道 于南我发现你 似乎精神没问题啊 刚才我们也没给你打电话啊 你似乎也能察觉我们的对话啊 赵天明边开车 边竖起耳朵听 这于南一来协会就是打游戏 平日 你不打电话 这户耳朵和龙吗似的 怎么方才自己主动说话了 不对 刚才八尊诡异生物现身的时候 于南整了个八连爵士语音播报 赵天明想起 自己问对方是不是开挂了 于南却也是主动回答没有 莫非 于南他的精神并是装的 结果 面对袁空的问题 于南又不说话了 袁空没了办法 又拿出手机问了一遍 于南这才回答道 我的听力是好事不好的 其实我不是不知道你们说话 只是你们不拿手机 我耳朵就听不见 医生说 我是心理因素 但是 我就算知道也没辙 说出去也没人信 所以 现在只要我听不到 我就不回答了 我妈让我学个淳语 说以后 可以看别人说话 和别人交流 我本来想学的 但是 我妈这么一说 我就瞬间不想学了 袁空又问 为啥不学了 于南眼睛盯着荧幕 以前就是我妈把我送到少管所 让我进去接网瘾 里面的老师打我打得厉害 从那里回来 我耳朵 就听不见了 只有每次 所里来电话的时候 我那时候想 会不会是妈来接我回去 所以 就别人打电话的时候 我才听得见 结果后面 一直到少管所关闭了 我妈都没有接我回去 还有就是 基本要死的时候 于南喝了一口 肥宅快要水 我上次出门 因为听不到车喇叭 差点被车撞死 关键时候觉醒了异能 控制了对方刹车系统 才活下来 后面我就发现 只要自己突然能听得到声音 那就是有危险了 袁空和赵天明 听着人呆住了 他们有些不敢相信 于南 这才刚刚成年 身世经历 居然如此坎坷 靠 你妈打眼 还在刷眼 哥们 已经被抓四次了 你会不会晚啊 于南这时忽然开启语音 和对方互喷起来 不过他完全听不到 对方说什么 只能自顾自 一股脑口吐芬芳 袁空和赵天明 忽然不知道说啥 我感觉这哥们的网瘾 听不到对方的话 倒也是骂得激情 赵天明不再关注于南 因为视线当中 已经看到 远处高楼上的避雷真夏 李晨和一双古异的 血灵王女互相对峙 李氏商业大厦 顶楼 一根巨大的避雷真夏方 李晨和血灵族的王女 站在天台对峙 怎么不跑了 李晨提着修罗剑 微微喘息问道 灵界 玉空需要消耗灵力 让李晨拥有了第三镜 遥光才有的飞行能力 只不过这飞行消耗 着实惊人 如果不是李晨灵力 远超同等级觉醒者 十分钟的飞行 只怕他已经历劫了 看着眼前 九红色长发的少女 对方一身黑色吊带下 露出马甲线的妒脊眼 背部一双巨大的红色鼓翼 在风中张开 和李晨之前 见过的诡异生物不同 这血灵王女模样 与人类毫无二致 甚至直到此刻 对方都还没心没肺 嚼着一块口香糖 若不是背后的红色鼓翼 以及天幕当中闪烁的 红色诡异气息 对方真的和普通人类少女 毫无区别 本王若是继续跑 小哥哥 你怕追不上哦 王女暮色轻笑开口 虽然语气平淡 但她胸腹 还是压抑不住剧烈起伏 说明刚才的飞行她 也不轻松 波涛胸勇剑 暮色粉红舌头 吐出口香糖 这么急着追本王 你还是第一个呢 李晨修罗剑出鞘 冷笑回应 别装了 逃了十分钟 都甩不开我 对你消耗也不小吧 红色的剑刃折射阳光 笼罩一层淡淡杀气 能在我手下活这么久 你也是第一个 李晨双手持剑 面对诡异王族 她就算等级碾压 却也不敢大意 这里已经看出 虚拟战斗空间的好处 透过无数次 和苏敬离的模拟对战 李晨心性变了很多 就算面对实力 等级在自已之下的对手 她也没有掉以轻心 暮色眼神凝重起来 她停下 当然不是等李晨 而是眼前这个人类的速度 木色发现自己甩不开 你的火气别这么大吗 我们之间未必是敌人 木色说话间 瞳孔缓缓呈现红色 她的声音 李家杂诡异气息 传向李晨 似乎是某种秘书 哼 派八个洞名鬼一杀我 这可不像戴克之道 李晨冷笑 话不能这么说啊 你也直播杀了 我族之人 本王若不回应 族老那边也过不去呢 木色轻笑说道 他忽然慢慢一动 朝李晨走了过来 但是 用你们人类的话说 我们也算不打不相识吗 俗话说 没有永恒的敌人 只有永恒的利益 木色越靠越近 红色的诡异气息 借助声音缠绕向李晨 你这等人才 剃鞋会做事 不就是为了功法和神兵 这些东西 可不只是神友 我们也有哦 而且 木色已经走到李晨面前 他见李晨没有攻击自己 心想自己秘书已经奏效 他缓缓伸出一双偶白手臂 环抱李晨脖子 然后整个人几乎如水蛇般 贴在李晨身上 背后的一双骨翼慢慢包裹 向李晨宛如捕银草捕捉猎物 我们可以给你更好的哦 李晨装作饶有兴趣 看向面前的家人 两人四目相对 更好的 比如说 木色露出满意的笑容 他贴在李晨耳边 温软的气流 吹得李晨痒痒的 比如说 我怎么样 你应该看过我们血灵族资料 我们一族的王女 身体可是有很多好处呢 木色脸颊 适时露出羞红 本王到现在都还没有过配偶 你可以作为第一个得到本王的人 拥有我的一切 我带你回我们血灵族 让祖老为你换血 这样 你就可以加入我们了 到时候 我在何祖老请求 允许我们结合 届时 我的能力是你的 力量是你的 我的人也是你的 木色说着说着 他忽然缓缓低头 看向李晨胸口位置 怎么回事 明明本王是魅惑他 为什么我现在胸口跳得好厉害 木色有些迷茫 但是眼神却逐渐迷离 为什么我 格外想要得到他 王女木色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他的眼睛 盯着李晨胸口 宛如李晨身体里 有什么绝世美味 忽然他全身面板 透出粉红色 我怎么自已进入血肺状态了 血肺状态 是血灵族特有的状态 只有极度兴奋 或者遇到危险的时候 才会开启 可以短时间提升一个等级的实力 木色只感觉全身发烫 他盯着李晨 舔了舔红润的嘴唇 好饿 忽然好饿 好想 好想吃了他 木色不知道自己怎么了 他靠近李晨 本来是想迷惑眼前的男人 到时候看情况杀了对方 或者把对方带回去 可是眼下李晨还没啥反应 木色整个人 却宛如恶鬼一般 紧紧盯着李晨胸口的 神冰灵 内心饥饿感不断传来 李晨本想一剑斩了对方 现在看着眼前血灵王女 他沉默了 透过声音 传出诡异气息魅惑我 现在明明有机会了 他怎么还不动手 莫非是有什么陷阱 还是底牌 李晨看着自己面前 越来越激动的王女 一时间别整不会了 这他娘打还是不打 明明是王女魅惑他 怎么现在看着木色的眼神 却宛如被自己迷住一样 是神明灵 他在盯着我神明灵的位置看 这样的发现 让李晨陡然一惊 以往可没有任何人和存在 能发现字 已有神明灵啊 李晨忽然想起苏静黎说过 天上神为了驱除诡异 所以开启了灵气复苏 那么可知 诡异生物 很明显是对神有危险 木色这时 已经有些压抑不住 他忽然呜一声 而后轻轻颤抖说道 求你 给我喝一口你的血 就一口 木色说完 再也忍不住 顿时一口咬在李晨肩膀上 尖细的牙齿 刺入李晨肩膀 李晨甚至都能感觉到 对方的舌头 在迅速舔尸 我尼玛 李晨当即就要一箭劈死这女人 诡异生物手段莫测 这被咬一口 天知道会发生什么 结果 却见王女轻轻喝了一口李晨的血后 整个人忽然脸上涌现一阵潮红 好 好美外 结果下一秒 王女忽然惊呼 等等 你 你不是人 木色捂住自己嘴角 她忽然一阵翻涌 吐出一大口腥臭的黑血 你 你居然是神 你居然是幼神 木色惊呼不已 她瞬间明白 自己为什么失态了 诡异一族和神族速来对立 互相吞食 血灵族作为诡异种族当中的下九位之一 已格外喜欢吞食神写着名 木色想不到 一个人类觉醒者当中 居然拥有神之心 她终于知道 自己身体为什么压抑不住进食的欲望了 可是吸食一口李晨的血后 恐怖的能量 已经瞬间在木色体内炸开 血灵族未接 在诡异种族当中 不算上层 就算是血灵王女 也远远比不上神的未接 神与诡异 互相吞食 自古都是高位吞食低位 木色作为下位者 如今正迅速被体内 来自李晨的血液吞食 怎么会 你这等大人物 怎么会来警喊 还演出一副陪我游戏的样子 木色已经贪坐在地 超越位阶以下犯上 让她此刻征服出巨大的代价 神明就算在血灵族当中 都是传说 木色万万想不到 一个诱神 居然装作觉醒者 来游戏人间 她背后一双古意 迅速消失 木色痛苦闷横出声 眼瞳跟着迅速涣散 李晨看猛了 神明灵对诡异如此克制 早知道这样我还费什么劲啊 直接几滴血 就足以灭杀诡异了 她也是第一次发现 诡异和神族的关系 诱神 是说我吗 李晨内心嘀咕 木色这时忽然趴在地上 她抱住李晨的腿 尊敬的诱神 本奴一时没认出您 求您 求您高抬贵手 放本奴一命 我为您做什么都行 我们血灵王 女身体 可以为您做卢顶 您以后 想怎么使用本奴都行 木色疯狂哀求着 李晨看着内心暗自心惊 她可是记得清楚 这王女命令手下 八位洞明镜诡异生物送死的时候 当时眼神不屑一顾的情面 还有对方差点波及上千民众的时候 这王女根本没有把生命放在眼里 可是眼下 面对更高位阶的自已 这王女的姿态 已经背剑到了泥土里 李晨默不作声 把修罗剑对准对方 笑话 杀了你 你的一切 也是我的 谁会和实物谈条件 木色眼睛露出绝望 却连反抗都不敢 就被李晨一剑斩死 恭喜您斩杀动明 七行血灵王女 木色 您获得灵气值加五万 功勋值加一万 五万灵气值 一万功勋值 李晨暗自心惊 同样是动明镜的诡异 元素法身 斩杀刚才八位诡异的时候 李晨一共才得到四万灵气值 功勋值更是只有八千 虽然 这已经很高了 要知道前几天 李晨斩杀诡异眼生物的时候 功勋值都是用百为单位的 而现在动明镜诡异动不动就上万 饶是如此 李晨还是有些惊讶 这诡异王族功勋值 也未免太多了 竟然一个人就抵得上 之前李晨斩杀的所有诡异生物 李晨将修罗剑的红刃剑身 从暮色胸口抽出 这位血灵王女 头颅顿时摔在地面 死后的一双手 还紧紧抓着李晨的裤脚 抬起修罗剑的剑身一看 李晨果然看到 剑刃上布满了腥臭的污血 说明这王女身体内部 早已被腐蚀得不成样子了 她估计不是不敢反抗我 只怕这王女刚才 就算有心躲避 身体也无法危机了 李晨歪头 看向自己肩膀上的伤口 被暮色咬过的地方 衣服破损 皮肉上留下四个孔洞 上面还有被舔尸过的痕迹 这是来自对方吸血的伤痕 不过随着李晨心意移动 充灵的灵气顿时涌出 她肩膀上迅速传来 长肉发痒的感觉 不到几秒 被咬穿的皮肉重新长出 就连面板也完全恢复 连个疤痕都未留下 死 这灵气果真神奇 李晨暗自惊叹 之前对战诡异生物 她还未曾受伤过 现在一看 李晨发现 灵气对于伤势的治疗 简直宛如神迹 是觉醒者恢复都这么快 还是因为我体内神明灵的关系 李晨内心冒出疑问 但她眼下没法解答 只能等之后 看看其他觉醒者才知道了 因为修罗剑被抽出 暮色尸体下方 顿时流出漆黑的血迹 在天台地面缓慢流淌 黑色吊带 牛仔热裤 暮色的尸体 宛如人类的花季少女 白皙的面板 与漆黑的鲜血 颇有一种让人毛骨悚然的美感 而如今随着她被李晨杀死 这位血灵王女神区渐渐变化 从人类的模样 变成一个全身红色 背部有着金色纹路双翼 头顶升觉的怪物 苏靖离曾经对她说过 诡异生物越是高尖 就越会趋向人类 李晨上下打量一番 发现暮色尸体 比起之前斩杀的诡异生物 确实要更趋近于人类 甚至 对方生前说话的语气 魅惑自已的姿态 都像集了人类的绿茶 是否居灵 面板跳出提示 李晨立刻确认 进入李晨右眼 恭喜您居灵血灵族王女 目色 您已获得对方生前天赋 精神蛊惑 蛊异飞行 吸血进化 血肺 血毒 献祭魔法 蛊异飞行 应该就是对方逃命的时候用的 李晨稍微检视了一下 蛊异应该是血灵族天赋神通 不过李晨已经有了灵技 玉空一般用不上了 张开那么大一双金门蛊异到处飞 李晨怀疑到时候 肯定会被其他执行专员误认为诡异的 精神蛊惑 这玩意儿真垃圾 李晨摇头 目色刚才的魅火 对他没有调用 反而自已啥也没干对方 却宛如失智 吸血进化 吸食他人血液 可以补充自身能量 有机会吸得对方能力 也是垃圾天赋 李晨自已有居灵 杀了对方 直接学习全部技能天赋 比这吸血好多了 血肺血毒 血肺 燃烧自身精血 强行提升自已一个境界的实力 限时半小时 血毒 血灵族特有体质 血液当中含有剧毒 吸食他人鲜血 或被别人吸食鲜血时 都会导致目标中毒 中毒者会变成血灵族奴仆 李晨悚然一惊 按照面板显示的情况 他可是被暮色咬过 他岂不是说明 他应该中毒了 但是李晨上下摸索一番 发现自已啥事没有 这到底什么情况 李晨感觉到 自已知识有些匮乏 他按下这个疑问 决定回去协会得好好看看资料了 最后的陷阱魔法 也让李晨真正产生兴趣 他点开一看 发现是密密麻麻 一长串的血灵族文字 不过 好在李晨已经有了暮色灵体 所以 他现在也能看懂 大致看了一分钟 李晨有些明误 所谓陷阱魔法 就是能量转换的意思 牺牲一些东西 得到召唤其他的东西的机会 有点像召唤术之类的 苏静李嘱咐过他 说是金海士 会最终沦陷在血灵族的陷阱魔法当中 李晨注意力 集中到脑海 迷你的暮色灵体在其中沉睡 这家伙自称自己是血灵族王女 估计在血灵族当中的地位 应该不低 找机会询问一下 这血灵族到底什么打算 李晨心中已经想好 等回去问灵 血灵族的谋划就能知道了 到时候找机会 毁了这陷阱魔法就好了 这时 元素法身们也纷纷赶到了李晨身边 他们各自手里 提着一个诡异生物的尸体 李晨大概看了一下 这八位洞明镜诡异生物 都长得和暮色类似 只是背部全是银文 他直接将八位诡异生物 全部居灵 恭喜邻居灵血灵族王下护卫队 脑海当中 顿时多出八个迷你血灵族 诡异生物 他们一出现 纷纷对着暮色的灵体跪摆下去 共同拱卫在暮色灵体身边 一个王女 竟然都有八位洞明镜护卫 李晨感觉有些离谱了 灵气复苏 这才多久啊 除了试炼者那批人 觉醒者能有个隐元镜 实力都不得了了 他毫不怀疑 今天要是别的执行专员 遇到这暮色和护卫队 只怕已经聚了 当然 若是别的觉醒者 只怕也不敢和李晨一样招摇 暮色也不会找上他们 斩杀九位洞明镜后 李晨的实力 这时迎来了突破 他全身冒出各种元素霞光 冥冥中 李晨能感觉 自已宛如打破了某个关卡 元素法师们见此 立刻纷纷回到李晨身体当中 各自掌控自已的元素之力 这是 遥光镜 李晨惊喜伸出双手 他感觉自已身体暖热暖热的 似乎有着用不完的力量 体内的神明灵 更是忽然变大了很多 从原本的鸡蛋大小 变得宛如篮球大 而且神明灵此刻缓缓开始旋转 宛如漩涡一般 自行吸收外界灵气 宛如抽水泵的神明灵 将灵气吸入体内 透过连接全身的丝线 输送入李晨的四肢百骸 这就是遥光 身体宛如开启了基因锁 可以自动修行吸收灵气 等到全身灵气充盈 完全元素化 就是踏入第四境 宗师的标志 李晨感受着体内的奇异变化 他想起自已刚觉醒的时候 发现官方灵气广播 还吓了一跳 如今 随着他自已也踏入遥光镜 标志着李晨 也有了在灵界传送广播的实力 也标志着 他与一般觉醒者不同了 身体自行吸收灵气后 按照苏敬离所说 身体强度会迅速增加 甚至可以用灵气恢复断肢 只要不是一击毙命的情况 遥光镜的觉醒者很难被杀死 这也是为什么苏敬离 对协会成员说 没有踏入遥光镜 面对诡异生物就是食物 因为人体天生强度 就不如诡异生物 只有进入了遥光镜 才能开始拉回差距 李晨静静感受着 灵气自行涌入他体内的感觉 真的很棒 以往需要刻意吸收的各种元素 此刻宛如他的奴仆一般 只需他心意移动 就能被他吸收 突破境界的过程 宛如生命的进化 而李晨还未感受多久 灵士当中忽然看到楼下三个人 正朝楼顶的方向奔来 视照天明 发现这一点 李晨神情有些紧张 李晨紧张的原因 来自于暮色 刚才他与暮色战斗之时 暮色是因为吸收了他的血液 导致自身内部完全腐蚀 可是拘邻了对方后 李晨已经知道 被血灵族吸血的人 按照道理会变成对方的奴仆 虽然 他现在不知道为啥 自己没有丝毫影响 可是到时候回去 怎么和协会解释呢 说自己有神明灵 导致暮色吸血把自己毁了 神明灵 已经可以算作李晨最大的秘密 他可不想就这么暴露 而且 这其中还有一个事实 从苏敬礼口中 李晨已经知道 所谓灵气复苏 就是神借助人类 灭亡诡异的手段 李晨拥有神明灵的情况暴露 万一被天上神知道怎么办 掌控暮色灵体后 李晨虽然对暮色的天赋神通 吃之以鼻 觉得全是垃圾 但是王女毕竟是王女 经文诡异实力强大 不容置疑 李晨在想 自己要怎么和别人解释他 如何解决暮色的呢 这尸体在这儿 只要带回去协会 苏敬礼只怕一看就知道发生了什么 李晨的血液都还在暮色体内 到时候 苏敬礼会不会怀疑 自己被血毒感染了 心中思绪万千 灵事当中赵天明三个人的身影 却越靠越近 李晨眉头紧锁 他必须得想办法 不让其他人怀疑自己被暮色咬过 主人 烧了他 就在李晨思索时 他的内心 忽然传来火神的声音 WTF 你会说话 李晨被自己脑海的声音吓了一跳 之前不会 现在会了 你是火神 其他法神也会说话 火神 当然 李晨没想到 随着字意突破遥光 元素法神 居然都会说话了 他随即有些不安 这特魔字意能量产生智慧 让李晨担心 失去对他们的掌控 元素法神们 似乎察觉到李晨的想法 纷纷匍匐说道 主人 我们皆是您体内力量 与您同生死 您心意一下 我等便会消失 好吧 这么说也是 李晨感觉自己有些担心过头了 就像一个人的大脑 担心手臂会叛变一样 火神 您既然担心其他队友发现 可以直接用我的力量 把这砸碎尸体烧了 到时候其他专员啥也发现不了 火神又补充到 或者 您可以选择另一个方法 把您三个队友杀了 李晨嘴角抽搐 这火神脾气 似乎格外暴躁 这就是所谓 没有目击者 就是完美的暗杀 不过他转念一想 火神说得似乎没错呀 时间紧迫 李晨迅速召唤火焰 将暮色身体焚烧一遍 遥光静候 李晨的元素之力提升许多 恐怖的烈焰 直接把暮色尸体 烧成一坨焦黑的东西 就连地面血迹都烧钱了 地板更是直接发生爆炸崩裂 这是天台水泥的 承受不住高温燃烧的结果 做完这一切 赵天明三人 也跑到了天台上 呼呼 化石 你没事吧 赵天明拿着糖刀 随时准备战斗 元空和于南跑的虚脱 大口喘气 李晨指了指地上 被烧成焦炭的暮色尸体 语气尽可能平静说道 都解决了 这家伙是血灵族的王女 还会飞行 让我颇费了一番手脚 说话间 李晨扬了扬手中的修罗剑 上面的血迹 也早已被他焚烧一遍 我用火魔法 附着在剑上 将这血灵王女烧死了 赵天明听后 肃然起劲 虽然 他因为没看过资料 压根不知道 血灵王女到底是个傻玩意儿 但是 听到化石人说 居然用元素魔法 附魔修罗剑 这让赵天明 不得不为化石人的智慧感叹 化石人你这也太强了吧 八位动明剑 外加这位王族动明镜诡异 居然一个人全杀了 我刚才还担心你 特意通知了总部协会支援 还告诉苏部长 我们遭遇动明镜诡异围剿了 赵天明擦了擦额头的汗水 没想到你现在居然一个人解决了 真是虚惊一场 您收获来自赵天明的敬佩值 加一千 李晨听到这话 顿时一惊 你通知了总部协会的人 还有苏敬离 这让李晨感觉 有些不是很妙 他看了看地上黑炭一样的 暮色尸体 心想 应该能瞒过去吧 但是冥冥中 李晨又感觉 自己遗漏了什么细节 是啊 化石人 不过苏部长就算现在赶过来 只怕也要大吃一惊 赵天明大胆咧咧 用糖刀戳了戳暮色焦黑的尸体 化石人 你这火魔法 似乎变强了 怎么感觉 比和苏部长比试的时候还要强 李晨心不在焉回应道 刚才战斗当中 不小心突破到遥光了 什么 袁空和赵天明 两人对视一眼 纷纷看出 彼此眼中的震惊 您收获来自袁空和赵天明 两人的震惊值加五千 不是化石人 你这 这就遥光镜了 赵天明侯结滚了滚 他感觉自己怕 不是在做梦 自己身为失恋者 都才二节动明镜 李晨一个自已修炼的觉醒者 居然已经突破到了第三镜妖光 不是哥们 到底谁才是失恋者啊 李晨和他们谈话间 只见苏敬离 已经开车到了楼下 一杆镜枪 从地面飞尸而上 稳稳插入天台的地面上 而后镜枪变化成人形 苏敬离与近身换位 只用了几秒钟 就到了李晨四人的面前 你们怎么样 李晨 你没事吧 赵天明被苏敬离这手嗅到了 他用堂刀拍了拍地面上 暮色的尸体 没事不长 化石人一个人 杀穿了九个洞明诡异生物 早知道这样 我就不给你发球就资讯了 苏敬离一愣 他看向李晨 老公 你 你突破了 因为视野当中 苏敬离发现不了李晨的灵气波动 这说明 李晨已经突破到了第三镜的妖光 李晨点点头 侥幸 苏敬离又看了一眼 地上八个诡异尸体 还有木色的胶尸 这些 这些是血灵族的王女 和王下护卫队 你一个人全杀了 李晨继续点头 侥幸 来自苏敬离的震惊之家五千 苏敬离白皙的脸蛋上 满是震惊 这可是前世屠杀了十万金海人的王女木色 和他的护卫队 没想到今世 居然在灵气复苏 都还没有开始的时候 就被李晨一个人全杀了 苏敬离赶紧走上前 对着李晨全身上下摸索一遍 不长 你这是干啥 赵天明惊奇 血灵族天生擅长 用血毒控制别人 甚至还会精神蛊惑 我担心李晨你身体有他们的血毒 李晨看着苏敬离 再自己面前检查 他开口问道 如果被血毒感染 会怎样 苏敬离抬头 会很麻烦 这种血毒 有让人丧失心智 变成血灵族奴仆的效果 只有进入第四境 宗师才能凭借元素化 完美化解 宗师之下 感染血毒的人 很难抵御 所以 我得仔细看看 你体内到底有没有血毒 苏敬离的话 让赵天明和袁空悚然一惊 幸好今天这王女 被化石人秒杀了 不然我们活下来 只怕都满 赵天明此刻真想回去 恶补诡异生物知识 不然 他怕自己哪天死 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还好 你体内没有血气反应 真是厉害啊 老公 没想到王女都被你干掉了 苏敬离嘖嘖称奇 李晨悬着的心放了下来 体内没有血气反应 说明暮色的血毒 对他毫无作用 总部的人也来了 他们要是知道 你一个人干掉了九位动民 恐怕零号 都要对你重视起来了 苏敬离笑着说道 李晨不置可否 决心者协会总部 对他而言 只是情报和情绪值的渠道 资源这些系统 给得更多更好 重视不重视李晨 不是很在意 对了 你怎么解决王女的 前世我和这王女战斗 还费了很多心思 总部那边 估计也会问你 到时候 肯定要你分享分享经验的 李晨文言一愣 他准备拿出 应对赵天明三人的说辞 却见苏敬离这时 忽然拿起手机 转头对着一旁 打游戏的于南说道 于南 你把这天台的监控调出来 到时候带回去给总部的人 我们一起看看 战斗经验 是需要大家一起学习讨论的 于南点点头 好 我知道了 我已经把监控 发到你手机里了 李晨文言顿时一惊 他抬头看了看 头顶的监控摄像头 果然看到一个监控 一直都对着这边 这说明 李晨被暮色咬住 甚至用火焰焚烧尸体的动作 全在监控画面当中 听到于南 已经把监控影片 发给苏敬离 监控画面拍到了一切 我到时候 要如何对苏敬离解释 内心这般想着 李晨却一把拉住苏敬离的手 带着他往楼下走去 唉 我影片还没看老公 急什么 等总部的人来协会 我们一起看也不迟 到时候 你可千万别吓掉眼珠子 好吧 你还是这么喜欢装逼 苏敬离无奈 只得依了李晨 答应等回去再一起看 李晨表面 笑着带四人走下楼 实则内心迅速思考对策 不行 不能让苏敬离他们看到录影 我得找于南说好 眼下唯一方法 就是于南的异能了 这小子 精神骇客竟然能隔空 入侵金海市监控网路 那么屁一个影片 应该也不是问题才对 李晨带着赵天明三个人 坐上自己四座跑车 苏敬离则是开自已来时候的法拉利 五人很快启程 从市中心到皇后驱朝协会 总部而去 华世人 你的实力 真的已经一天了 要不是我亲眼所见 我真的想不到 这个世界 居然还有你这等人 赵天明边开车 边嘴里称赞 他身为试炼者 实力都远远赶不上李晨 说出去的话 想必就连总部的人 也会大吃一惊 李晨不置可否 他默默拿出手机 李晨 于南 在吗 坐在后座的于南 灯石愣了一下 打王者见面 谈出的讯息 让他吓了一跳 不过他也算聪明 于南抬头看了一眼 坐在副驾驶的李晨 对方这么面对面发讯息 肯定不希望他们两人的谈话 被赵天明和元空知道 李晨此刻颇有种 女生宿舍的感觉 特魔四个人一队 居然还要死了 于南 队长是问监控画面的事吧 我靠 这小子果然已经看过监控了 李晨内心冒出这个想法 但是 他忽然不慌了 于南竟然看过监控 知道 他已经被血灵王女咬过 但是 到现在都没有揭发他 说明 应该可以透过于南 修改监控画面 李晨 对 于南 大神放心 我不会举报 你开挂的 李晨 于南 大神你被王女咬了 但是屁事没有 而且 我还看到王女对你卑微祈求 所以 大神你肯定 这个地球 online游戏的开挂玩家 李晨现在算是知道 为啥这货叫网瘾少年了 于南 我给苏部长发的监控画面 已经是被我屁过了的 大神不放心 我现在发给你看一下 李晨手里顿时收到一段影片 影片当中 顶楼天台上 李晨与王女暮色 摇向对峙后 王女施展魅惑 靠近李晨后 背后鼓翼张开收拢 宛如要杀了李晨 李晨却瞬间反应过来 用火系魔法 附魔修罗剑 直接一箭刺入王女胸口 王女瞬间跪地求饶 抱住李晨裤脚 苦苦哀求 却被火焰烧死 整个影片前段和结尾 都是真的 但是中间部分 于南把李晨被暮色吸血的一段剪掉了 反而按照李晨的说辞 辟了一段 给修罗剑附魔的 李晨看了 内心惊讶 这影片 特魔看得和真的一样 而且完美符合他对赵天明三人说的话 李晨 为什么帮我 于南 因为我们是队友 于南 我从小没啥朋友 少管所的朋友们 现在很多人都进去了 大神你不但给我开跑车 喝快要水 还给我送好的手机碗 于南 我妈都没有对我这么好过 所以 我不希望大神被人怀疑 坐在前排副驾驶上的李晨愣了一下 他事先想过 给于南一大笔前风口 甚至如果于南乘机敲诈他的话 说不定李晨会采取强硬手段灭口 没想到 于南居然自己已经默默做好了一切 而这背后的原因 只是因为 李晨随手给的手机和跑车 李晨这时忽然想起老爹李隆成的话 性格决定命运 李晨啊 别瞧不起其他人 平日多善意相处 关键时刻 你眼中不起眼的人 能救你的命 李隆成身为顶尖财法 当年 被世纪汉匪盯上 直接把年幼的李晨抢走了 以此索要天价赎金 这一案当年举国震动 因为这汉匪出了名的 要了钱 也会撕票 但是让人没想到的是 劫匪拿到赎金后 居然把李晨完好无损地送回来了 甚至最后 被抓的时候 警察审问他原因 他只是淡淡说了一句 李隆成是我认识巨父当中 慈善做得最多的 而且当年自以母亲重病 也是李隆成设立的基金 免费替他付钱的 关键是 李隆成儿子 当时尚且只有几岁 居然对他说人要手细 不然与诸狗无异 汉匪当时觉得 李隆成几岁的儿子 尚且这么支离 家里父亲肯定教育得好 于是 李隆成为了汉匪 唯一被放出来的人质 而且这一案过后 这汉匪拿着钱 买了重型武器 直接把隔壁樱花 国神策炸了 原因是 当年自以母亲重病 就是吃了对方 核废水污染海鲜 李隆脑海回到现实 他默默看了身后的于南一眼 李隆 谢谢 于南 大神客气什么 我才应该说谢谢 你这开挂玩家 我现在还有机会 抱抱你的大腿 以后想抱都没机会了 于南想了想 又打字说道 大神 你的一个秘密 已经知道了 我也告诉你我的一个秘密吧 李隆 为什么 你要告诉我秘密 于南 因为互相分享一个秘密的话 那么 我们就是朋友了 李隆 好 你说 我替你保密 于南 其实 当年管控我的哨馆锁 不是倒闭的 是被我故意破坏的 只是我没想到 切断电源后 哨馆锁里 有几个正在抢救的朋友 被我害死了 于南 我当时很害怕 我感觉我不小心杀人了 所以从那天 我就到处跑 甚至改变了我的户籍资讯 李晨悚然一惊 这于南 刚成年 居然杀过人 李晨 这么重要的秘密 你说出来 不怕我告发你吗 于南 我也不知道 有时候守着这些秘密 我也感觉很辛苦 就想找一个人说出来 就算被抓了 心里也好受一些 李晨忽然沉默了 一个刚成年的孩子 因为借王影响逃出去 觉醒异能 却不小心杀了人 一个人逃了这么久 很辛苦吧 李晨心想 李晨 我们是朋友 朋友是不会告诉第三个人的 后排的于南 双手顿时愣了一下 接着他手机 收到一个十万的转账 李晨 拿去买面板吧 有时间 我们可以一起排位 于南愣愣看着眼前李晨的背 眼睛下的他 忽然闪出一抹泪花 于南 谢谢大神 恭喜您解救了不幸的于南 您收获来自于南的信仰 当前信仰值 一 住 信仰值是成为神的必要条件 信仰值可为您的实力 提供百分比加成 当前加成 百分之一 信仰值 李晨看着这从未出现过的情绪值 愣了一下 之前 情绪来源都是震惊 叽叹 敬佩 或者感谢值 这些情绪值 被李晨收集以后 唯一的用途 都是被拿来抽奖的 而且使用完之后 这些情绪值 也会被损耗消失 只不过 因为抖音直播的关系 李晨现在的各种情绪值 已经高达三十多万了 哪怕虚拟战斗空间 各种灵界 武器 功法要用 情绪值也暂时是足够了的 可是 现在根据系统的提示 这信仰值 既然永久加成战斗力 别看只有百分之一的加成 少得可怜 但是 如果按照这个逻辑 每个人提供百分之一 信仰值的话 华国现在可以有足足十多亿人啊 李晨不禁想到 若是每个人给他一个信仰值的的话 那得是多少战斗力加成啊 颇有一种 全国每个人给我一块钱 那么我就是亿万富翁的感觉 而且这战力加成 比功法武器什么的还要划算 毕竟功法武器 虚拟战斗空间 这些对战斗力加成是间接的 而信仰值的加成 却直接算 信仰值对于李晨 算是意外之喜 他迅速收起心中的激动 赵天明把车开得飞快 似乎是已经被 金海市中心区堵车给整怕了 二十分钟不到 他们就回到了协会总部 李晨几人还未进去 就见两个人守在门口等着 那是一男一女 结尾短发 胸口除了佩戴有协会 执行专员的徽章 还有试炼者的胸针标志 男的胸针上 有一串小字 二批 76号 女的同样二批 为75号 苏靖里给李晨介绍过 华国当前试炼者分三批 每一批都有三百人 编号则是代表试炼者的位子 他们吸收神力 都是按照编号顺序的 李晨默默扫视一眼 赫然发现 这一对年轻男女 都已经到了遥光镜 苏部长 你们回来了 大家都没事吧 女试炼者安秋雨率先说话 她一头短发 小麦色面板 眼角有一颗质 容貌颜值 虽然比不上苏靖黎 但也绝对算得 尚是眉清目秀 苏靖黎点头 都没事 血灵王女呢 区区一个王族诡异 还要让我们跑一趟 最好是解决了 你们知道空间阵法 使用一次多贵吗 还要浪费我的修炼时间 一旁的男生田龙生 提着手里长剑 眼神当中破为不耐烦 他们本来在吸收神力 结果接到讯息 特意用传送临阵过来 这打断了田龙生的修炼时间 苏靖黎只是随意扫了他一眼 都解决了 今天只是我的专员过于惊慌 所以发出求救讯号 你若是觉得妨碍 你们现在就可以回去 安秋雨顿时掐了难办一下 宛若不好意思般道歉 苏部长抱歉 我男朋友脾气不好 你别和他一般见识 我等都是为华国效力 遇到危险 本就该互帮互助 哪有什么打扰不打扰的 苏靖黎文言点了点头 他本想教训一下田龙生的心情 也被压住 田龙生却再次开口 呵呵 互帮互助 明明就是赵 我们来帮助他们 反倒是让他们 别和我一般见识 这么妙 怎么遇到个洞明镜诡异 还要向我们求助 田龙生说话间 刻意打量着苏靖黎 目光当中满是挑衅 李晨皱眉一下 总部的人 都有这么莫名其妙的优越感吗 而且 这人为啥对苏靖黎敌意这么大 赵天明这时忍不了了 传练者承受神力才突破遥光 是 我是向你们求助了 那是我不清楚 我们队长有实力能解决 让你们白跑一趟 你要我赵天明喝酒 赔罪都行 你这上来就枪胡几个意思啊 真特魔以为 我们金海分部需要你们不可了 田龙生等的就是这句话 他当即回嘴 对 就是需要我们不可 那血灵王女呢 你们怎么解决的 倒是说啊 拿了我们总部那么多灵镜 遇到个洞明镜诡异 还要求助 你们如果拿了资源办不了事 那就把灵镜吐出来 给有实力的人 赵天明听着这话 还没反应过来 李晨却瞬间明误 原来 是因为灵镜啊 李晨想起苏敬离身边 有一批灵号送过来的灵镜 按照苏敬离的说法 灵镜是神给各个国家的战略及物资 因为试炼者分道的神力更多了 所以 灵号抽了一批灵金给苏敬离 让他快速突破 李晨看着情况就知道 这田龙生 应该就是对灵号的做法 颇有微词 但他估计 是在总部 没法和灵号搬手腕 又碰巧来了金海 所以想找不回来 一旁的安秋雨 顿时拉住对方 你说这些干什么 灵号大人都说了 他的安排自有用意 又不是只拿你我的灵精 是每个人读云了一两块出来 大家都是协会同僚 你怎么能这么说苏部长呢 苏敬离是众生者的身份 只有灵号知道 田龙生自然是不理解 为啥要把这么珍贵的灵精 分给一个分部的部长的 苏敬离文言 柳梅倒数 嘴角青脸 我说你怎么上来 就对我莫名其妙的敌意 原来你是说灵精啊 苏敬离一步跨出 有能者居之士吗 好 他伸出右手 竖起一根手指 你但凡能在我手里撑一分钟 我拿到的灵精 全数奉还 苏敬离平淡的语气下 笼罩木翼 什么杂鱼 都敢碰到 自己脸上跳了 田龙生笑了 秋雨 听到了吗 这可不是我找茬 一个区区洞明镜的分部长 口气比我们总部那些 排名前百的天骄还大 我今天若是不出手 田龙生以为灵精就是该给他的了 田龙生腰间 常见温明 空气当中满是剧烈灵气波动 李晨却默默站在苏敬离身前 老婆 我觉得 你不该和他比 田龙生冷笑 怎么 刚说的话就反悔了 李晨只是默默捏了捏手腕 这种杂鱼 哪轮得到 老婆你一个不长出手 他转头 看向眼前的田龙生 竟然跟苏敬离一样 竖起一根手指 一招 只要你能接我一招 我老婆用你的灵精 我全都还你 若是接不了 我要你把刚才说的话 给我一字一句收回去 田龙生文言愣住了 他旋即哈哈大笑 好好好 部长狂也就罢了 这里还有个专员更狂 哦 原来是姚光静啊 看来那批灵精 不是给你媳妇用 而是给你用了是吧 田龙生一步跨出 今天 就让你知道 姚光之间 亦有差距 赵天明默默看着这一幕 他虽然不知道 这田龙生和苏部长 说的什么灵精 到底咋回事 但是 赵天明此刻只知道一件事 有人马上就要倒霉了 苏静黎听到李晨的话 也是惊了一下 但是他望着 李晨平静笃定的目光 倒也是没有反驳 原空这时拉了拉赵天明衣袖 队长是不是上头了 这个田龙生 可是试炼者 队长才刚刚突破摇光 一招真能拿下吗 说实话我也不知道 但是话时人 不会打没把握的仗 他肯定有自已的计较 看到王女尸体 和八位王下护卫队 赵天明对李晨的强大 再度重新整理认知 他觉得李晨敢这么说 自然有些把握的 只是 一招拿下身为试炼者的 遥光静觉醒者 赵天明内心还是觉得 太叫人不敢相信了 于南这时候 罕见没有用手机打游戏 他默默看着田龙生 和李晨争执 回头我得回去补一下淳远 不然队长遇到啥事 我压根不知道 于南耳朵听不见 但是从表情和动作上 也能看出 这两个来自总部的专员 似乎不怎么好相处 怎么 既然如此 还不挑个地方 田龙生看向李晨 声音高亢 李晨默不作声 只是带头朝延武场的地方走去 田龙生 安秋雨两情侣 还有苏静黎四人 紧随其后 喂 你闹够没有 今日这事 若是回去被林浩大人问起 你我怎么解释 走路见 安秋雨小声提醒 自己男朋友 他也不是认可 林浩分给苏静黎灵精的行为 只是单纯不想招惹林浩 林浩前几日 已经跨入第五境 大宗师 更是斩杀了阿三那边的强者 功勋战力拙着 安秋雨就算不爽拿走他们 林浩分给苏静黎的行为 但是林浩的强大 足以让他们 这些试炼者 望而生畏 田龙生只是冷笑 为何要解释 今日这场挑战 是金海分部 这些人主动发起的 届时就算问责 我一口咬死 只是个人切磋 林浩不过是天的彩头赌注 林浩还能公报私仇 再说了 他林浩刻意添私 从我们手里拿走林浩分 给金海分部的人 为何偏偏不给其他分部 只给这个分部 今天这事 就算捅破天去 也因林浩大人 自已先破了规矩 任何人都要按照规矩办事 安秋雨叹气一声 自已这男朋友 自他们认识就死脑筋 华国规定 林浩乃是战略及物资 都是用来发放给试炼者 或者是表现卓越的专员 林浩却对苏静黎为公宣赏 田龙生在总部会议上 就是明确表示反对的 只是反对被林浩无视了 现在收到金海求救 田龙生自是颇为恼怒 拿了那么多灵精 还要求救 试炼者每月 每人分到灵精不过十块 现在被林浩要求 每人抽走一块补贴苏静黎 却又不说原因 一块灵精 足以抵得上 觉醒者百日修行 这东西本就珍贵 现在 还要把为数不多的 灵精分给别人 总部一二批试炼者 都对林浩不满 田龙生也不怕这是爆出去 他甚至觉得 爆出去更好 到时候 让龙国其他分部的人看看 金海市分部凭空 拿了几十块灵精 人不换管换不均 到时候看林浩 怎么堵着悠悠重口 这般想着 一众人很快走到了 盐武场场地 盐武场地上 还有其他 金海分部的执行专员 他们被苏静黎要求 必须每天修行五个小时 因此除了巡视 只有在这里完成了 修炼时间才能回去 眼见李晨等人过来 顿时就有七八个专员 想要上前询问 李晨修行之事 却都被赵天明拦住 赵天明与他们 三言两语说了 方才发生的事情 金海分部的专员们 立刻全都围了过来 怎么 进了你们协会内部 想要以多欺赏 田龙生没想到 盐武场地这么多人 他瞬间把女友 安邱雨拦在身后 一双眼睛 警惕扫尸周围 身为遥光镜试炼者 虽然实力强大 但是金海分部这些人 若一拥而上 田龙生知道 自己怕也讨不了好 李晨只是微微白手 想多了 对付你 我一人足以 呵呵 希望待会儿比试的时候 你的嘴 还能像现在这么硬 田龙生见不是微光 内心对李晨印象好了些许 不过 他看着周围专员目光 露出疑惑 华国每个协会分部 算上总不一起 大大小小 也不下上千基地 协会基地内专员 一般都是各自为战 毕竟都是觉醒者 实力强大 不好管辖 怎么这金海分部专员们 竟然乖乖修炼 而且似乎自以来之前 这些人还在互相交流 战斗技巧 田龙生扫了一眼苏敬离 他隐隐中察觉 这金海部长 不怎么简单 准备好了吗 别说我欺负你 田龙生内心思绪万千 也要等打完这一场再说 他站到李晨对面 准备开始战斗了 就这么打一场 太便宜你了 赢了我们 拿的零金还给你 但是 你若说了 我要你的零金 李晨平静说道 开玩笑 停白无故打一场 肯定不行 这货自已都说 有能者居之 李晨自然要顺了对方心意 田龙生点点头 话既然是我起头 我自然也要按照规矩办事 我不用你一招赢我 随便你怎么来 你只要赢了我 我田龙生以后 再也不提零金之事 并且往后三个月 一共三十块零金全给你 但你若是输了 我请你交还零金 李晨不再废话 他抽出手中修罗剑 那怎么行 我说了一招灭你 就只用一招 田龙生冷笑回应 世人说梦 李晨不言不语 只是深吸一口气 修罗剑出鞘 修长的红色刀刃 迅速泛起灵光 灵世之内 方圆百米的灵气 顷刻间朝李晨 这一剑会涌过来 充盈的灵力 附着在修罗剑上 将剑人映照 飞红的宛若滴血 这就是遥光镜 隐缘镜乃是西灵气入体 强化自身 洞明镜看得见灵气流动 更进一步 而遥光镜则是质变 能够调动外界灵气为一用 也能散发出自身灵气 到了这第三镜 觉醒者 战力已经迅速提升 寻常热武器 在南造成威胁了 古神法在李晨隐远镜时 就能吸收所有元素灵气 到了遥光能调动的灵气 远超一般觉醒者 百米 三百米 五百米 范围迅速扩大 周围空间当中 宛若大海深渊一般的灵气 疯狂涌入这一间 灵力波动间 两旁的专员们 纷纷有些站立不住的感觉 一个个目瞪口呆 好厉害 这就是遥光吗 当真是恐怖 赵天明三人面面相去 谁都没想到 遥光镜操控灵气威势 竟然如此之大 而对面的田龙生 此刻 却沉默了 他也是遥光 而且还是神兵戏绝行者 续号060的兵破龙剑 遥光镜确实能调动空间 灵气不假 但是此刻和李晨面对面 站着的田龙生 却惊讶发现自 已连半分灵气都指使不得 宛若两个 君主对峙 其中一个强大的君主 直接强行命令了周围 几百米的灵气 为他所用 而导致另外一个君主 再无灵气可用 田龙生内心暗自觉得不对 可是两边差距似乎有些大呀 刚才他还在说 遥光之间亦有差距 现在看来 差距是有的 还很大 但是谁差谁就不知道了 李晨面无表情 古神法调动灵气 自然远非普通觉醒者 可比 哪怕对方是试炼者也一样 他根本没有给田龙生感叹时间 凝聚了方圆五百米灵气的一剑 直接一展而下 恐怖的一剑 宛如开天之风 直直落向田龙生 田龙生瞳孔当中 倒映出一把 长达几十米的灵气光剑 红色的剑刃 闪烁着死亡的威光 他一时惊 居然被吓呆了 整个人提着兵破龙剑 抬头痴痴看着 这宛若神威的一剑 竟然忘了逃跑 不好 宝宝快跑 一旁的安秋雨 一把拉开男朋友 这惊天一剑 擦着田龙生肩膀落在地面 演武场上顿时爆起巨大声响 一招灭杀 哄 剧烈的声响 在演武场上出现 李晨面前 一团巨大而强弱巨龙的烟尘 升腾而起 狂风跟着大作 周围一众围观专员们 身躯摇晃 互相死死抓住 才能立足 赵天明三人 眼睛都被风吹得睁不开 这 这简直 一时间 赵天明甚至找不到此语 表达着宛若神威的一击 狂风很快将烟尘散去 只见一条长有百米的 深达几十米的深坑 自田龙声脚下起始 理直延伸到远处 深坑两旁水泥的军裂 露出地下的泥土 更是有断裂的水管 天然气管道裸落 外路的管口 不断喷洒水流 一旁的执行专员们 看到这一箭之威 纷纷哗然 一个个宛如见鬼 甚至有人急忙拿出手机拍照 而正中心的田龙声 此刻面若死灰 一滴冷汗 从他额头流淌下 落入眼睛 可他却完全顾不得眼睛的酸涩 整个人呆愣立在原地 连大气也不敢喘一下 刚才李晨一剑斩下 田龙声只觉得 已经魂飞魄散 连逃命都忘了 狂风吹拂肩 田龙声几根断裂的发丝 落在肩头 宛若他被击溃的自尊和战意 宝宝 你怎么样 你没事吧 女友安秋雨 急忙拍了拍田龙声的脸 毕竟他看上去 彭扶魂飞了 田龙声回过神来 急促呼吸几下 苦涩说道 我没事 他没想杀我 不然 李晨收剑归翘 他看着眼前的深坑 内心对遥光镜的强大 更加理解了 遥光镜可借天地灵气为以用 攻击威力 真正让绝行者 有了超凡脱俗的感觉 这 这就是遥光镜吗 好强啊 靠 这一剑 真的好帅豪马 总不来的这个田龙声 估计吓死了 他怎么想的 居然敢惹李晨 谁知道呢 不过李晨等级真的快啊 这么快就遥光了 旁边的执行专员们 窃窃私语 李晨这一剑让这些人意识到 什么叫做真正的强大 这些人内心对李晨崇拜的同时 也向往着 自以某一天也能达到这个境界 但是苏静黎听着他们的评论 默不作声 身为众生者 如今再修一试 苏静黎对遥光镜的眼光 自然是有的 但是他万分清楚 寻常遥光镜 绝对没有李晨这个强度 一念调动方圆五百米灵气 就算是前世的我也做不到 遥光镜调动天地灵气威力巨大 实力基本就看能调动灵气多少了 一星遥光不过十米范围 往后每升一星则是增加百米 可是李晨刚入遥光 出手就是五百米灵气一击 而且调动了全部元素灵气 苏静黎更是看到 田龙生对战李晨时 想要反抗都不能 甚至连半分灵气都用不了 这说明 李晨对灵气使用的 优先全远超田龙生 遥光镜后的战斗 就是看使用者对灵气用法如何 面对序列六十的神兵系田龙生 李晨都能把对方压制到无法还手 苏静黎内心惊叹间已经知道 就李晨现在刚入遥光的实力 只怕也是第三境内难寻敌手了 这一见于你如何 李晨望向田龙生 田龙生面容苦涩 方才李晨说 能接他一招就算赢 田龙生还觉得对方过于狂妄 现在看来 狂妄的是自已 对方只是说出一个事实罢了 想起自已居然还说 遥光之剑 一有差距 田龙生顿时 就觉得自已脸上火辣辣的 自已说出的话 最终正中打在自已脸上 田龙生低头 无奈开口 兄弟 李老实 求放过 你赢了 我收回之前 对苏部长 还有你说过的话 往后三个月 我的三十块零精 我都会让林浩大人给你 安秋宇此刻无奈苦笑 他之前都让自已男友 别多声势短 林浩大人特意吩咐的零精 自然不是给一般人的 只是安秋宇 当真不敢想象 自已男朋友 在二批试炼者当中 也算中上水准 居然不是李晨一和之敌 不是 有这实力 你们还要求救 你们是故意整骨我们来的吧 你们这队长 都够得上一批那群变态了 求救啥啊 安秋宇幽怨看了赵天明一眼 赵天明挠了挠头 那什么 我们队长刚才才突破摇光 我也不知道啊 什么 你说你们队长刚刚突破摇光 安秋宇更惊骇了 赵天明点头 真的啊 画世人执行任务过后 才突破摇光的 田龙生和安秋宇对视一眼 不是哥们 这 这你跟我说才摇光一行 田龙生心想 自己可是摇光六星了呀 现在赵天明告诉他 李晨才入摇光 这 你们队长这天赋实力 居然不是试炼者 安秋宇真的感觉不可思议 刚入摇光一招 就能秒了自己男朋友 好吧 安秋宇发现字 已对李晨估计错了 他感觉 李晨就算比那些试炼者 也绝对不差了呀 华国总部到底咋回事 居然把这么个大佛漏了 安秋宇并不知道 李晨是几天前才觉醒一能的 不然只怕更要吃惊 华世人真的已经强到 让你们这么恐惧的地步了吗 赵天明等人 未入摇光 只能感觉这一剑威力惊天 却不知道其中奥妙 可是 看田龙生和安秋宇两人 一个战斗忘了逃命 一个惊叹连连 这让赵天明等人很是震惊 彭扶他们 不是试炼者 李晨才是试炼者一般 你等不入摇光 观他如井底之蛙渐远 你等日后进入摇光 见这一见就知道 什么叫一力浮游望青天 田龙生缓缓摇头 同为摇光镜 面对李晨 他连调控灵气的资格都没有了 这种绝望感 等赵天明等人 到了第三镜摇光 亲身体会方才知道 田龙生走上前 对着苏敬离弯身道歉 之前我口无遮拦 对苏部长刻意刁难 是我不对 之前那些话 苏部长大人有大量 劳烦将我当个屁方吧 若心中过意不去 苏部长要求什么补偿 我田龙生但凡有的 自会双手奉上 苏敬离和李晨对视一眼 两人都没想到 这田龙生竟然如此能屈能伸 主打一个从心 你既然赔偿灵敬 我自然不会追究你 不过 日后总不如还有人搅口舌 苏敬离自然懒地看后续 再有人一次挑衅他 田龙生当即开口 我回去就把今日一战告诉他们 日后绝无任何失恋者 敢对此有意义 既然如此 你们可以走了 田龙生拉起安秋雨 这便迅速离去 一来 留在这里田龙生 只觉脸上无光 二来 田龙生想立刻把李晨上报总部 可惜 李晨笑着开口 可惜什么 苏敬离问 李晨看着田龙生远去 可惜 他这一会去 日后怕是没人敢以此挑衅 这样 我也受不到林晶了 苏敬离扑斥一声笑了 你已经有了灵矿提纯技术 还害怕日后 没有林晶用 说的也是 回去便看看 老爹弄的机器如何了 李晨看到田龙生 对林晶的在意 知道苏敬离说的没错 这东西对觉醒者真是硬通货 日后他 若是能批次生产 那在灵气复苏的时代 李家当真是要如日中天 田龙生和安秋雨 使用空间阵法传送离去 他们来的时候 啥也没带 走后却给李晨留下十块零金 还有二十块 要等后面两月支付 外加高达两万的 来自执行专员们 和这两情侣的各种情绪值 这个对李晨 简直就是大自然的馈赠 李晨看了一眼 演武场上的巨大裂缝 他打了个电话 给自家燃气公司和建工集团 让负责维修的人 迅速过来抢修 这时 其他执行专员们 纷纷围了上来 一个个表达震惊的同时 又急切询问李晨 关于修行战斗的窍门秘籍 李晨一一指点了他们半个小时 众人这才散去 各自拼命努力 希望早一天 能达到李晨这个境界 厉害呀 老公 初入遥光 却能碾压失恋者 你现在和我说 你是众生者 我都信了 苏敬离看着李晨美目之中大放异彩 李晨修行速度和战略 已经远超苏敬离的想象 如果说遥光之前的李晨 他苏敬离 还能凭借战斗技巧 抗衡一二 那么现在 李晨进入遥光境后 一剑已经足以秒杀了他 苏敬离暗自庆幸这种人 加入了官方协会 若是自立门户成立组织 只怕除了第一批试炼者那群人 现在根本无人压得住李晨 李晨默默把玩着手里的灵精 来自田龙生的灵精 呈现迷人的湛蓝色 显然内部 蕴藏着冰元素的气息 李晨身体内部的水深 暴露出一股躁动的渴望 显然对着灵精内的力量 垂涎不已 这灵精制得不错 至少是七成冰精 苏敬离注视李晨说道 七成 灵精也有质量划分 李晨惊讶 那是自然 从引元到半神 一共九间 实力差距天大 同样一种灵精 怎么可能攻击全部觉醒者用 神制造这些石 都是把不同阶段的灵气 注入不同晶体 分给各国使用的 七成灵精 代表内部灵气占据七成 成分越高 质量越好 李晨疑惑 每个阶段 不都是吸收灵气吗 无非多管而已 有啥区别吗 还要分不同阶段的力量 苏敬离摇头 自然是有区别的 摇光以前都是吸收灵气 但凡是灵精都能用 成分越高 只是代表灵精内部 蕴含灵气越多 可是宗师之后 因为自身已经元素化 想要用灵精 突破五阶大宗师 那得是海量灵精才能做到 所以 神会下发 元精给各国 那是不同于灵气的力量 或者说 那是灵气的本源 李晨默默听着 元精吗 苏敬离拍了拍李晨肩膀 你现在刚入妖光 考虑宗师的事情 还是过早了 虽然你调动天地灵气的能力 远超其他人 但是 要想突破第四阶宗师 需要把自身全部元素化才行 我看你 似乎对各种属性的灵气 都颇为亲和 这在宗师以下 固然是好的 但是 要想突破宗师的话 你最好只修一种元素 或者是不冲突相克的元素 不然 元素之间互相冲突 你的身体 若用全部元素的话 只怕会崩坏 李晨若有所思 遥光静要突破宗师 身体必须从肉身繁胎 转为元素之躯 可是不同属性元素 互有克制 比如水火不容 若以此脆身 只会自寻死路 李晨听着 内心却并不急 古神法乃是SSS急功法 肯定有解决元素克制的方法 多谢提醒 不过 你的无双镜 又是什么元素呢 李晨好奇问道 灵事当中 苏敬离的无双镜颜色 不同于任何一种元素 而是一种朦胧的 类似于无色的存在 如果说李晨的修行道路 乃是百无禁忌 万般元素只要存在 它就可以吸纳 那么苏敬离 却类似另一个极端 朦胧当中 似乎什么元素也不存在 贸然问别人修行秘密 可是大救 苏敬离忽然说道 李晨刚要道歉 却被苏敬离 用手指点了点嘴 不过 你对我都没有隐瞒 我自然也是可以告诉你的 续号003的无双镜 不修任何一种元素 恰恰相反 我的修行 乃是吸纳各种元素后 让它们互相消耗 消耗完元素特性后 留下一份 无任何属性的力量 吸纳入体 李晨听完 顿时明白 灵号为什么 要拿一大批试炼者的灵精了 苏敬离这种修炼方式 要用各种属性的灵气 彼此对冲 比如一份火 一份水 两者同归于静后 留下一份无属性的力量 等于苏敬离吸纳一块火精 和一块水精 才能有一块灵精的效果 这种修行 自然消耗灵气 比一般教行者都太多了 不过好处也是明显的 无属性的力量 意味着不畏惧 任何一种异能的克制 当然 李晨用古神法 同时吸纳各种灵力 也能做到这一点 而且同样境界 力量比苏敬离要强很多 李晨这时忽然感觉 能开创古神法的 简直是天纵奇才 同时吸纳各种灵气 必然会互相冲突 可是古神法 却巧妙在宗师之前 凝聚元素法身 让各种灵气分别隔开 这样互不打扰 如此手段 比苏敬离的 无双法要高明太多了 难怪 你前世能杀上九转半神 李晨内心料然 这种无属性的修行法 前期虽然发展慢 但是一旦成了 最终战力 定然远超同级别对手 苏敬离前世 能杀到九阶 不是没有道理的 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 李晨若是可以 希望这一世 也能成就半神 苏敬离望着李晨说道 论天资 论修行 李晨早已超越 苏敬离前世今生所见 任何一人 半神吗 那必须的 李晨同时在心中默念 半神怎么可能是终点 自己的目标 乃是成就神境 这时 李晨口代理电话响起 他一接通 立刻传来一个小女孩 高兴的声音 哥哥 猜猜我是谁 李晨文言轻笑 我猜你叫李云朵 猜对了哥哥 这么久没见 你有没有想我俩哥哥 电话对面 赫然是李晨唯一的妹妹 李云朵 李云朵上个月 跟着姑姑李清竹 去度假玩乐去了 甚至就连李晨婚礼 都只是打了个影片 电话祝福 眼下 却透过李晨父亲的电话 传出声音 估计是回金海了 当然 有想你啊云朵 电话那头的李云朵 如是重负般 叹了一口气 那就好 不然我还以为 只有我一个人 在偷偷地想你 苏静黎听着眼睛放光 这小女孩说话 也太可爱了吧 这时 李晨父亲接过电话 李晨 赶快回来 灵气提纯机 坐好了 零号派人除错了一下 凝聚出了第一块灵精 纯度高达九成九 李晨文言和苏静黎对视一眼 纷纷看出 对方眼中的震撼 九九成 稀罕我啊 李晨带着苏静黎 和协会众人别过 立刻开车 直奔家里去了 赵天明眨巴眨巴眼 和原空 于南三人面面相去 也是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我去资料库 补一补诡异生物资料大全 赵天明抱着糖刀上了楼 我也要回去学一下纯语了 于南用精神骇客 从B站下载了纯语教学影片 向协会专员宿舍走去 留在原地的原空挠了矛头 看来小僧也得努力了 回去就让方丈 传习我大乘佛法 不然真的跟不上李队长了 不知不觉见 很多人因为李晨的存在 已经开始改变了 前世的命运轨迹 家里人都回来了 你待会儿别紧张 李晨驾驶跑车说道 苏静黎点点头 放心 我不是小孩子了 不是孩子还喝奶 李晨笑了 赵天明可是和他说了 苏静黎喝母乳的事情 你 苏静黎脸色一红 旋即不说话了 李晨心情很好 迅速飙升速度 刚才电话里可以得知 李晨小姑李清竹 妹妹李云朵 还有二叔李书明 今天都来了 应该是因为 之前李晨在抖音直播的原因 得知李晨是觉醒者的家人们 迅速回来 想要一探究竟 两人迅速赶回 中心别墅区的家里 一开门 一个梳着羊脚便 身穿公主裙的小女孩就啊 得一声跑向李晨 李云朵看起来 只有五六岁的样子 她跳起来 扑到李晨怀里 李晨笑着将妹妹抱起 穿着白袜小皮靴的李云朵 抱住李晨 对着李晨脸上 就是巴唧亲了一口 哥哥我又看到你了 这么久没见 多多可想你了 李晨抱着妹妹走进客厅 老爹李隆成 拄着拐杖正等着 一旁是戴着眼镜的李书明 正埋头在桌子上 计算着什么 小姑呢 李晨问 姑姑她有些不舒服 说要倒时差 刚才吃了药 就睡觉觉去了 李云朵对着李晨回应道 李晨 静黎 你们都回来了 来看看提纯机器的结果 李隆成递过来一个平板 李晨和苏静黎开启一看 发现正是李晨图纸上 设计的机器 我让京海制造工厂那边的工程师 连夜感知出来的 诚儿你说的没错 制造这机器的原料并不算难找 主要材料 纳架合金 工业陶瓷 石墨烯等在我们华国储量不少 你和静黎看看机器效果 李晨和苏静黎边听边看 平板当中是一段提纯机工作的影片 灵气提纯机宛如一个小型钻井 长长的伸缩钻头直入地下 而它的目标不是什么矿石 而是灵气 明刻在提纯机核心上的法阵 发挥作用 蕴藏在地下的浩瀚灵气 瞬间被抽取上来 顺着特制灵管 汇入晶体盒 半个小时过去 一块完整的灵晶 就从传送带上滑了出来 这是工厂工程师 花了一夜时间 赶制的第一台提纯机 已经投入工作一个白天了 目前半小时 就能制出一块完整灵晶 你二叔正在计算提纯机成本 制造提纯机的工业原料 我也着手开始准备了 华国境内头部的相关公司 正在被收购 这次机器的事前 还要多谢金 都灵号的协助 他刻意送了灵晶给我们做对比 还告诉我们 容纳灵气都需要什么材料 不然这提纯机 还没那么容易完好 李隆成说着 拿出一个盒子 开启一看 正是两块标准灵晶 一块是京都协会总部的 另一块 则是我们提纯机制作的 李成和苏静黎 好奇拿起来检视 果然发现 提纯机制作的 灵晶灵气充盈率 居然高达99% 比神下放给各国的都要好 灵晶果然只是 神随手制造的东西 他们也没有用心做 反而没人类工业化机器 做得完美 李成感慨 这灵气提纯技术 真的是意外之喜 灵气复苏的时代背景下 本来灵晶都是 审发给各国的战略及物资 一块就能抵挡百日功效 现在 有了这提纯机 华国完全可以批次 无限生产灵晶了 成本如何 李成惊喜问道 戴着眼镜的李书鸣 这时抬头 我方才仔细算了 一台提纯机制 做成本 现在大概在5000万左右 成本过高 意味着就算以李家的实力 也没法大量制造 别急李成 我说的是现在 随着你直播爆出灵气复苏 如今掌握工业原料的 其他公司 正在疯狂降价 抛售资产 就和我们之前一样 李书鸣服了服眼镜 我们现在抄底收购的话 成本应该会降一半下来 李成恍然 就和自己老爹李龙成之前一样 富人们得知灵气复苏后 直接选择抛售资产变现 拿钱打造所谓的末日避难所 或者去买觉醒者的血清 可是 2500万一台 就算把李家的现金流泉堵上 也没法覆盖华国呀 李成知道 按照图纸 这提纯机 一台可吸纳灵气范围 大概就是金海市一个区域那么大 光金海市 就得最起码十多台提纯机 才能全覆盖 华国全境上下多少城市 就算抛去无人居住的深山 仅仅算城镇 那需要提纯机的数量 也是天文数字 至于为什么要覆盖城市 因为按照苏敬离重生所说 灵气全面复苏后 环境变异 灵气浓郁的地方 会爆发动植物 亦变危机 身上还有灵空间 灵界 若是任由神来散工 届时这些地方 出现在人口密集的地区 如何办 那得死多少人 所以 这灵气提纯机 一方面用来灵精的制造 一方面 则是可以人为 控制灵气爆发的地点 李龙城咳嗽一声 所以 这也是我让你 马上回来的原因 我把提纯机的讯息 上报了国家 凭我们李家一个家族之理 根本无法完成这项工程 这事情 需要国家力量 李龙城眼神严肃 我打算让国家出面 这样收购工业原料 建造生产流水线的速度 也会快上许多 我们李家 只需要负责 核心法阵的生产就可以了 李晨瞬间明白了 老爹的用意 老爹的做法没错 灵气提纯机的市场 不是一个李家能吃得下的 所以选择只生产 核心法阵 其他事情 分交国家力量 来做 那么 就算李家拿不到提纯机 全部利润 也能在灵气复苏后 与国共存 至于保留核心法阵 则是李龙城对人心的洞见 功高盖主兔死狗烹 自古有之 不防一手 谁知道以后会怎样 苏静黎听了没有说话 若是他之前的性格 也许会说 李家这是位子 以谋私利 但是如今 他作为李晨妻子 试想一下 没有李晨 哪有今天的灵气提纯机 老爹 就按你说的做 李龙城点头 那好 我这边还有很多合作要谈 今天怕是没法待在家里了 我和你二叔 制造提纯机各方的协调 晚饭就你和静黎吃吧 朵朵想你了 你多和他说说话 白天你没有任务 把朵朵交给青竹就行 李晨点点头 宋老爹和二叔出了门 这时 别墅区楼上 处于昏睡当中的李青竹 忽然闷哼一声 整个人从床上滚了下来 苏静黎和李云朵听了声音 两人大眼瞪小眼 急忙跑上楼 检视什么情况 却见李晨的小姑李青竹 全身长满诡异的红色纹路 李青竹的气息正不断微弱下去 坏了 被诡异感染了 苏静黎当即大吉 李青竹穿着一身白色睡裙烫 在地毯上 一头瓢染的金发之下 全身连带脸部都被红色的纹路覆盖 他秀眉紧皱 不停闷哼 显然极为痛苦 却双眼紧闭 无法苏醒 红色的纹路 每隔几秒便闪烁一次 李青竹的气息也跟着迅速衰弱 小姑 小姑你怎么了 李云朵害怕问道 他伸出稚嫩的小手 想要将李青竹身上的红色纹路抓下来 却被苏静黎一把抓住 不要碰 这是血灵的献剂纹路 碰了会寄生到你身上 苏静黎眼神凝重 无双镜召唤而出 化作一个担架 从李青竹身下穿过 将他抬起 苏静黎将李青竹转移到客厅 认真看着对方身上的纹路 姐姐 小姑身上有坏东西 怎么办呀 李云朵急得不行 却又害怕 只敢躲在苏静黎身后偷偷看 苏静黎摇摇头 血灵族的献剂法 只有开始之前好处理 现在这架势 似乎已经开始了 李青竹的症状 和血灵族的剂品很像 全身的血纹 布满全身后 会迅速吸收宿主的一切生机 吸收完后 血纹会消散 而宿主的力量生机 则会转移到血灵族的祭坛当中 只是苏静黎没想明白 李青竹到底是何时何地 着了血灵的道 眼看血纹献剂一直进行 苏静黎有些紧张 除了血灵族字也 觉醒者要想中断这祭祀魔法 要磨杀了施法的血灵族 要么就得切服 才能除去这血纹 可是如今 血纹已经长满李青竹全身 就连精致的面容上 都是不满了 苏静黎一时根本抓不到 施展献剂魔法的血灵族人 若要切除面板的话 岂不是要将李青竹彻底毁容 苏静黎听说李晨这小姑 还是华国的人气女星 前世的字译 现在若切了她全身面板 苏静黎就算用脚响也知道 李青竹到时 只怕是不愿活了 哪有女生愿意毁容的 还是这般全身毁坏 可是时间一直流逝 几分钟过去 李青竹呼吸已经微弱到 几乎不可感知 苏静黎咬了咬牙 无双净化做手术刀 想要让对方活着 只能切除血纹附着的面板了 诡异生物的强大 可见一半 饶视苏静黎身为九转 其实也没啥好办法 这些诡异种族 连神都无计可施 要求助人类 苏静黎打算动手时 却见李青这时 已经回了家门 李云朵急忙跑去 抓住李青裤脚 哥哥快来看看 小姑 小姑她身上 都长满了红色的坏东西 姐姐说要切除面板 才能救啊 你快救救小姑呀 李青急忙走近检视 这是血灵族的陷阱魔法 血迹 拥有了血灵王女 暮色的灵体 李青一眼就能认出这种东西 苏静黎差一看了李青一眼 你居然认识 现在必须直接切除面板 不然再过几分钟 你小姑只怕性命不保 不 不行 小姑最爱美了 若我们这么做了 她醒过来 定是不想活了 苏静黎却拿紧了手术刀 可是现在不切 你小姑只怕都撑不到 不想活的时候 李青犹豫 看了苏静黎一眼 当即叹了口气 她默默调动血灵王女 暮色的灵体 一股强烈的诡异气息 从李青身上散出 本来李青是不想 暴露这种秘密的 可是小姑这陷阱魔法 苏静黎被李青身上 涌现的血灵气息惊呆了 若不是亲眼看着李青 就站在自己面前 她都要怀疑 自己身边站了一位 遥光镜的血灵王族 李青眼睛 看着李青竹身上的纹路 她的眼瞳 转化为暮色一般的红色 给我出来 一声令吓 原本附着在李青竹身上 连苏静黎都感觉棘手的血纹 居然被李青一句话 乖乖喊了出来 红色纹路 迅速从李青竹脸上退去 不到几秒钟 就从李青竹脚尖全部退出 化作一团密密麻麻的红色线团 乖乖趴在李青面前 李青用手抓住对方 血红色的线团 乖乖让李青捏在手里 把能量还回去 李青一句命令 这血红色线团 立刻伸出一头 对着李青竹一喷 一股带有女子体相的白光 便返回到李青竹身上 李青竹瞬间有了反应 整个人袖眉睁开 呼吸也平稳了起来 做完这一切 血红色线团立刻为敏 宛如被榨前一板 化作前丝 苏敬离看着这一幕 这才知道 这血纹不是什么纹路 竟然是一种诡异生物 这宛如长冲的生物 将李青竹的身体能量 吸收入体 腹部都长了起来 先前纹路的闪烁 则是这血虫的呼吸起伏 李晨 你 苏敬离身躯后退 远离了李晨些许 李晨用的手段 根本不是觉醒者应该具有的能力 反而像是诡异种族的天赋神通 这血虫只认主人使唤 或者更高血统的血灵族强行命令 苏敬离这般一想 这岂不是说明 李晨根本不是人类 而是血统极高的血灵族人 李晨将这钳丝一般的血虫 捏在手里 迅速以此为媒介 检视施法者到底是谁 这是 附近药店的店主 李晨睁开眼 云朵 你告诉哥哥 小姑是不是回家之前 在药房里开过药 李云朵这时也跟着想起来什么 是 我和小姑坐国际航班赶回来 小姑路上感冒了 要导师拆睡不着 他进门之前 让司机叔叔 顺路买了点安眠药 李晨恍然 血灵族的陷阱魔法 不可能凭空施法 一定是有什么媒介 将这血虫 汇入了目标身体当中 苏敬离听着这一切 顿时反应过来 是了 前世血灵族 一口气 陷阱了整个金海市的千万民众 他们原来 是将血虫 汇入了药片里 苏敬离宛如大梦初醒 他一直不知道 怎么调查血灵族陷阱 做成的方法 现在被李晨顺藤摸瓜 找出线索 苏敬离内心瞬间明误 恐怕不只是药店 水源 食品 衣物 都有 李晨沉生说道 只要是能和人 直接接触的东西 这血虫都能透过媒介 进入人体 而且陷阱魔法不催动 血虫对人体无害 只会一直潜伏 苏敬离这是妄向李晨 可是 你怎么会血灵一族的天赋神通 你莫非已经投入 诡异一族 今日若不是李晨 以血灵王女的手段反制 李清竹就算活下来 也是面容敬毁 而且 药片当中 混入血虫虫卵的事情 苏敬离也无从得知 李晨只是说道 若我以便捷投入诡异一族 协会内早就无一人能活 苏敬离愣了一下 李晨说得很对 以对方这遥光静无敌的实力 金海协会 无一人能敌 苏敬离这时候想起白天 李晨强势斩杀了血灵王女 和王夏护卫 却在被自己要求看监控时 有些支支吾吾 他目光注视向李晨肩膀 果然看到那一处的衣服 已经破损出一个口子 虽然露出的面板 完好无损 但是苏敬离大概也知道 发生了什么了 你白天 被王女咬过了是吗 苏敬离指了指李晨肩膀 李晨低头 也看到了那一处破损 脸色苦笑 我试图隐瞒 没想到还是漏线了 我确实被咬了 但是我的身体 和你解释的一样 并无任何血毒 而且 我还能使用血灵的天赋神通 但是具体原因我没法解释 你也不要再问 你若是认为 我已投入诡异一族 那 苏敬离摇摇头 这事 就当什么也没发生过 是个人都有秘密 我替你保密 那好 你留在这里帮我照看一下云朵 我去去就回 李晨提着修罗剑走出门去 附近的药店的 那个店主 差点害得小姑飞死极惨 就让她的命 来偿还好了 金海市皇后大盗 十三号药房 天色早就黑了 此刻 已经到了半夜 负责开药的药剂师 是一个体格肥胖的大汉 药店内没有顾客 他就把头埋 在柜台上 专心制制玩着手机 时不时发出黑黑黑的怪笑 刷着抖音上的黑丝美女影片 王智杰擦了擦口水 人类的衣服 真是好看 这黑丝 要是回去让王女穿上 子泽 让我拿来泡血奶茶 喝我都愿意 不过 王智杰神色紧跟着搭了下来 我只是一身杂血味道的血灵普通族人 怎么可能配得上香香软软的王女呢 王智杰看到抖音的美女影片 不禁想起 自己在族内基地偶然碰见过的暮色 对方魔鬼的身材 天使的脸蛋 却一副庸辣而无味的眼神 让王智杰这位普通血灵族人 久久难以忘怀 以至于夜深人静 刷到一个美女影片的她 就不禁回想 血灵王女体质特殊 若是自己能与王女结合 王智杰体内血脉 定会纯净不少 到时候 说不定能混个长老当当 乃像现在作为普通族人 要在前线老实执行任务 但是这也只能想想了 血灵族按照血脉划分地位 王智杰诞生的时候 血脉就已经注定 她此生最多智能成长的二姐 也就是动明镜 而王女暮色 王智杰听说对方现在 就已经到动明镜了 天赋极限 更是直达七阶分王镜 两者差距宛弱于你 若不是血灵族 实行金海献祭计划 她王智杰 压根和暮色此生 都无法产生交集 感叹一声 王智杰默默开启西红柿小说 打算晚上看得半猪吃虎 抢取笑话的爽闻放松一下 这时 忽然有一位英俊帅气的男人 走了药房 药房门口地板下的感应器被触发 欢迎欢迎的语音响起 王智杰立刻收了手机 笑容满面看向顾客 来药房发放夹杂血虫虫卵的药片 这可是关乎县计金海计划的足内大事 王智杰不敢马虎 你好 请问需要什么药 王智杰扫射这位顾客一眼 这么晚来药店的 一般事前都是买敏亭之类 却见这位顾客开口说道 拿云南白药 消炎药 沙布 酒精消毒 王智杰愣了一下 他仔细看了一眼眼前的顾客 不知为何 王智杰总感觉 这人自己似乎在哪见过 你这是 有朋友受伤了吗 王智杰边拿药边问 不 这药是开给你的 顾客默然开口 啊 可 可我没有受伤啊 王智杰停下了手伤动作 一时间有些梦了 话别说太早 你马上就要受伤了 李晨吃笑一声 隔着柜台伸出手 一把就将对方抓在手里 你 你这是做什么 王智杰看着眼前的李晨 对方的目光 彭腹和自己有深仇大恨一样 你猜 李晨皮笑若不笑 一拳就将对方灌翻在地 王智杰试图爬起 却又被一脚踩趴下 马德 是你自意找死 王智杰生气了 祖老虽然告诫他 不得惹事 引起协会注意 但是 被一个人类食物按在地上打 他也是忍不了这口气 白大挂碎裂 王智杰全身变成红色 却没有纹路 洞明镜的气息散开 他抬起长有独角的头 卑贱的人类 我现在就让你知道 话未说完 李晨又是一拳抡在王智杰脸上 巨大的力量 将王智杰打翻在柜台上 玻璃制造的药柜 碎裂塌陷 药盒撒得满地都是 王智杰躺在满是碎片的药房地板上 一时间头晕目眩 不是 我 李晨压根没有回应他的话 小姑刚才差点费死即伤 让他此刻下手没了轻重 一分钟过去 王智杰全身是血 伤痕累累躺在地板上 药垫的地板 甚至都被打得塌陷了 李晨松了松手腕上的手表 解开衣领一颗扣子问道 现在 知道我是谁了吗 王智杰被打得心胆剧烈 连哼哼都不敢 这男人一进殿对着 自已就是一顿毒打 哪怕他展现血灵身都无用 努力睁开肿起的眼睛 王智杰看着对方顿时想起了什么 他声音颤抖 你 你是李晨 李晨在抖音直播杀鬼过 诡异一族自然也是看过的 王智杰心想 自已难怪觉得对方眼熟 该死的抖音美颜 居然让他第一时间没认出来这位杀配 哦 原来知道我是谁 现在 我问 你答 敢说一句假话 或者不回答 我就切你一块皮 李晨将修罗剑拍在对方身上 这祸方 才让小姑李清竹 差点全身都要切除面板 这滋味也该让对方感受一下 王智杰吓了一哆嗦 赶紧点头 李晨看乐了一下 诡异生物原来也会怕死吗 我小姑李清竹的药 是不是你吓得血虫乱 王智杰听到这话 顿时犹豫起来 足劳可是告诫过他们 这计划隐秘 胆胆泄密 按足规 直接丢入血池陷阱 李晨却不管不顾 一剑就削下对方小腿面板 你不说 我每个十秒钟就砍一剑 王智杰痛苦捂住小腿 十秒过去 李晨又是一剑 啊 王智杰痛波出声 别喊 你敢扰民 我就敢现在让你升天 李晨冷笑 王智杰惊恐看着眼前的男人 对方在直播的时候 笑容满面 还小心提醒直播间 谁有不要上当受骗 现在王智杰真正面对李晨 却感觉对方宛如沙呸一般 动手丝毫没有手软 别 别打我了 我说 我说就是了 王智杰急忙喊停 李清竹 就是从我这拿的安眠药 虫卵就混在里面 县计是长老 让我今晚试试的 看看虫卵能不能顺利 出发陷阱魔法 至于李清竹 我不是故意针对他的 只是他运气不好 刚好今晚买药 李晨听了 瞬间感觉不妙 按照这人的说法 今晚尝试陷阱魔法 目标不止李清竹一个人 李晨赶紧问道 你们这次实验虫卵 目标是多少人 王智杰连忙回答 就 就几百人 县计开启 虫卵会将目标吞噬得一前二进 然后变成血蝶飞回来 我们也不敢搞太大动静 实验虫卵目标 都分散在金海各个区域 一个区域几百万人口 失踪几个没人注意 王智杰说着说着 眼神斑斑 透露血灵族机密 他就算能活着 从李晨手里逃出去 日后血灵族长老 也不会放过他的 就几百个 李晨脸色铁青 几百人命 这血灵族 似乎毫不在意 和苏静黎说的没错 在诡异种族眼里 人类就只是食物资粮罢了 王智杰急了 这计划不是我制定的呀 我只是 负责催动虫卵的人 我若不执行 长老也会杀了我啊 李晨冷笑 他一剑刺穿王智杰肚肠 对方卫部 入出一颗尚未消化的血精 这是血虫吸食人体后 凝结能量的结晶 王智杰连忙捂住自己的胃 这也是长老逼你的吗 李晨当即就要一剑杀了对方 这人竟然将吸食人体的血精吞了 显然就是打算 以此提升实力 王智杰忽然一把抱住李晨脚踝 别杀我 我给你当卧敌 我告诉你 我们血灵族的基地在哪 李晨愣了一下 对方说的倒也在里 自已巡视金海的时候 这药房也曾探查过 天目却也难以发现 血灵族的痕迹 若不是今晚陷阱魔法 李晨都不知道血虫的事情 可想而知 要靠他自已找着血灵族的藏身之地 颇为困难 这么一想 李晨冷声问道 你若骗我呢 王智杰刚想说不敢 这血虫丝被李晨放入 王智杰剖开的腹部 迅速钻入对方体内 王智杰当即惊呼 你 你怎么会我们血灵族的陷阱魔法 王智杰眼睁睁看着这血虫钻 入自已体内 惊恐之中 却又想不明白 为什么眼前的人类觉醒者 能操控他们血灵族的血虫呢 这 这是我的血虫 血虫入体 王智杰立刻能察觉到 一丝熟悉的气息 这特魔 不是自己培育的血虫卵吗 可是现在怎么听从对方的吩咐了 眼下情况只有一种解释 李晨也有血灵族的血脉 而且 未接远在自已之上 难道 你 你是我血灵族的前辈 难道 你刚才对我做的一切 都是族老派来考验我的 王智杰愣愣望着李晨 回应他的 只有李晨的一个大笔多 考验你妈的头 李晨有些佩服这货的自我脑补能力 不过 他眼下有更重要的事情问 你先告诉我 你们是如何隐藏字 以气息的 还有 你们在金海市的基地 位于何处 王智杰压下内心的种种疑问 赶紧回答 我们血灵族 天生擅长操控血液 祖老从你们医院血库当中拿了血样 给每个族人都注射了 人类的血混 在我们体内 只要我们不显露 自已真身 祖老说 除非六阶封喉静 不然很难察觉 李晨恍然 这血灵族祖老真贪娘是个天才 还能想出这种办法 难怪二阶天目 能察觉体内灵气流动 都难以发现 那基地呢 我们在金海 一共有三个基地 特殊阵法 还要查验血脉对上暗号才行 王智杰越说 脸色越白 修罗剑一直插在对方胸口 他全身的血液 都要留钱了 那 基地内部 你们血灵族有多少人 这 我只知道 我在的皇后区基地 大概有三四十个族人 基本都在隐元境 只有三位管事是洞明境 最高的是血将军 听说到了遥光 但是 我在基地待了几个月了 一直没见过将军 王智杰默默抓了抓修罗剑身 李晨 大人 能不能让我恢复些许 不然我快不行了 李晨一愣 抽出修罗剑 王智杰立刻如释重负 赶紧施展天赋神通 将流淌在地的血液 全都吸入体内 他抓了一把纱布无助 被剖开的肚子 苍白的脸色 这才有些血气 最高只有遥光 李晨略微思索了一下 他觉得 不如现在就去那基地看看 反正有暮色灵体气息掩护 到时候打得过便全杀了 打不过再出来想办法就是 不过 听王智杰这般一说 李晨内心有些不妙的感觉 血灵族光室在金海市 就有足足三个基地 光皇后去的一个基地 更是有遥光镜的血 将军作镇 可是现在金海市协会内部 只有苏敬离和赵天明 到了洞明镜 这么一看 诡异种族的实力 远在人类之上啊 如果没有神力传承的试炼者 人类觉醒者的修行速度 是万万赶不上诡异种族的 你们到底 从何而来 李晨看向躺在地上 为你的王智杰 诡异种族天生强大不说 境界也比人类觉醒者高 灵气复苏 才不过开始半年 李晨猜想 诡异应该不是 和人类一样修行 王智杰被问住了 大 大人 我只是在几个月之前 降生在基地的血池里 而后 就被族老派来在这卧底上班 每天苦逼 无偿加班不说 连请个假都不敢 外面一堆人 想抢我这职位 哪有时间想这些啊 王智杰说着 更觉辛苦 虽然在血灵族内 他只是普通族人 但也没有人类这么苦逼啊 无偿加班 不敢请假 王智杰真是想不明白 为啥蓝星上 会发展这么多人类 诞生在血池里 李晨微微一愣 他意识迅速回到右眼当中 询问暮色灵体 居邻过后 纯正诡异生物的灵体 都会待在一个空白空间里 银纹天牛 暮色 还有八位王夏护卫 此刻全都乖乖待在里面 见李晨意识进入 所有灵体立刻对着李晨跪下 暮色的灵体 目光充满服从 李晨迅速查询了一下 暮色的生前记忆 果然发现 王智杰没有说谎 血灵族普通族人 几乎都是从血池内诞生 而且 血灵族在金海市内分 有三处基地 真正基地之间互通阵法 只要有其中一个基地被攻破 其他两处会在第一时间得知 从而救援 基地三处阵守者 都是姚光静的血将军 他们对我威胁不大 不过 那血灵族老已入宗师 因为惧怕京都灵号 才未出手 我现在尚且难以对付 而且 若是我现在进去破灭基地 届时打草惊蛇 血将军到时候 若发动陷阱魔法 岂不是千万人要被陷阱 搜寻暮色记忆之后 李晨已经知道 这陷阱金海的计划 已经开始了几个月了 血灵族将血虫卵放入水源 衣物 药品 食品当中 三处基地的血灵族人 几乎日夜出行潜伏 在个大食品厂 饮水厂 药店上班 目的就是将整个城市的人 都附带上血虫卵 李晨要是今日找到皇后区的基地 灭杀对方 万一陷阱魔法 提前发动 他一个人能力再强 也不可能就得了这么多人 可是如若不管 血灵族佬 也会在灵气复苏后 发动陷阱 到时候也是个死 李晨一时间 倒也没个好主意 这时 却见暮色灵体 忽然开口说道 主人 我有一计 族佬这计划 早就开始进行 主人您现在 要想一一除掉血虫卵 不太现实 但是血虫卵 只会遵从血统高的血灵族命令 您若是能将自身血统 分与一丝给金海士人 届时就算祖佬发动陷阱魔法 血虫卵 也因不敢施主 而不会发作 李晨 还有这种操作 目色灵体点头 当然有的 主人您现在拥有 和本王一样的血统 祖佬一个血灵老灯 这等杂血废物的陷阱魔法 还敢反噬您不成 李晨又问 可我要如何 能让一丝血脉 进入金海士千万人体内呢 主人您忘了 如今因为您直播 灵气复苏 已经暴露在大众视野 不如让官府出面 说给美人注射疫苗 应对灵气复苏 届时将您的神血 混入其中 金海士人 只要注射疫苗 即可无生命危险 甚至因为您的神血 还有觉醒异能的可能 目色的说法 让李晨眼前一亮 不过 祖佬他们不会发现吗 李晨担心血灵祖祖佬发现 到时候岂不是毁了 目色灵体 露出得意之色 嘿 那个老彼登要是能发现本王血满 本王哪里还能带着护卫队逃出来 遇到主人您呢 血灵祖以血统为尊 王皆血统但凡 不刻意显露 那些杂血废物 根本感知不了一点 李晨哑然失笑 这目色 原来是逃出来的 目色灵体跟着又说道 而且主人 您还可以将血虫 卵放入我族的血池里 血灵祖人每三天 就要进食一次鲜血 到时候便可以让血灵祖 全部寄生血虫 到时候 祖老一旦发动陷阱魔法 金海诗人不但没事 血灵祖人 却要被陷阱了 李晨听得悚然一惊 陷阱魔法 不过是催动血虫卵的法门 若真按目色所说 那血灵祖老到时候 定然会大吃一惊 目色 你好花呀 李晨真的佩服这王女 简直就是整死 自己族群的专家 目色灵体一惊 担心李晨发怒 却见李晨笑着摸了摸对方脑袋 不过没事 我好喜欢 得到目色的计策 李晨心中大定 他现在唯一要考虑的就是 这王智杰到底如何办 杀了对方会惊动足牢 不杀吧 又说不过去 却见目色灵体再次说道 主人 您现在若是担心眼前这杂血废物 大可让本奴为您解决 哦 你打算如何做 李晨问道 简单 主人 将身体先交给我就是 李晨没有犹豫 被居邻的诡异生物会 百分百忠诚于他 目色灵体 接管李晨身体 谢灵王女的气息 当即显现 王智杰哆嗦一下 顿时就跪倒在地 这 王女殿下您怎么 王智杰怀疑 自已此刻在做梦 他居然感觉 一个人类觉醒者身上 有王女暮色的气息 李晨眼神屁腻 随意一脚 踩在王智杰胸口 砸血废物 本王用血奴随意试探 你一下 你居然什么都说了 王智杰猛了 王女殿下 您的意思是 李晨一脚踩在对方脸上 难道还看不出来吗 李晨早就已经被本王 用血毒控制了 李晨的身体干一件大事 一举歼灭金海市协会 甚至 伏击京都零号 你却对李晨小姑出手 让本王不得不出面 回去告诉爱德华那条看门狗 血冲陷阱 不用实验了 等两个月后 灵气全面爆发再发动 王智杰脑子一时间有些转不过来 他没想到 李晨之前的行动 都是演的 王女殿 殿下 您真是高深莫测 居然能将李晨给控制住 王智杰真的不敢相信 李晨之前的举动 居然是演的 这特魔对方差点杀了自己啊 不过想想 李晨一个人类 怎么会用他们血灵族的献祭法呢 王智杰除了相信 是王女慕色控制了李晨 其他也找不出别的解释了 我 我回去就禀告爱德华将军 两个月内 再也不开启血虫献祭实验了 李晨满意点了点头 顺便和爱德华说 李晨早已是本王的玩物 不用操心 如何对付他了 日后李晨的一切举动 都是本王的旨意 王智杰连忙点头如捣算 他等慕色说完 这才颤颤巍巍问道 那 王女殿下 您 您会追究我泄密的是吗 李晨 冷笑一声 你个买主球生的狗东西 居然还惦记自己的命 意识内 李晨的本体 听到这句话发笑 慕色哪来自个说这话 要本王饶你一命 给本王把鞋底舔干净 李晨 说话间露出冷酷 王智杰瞬间感觉对位了 王女就该是这个姿态 他宛若哈巴狗一般 迅速清理干净 李晨的鞋底 哼 真是低贱的杂血废物 好好干好你的活 或许本王会考虑 赐予你一滴原血 让你这身杂血好闻一些 李晨 说罢 转身离去 王智杰兴奋目送 听到慕色说 有可能赏赐自己一滴原血 他高兴到 想要满地拉屎 李晨开车返回家里 他拿回身体控制 笑着赞赏慕色 你的眼机不错 慕色灵体当即回应 必须的主人 看着方才慕色 对王智杰的姿态 李晨不由地感叹 这血灵族 真是等级森严 高阶血统 压根没把低阶 当同胞看 不过转念一想 其实人类觉醒者 也差不多呀 实力强大的觉醒者 早就超出任何约束 比如零号 而让对方 真正没有变得 和暮色一样的 只是从小接受 爱国教育 和劝人向善 李晨将这些思绪 甩在脑后 他迅速返回家里 苏静黎三人 正坐在沙发上等着 李晨 你终于回来了 刚一进门 虽然李清竹是李晨小姑 但是因为生得晚 李清竹现在也不过二十多岁 和李晨一个年纪 李清竹从小美到大 更是华国顶流女星 她此刻随便一身睡裙穿在身上 都显得身材窑窍 其实但凡知道的人都知道 很多女星真人比照片 和电视上好看很多 李晨 小姑还以为 你去对我报仇了呢 吓死小姑了 李清竹醒来 就听苏静黎说了发生的事 惊讶之余 担心自己弟弟跑去 和诡异生物决战 如今 看到李晨没事 李清竹不由地松了一口气 以后可不要擅自行动了 不然小姑会伤心的 李清竹牵着李晨坐回沙发 一旁的苏静黎 看着两人拉在一起的手 内心莫名有些不舒服 他迅速问道 李晨 怎么样 找到血虫卵的园主了吗 李晨扫视了一眼 一旁的李清竹立刻会议 抱起李云朵 往楼上走去 朵朵乖 今晚哥哥和姐姐有事情谈 你跟小姑去房间看汪汪队 看着小姑和李云朵 走上二楼 李晨这才回应 找到了 他三言两语 和苏静黎说了 在皇后大道十三号药店发生的事情 苏静黎听着听着 眉头一皱 你的意思 你现在在血灵族的眼中 是那个已经死掉的 王女暮色的血奴 没错 苏静黎迅速思索一下 你这么做 金海数千万人 倒是真的可能得救 不过 你真的不会被雪将军和祖佬发现吗 前世的祖佬可 是宗师 你我现在也没法对抗 李晨点点头 放心 就算是血灵族族 老也定然想不到 献祭的时候 会把血灵族 自以作为祭品 苏静黎听着听着 真的感觉不可思议 一个人类觉醒者 居然能控制诡异生物 这么完美的计划 肯定是天才想出来的吧 苏静黎感叹 反向献祭血灵族 这人得心多黑啊 李晨看向灵体空间的暮色 这王女真是对血灵族料如指掌 我觉得这计划很牛 不如向电视里取个代号 苏静黎笑着望向李晨 什么代号 苏静黎笑着说 代号穿山甲 有你在 血灵族这波要上天了 今晚 李晨和苏静黎 选择在沙发大战 只能说 大学生体力就是好 皇后屈 地下三百米处 血灵族基地 这是一处地下溶洞 尖尖地中辱时 宛若道玄的利剑 每隔十几分钟 便有一滴水 从岩尖上落下 把下方的地面 砸出一个水洼 而在岩壁上的一处阴影里 一扇黑暗之门助力 黑暗之门前 是一座传送阵法 穿过黑暗门 内部居然另外形成了一个空间 这个小空间 仅仅只有几百平方千里的土地 天空当中 一轮血色弯跃倒旋 月色下 是一座古老 而巨大的城堡 一身斜甲的将军 佩戴长刀 站立于城堡看台 俯视脚下忙碌的普通族人 他身旁 是一位管事 爱德华右手端着一个金杯 让人惊叹的是 其中居然是摇晃的人血 你的意思 在白天的时候 我们的王女殿下 率领王下护卫来了惊喊 但是 殿下并没有和我们打招呼 就擅自朝着 李承出手了 然后 你告诉本江说 王女殿 下一个二届动民 外加八位动民进护卫 居然都不是李承的对手 爱德华气笑了 他一把将手中金杯甩在地上 内部的血酒 也跟着流淌满地 目前 根据我们看到的情报 确实是这样的 管事大气 被吓得也不敢出 呵呵 李承一个不过动民进的人类觉醒者 怎么可能是同级别王女 还有八位王下护卫的对手 你的情报从何而来 爱德华摸向腰间的宝剑 俨然打算 要杀了这位管事 千真万确呀将军 虽然最后 王女用古异飞行逃走了 但是八位王下护卫 确实被李承斩杀 管事 拿出人类的手机 将军请看 这是人类的机器录影 爱德华瞥了一眼 看着王下护卫 被李承元素法身 逐个击破的画面 他一键刺穿手机 连带着 也刺穿了管事的手 让你们办点事 不是刮风就是下雨 管事疼得发抖 却不敢反抗 九个打一个 还被追着跑 说出去 要叫其他种族 怎么 看我们血灵族 还有 王女下落如何 管事声音颤抖 我等还未寻到 还不快去找 爱德华一箭抽出 是 管事立刻如蒙大射 连忙捂着双手 朝楼下跑去 爱德华将长剑拿在眼前 伸出舌头 舔了一下长剑上的鲜血 但他马上就一口唾沫吐出 低剑的杂血种 将长剑归翘 爱德华双手放在栏杆上 凸起青筋 血灵族以鲜血为食 可是他们现在 却必须隐藏在这 暗无天日的地下 还得等两个月 才能开始献祭计划进食 就连爱德华 也被逼得连杂血的味道 都想尝试一下了 这时 一位亲卫报道 皇后驱王志杰 求见将军 他有什么事 爱德华问 他说 有王女的讯息 爱德华文言来了精神 叫他马上过来 不多时 一位缩缩走到城堡顶楼 听说 你有王女殿下的讯息 爱德华连忙问道 禀 禀报将军 王志杰连忙将在药店 遭遇李承的讯息 和爱德华说了 爱德华一愣 随即哈哈大笑 好 我就说 王女殿下的实力 怎么可能不敌一个 洞明镜的人来 原来王女 已经用血毒控制了对方 看来 王女殿下 这是也想立功啊 爱德华摩擦着剑柄 他认为 自己弄清楚了木色的想法 杀了李承 不如控制李承 到时候 说不定有机会 以李承为二 钓一条大鱼 比如京都的大宗士林号 将军 王女殿下 让我们不要再实验重挽了 而且以后 李承的指使 就是他的意思 爱德华点了点头 王女殿下的指议 我等自然要配合 那 将军若无事 我这边下去了 王志杰面对高位阶血足 只感觉胸口 宛若压着一块大石 格外难受 爱德华却伸手挡住了他 慢着 你身上有王女的味道 爱德华脸上露出陶醉 靠近王志杰 鼻翼翁动 些许暮色的气息 让爱德华格外兴奋 你叫王志杰对吧 阿杰 随本将进来 爱德华拉着王志杰 走入城堡内部 而后 传出王志杰杀猪般的叫声 黑夜很快过去 李承在客厅沙发上醒来 成婚DX天 奖励科技测能力 灵米种 灵米种 种植于地 可在灵气复苏环境下 茁壮成长 三月一结果 灵米可增长使用者灵气修为 看着新一天的奖励 李承神色一喜 因为上次科技测能力 灵气提纯机的获取 导致原本覆灭整个华国普通人的灵气 全面爆发 有了转机 而且还能凝结灵精 给觉醒者使用 如今李承自然对这科技测能力 格外在意 灵米种 看来适合我们仲田大国 穿上衣服 和苏敬离一起在卫生间又玩了一会儿 早上的战况 其实很多时候比晚上更激烈 两人终于出了家门 路上 李承特意绕了一下远路 他驾驶跑车 开到了金海市制造工厂 这里已经开始生产灵气提纯机了 来到第一个灵气提纯机面前 李承饶有兴趣 看了一会儿 这机器凝结灵精的过程 工程师也在一旁和他报备 李绍 提纯机工作一天一夜 总共凝结48块灵精都在这里了 李承拿起一块 其中凝结着各种元素的灵精 你可以试试 用灵精吸收灵气 很舒服的 比吸收天地灵气要快得多 苏静黎在一旁提醒 古神法 开启 一块灵精几乎不到几分钟 就被李承吸收干净 看得苏静黎美目睁大 我算是你知道 你为啥实力提升那么快了 你小子属牛的吧 一口给钱没了 李承则是意犹未尽 这东西好是好 就是没啥喂 李承直接一口气 拿走了剩下的47块灵精 他打算带到协会去 你们要注意附近安保工作 先不要透露提纯机的存在 有什么情况 务必第一时间通知我 工厂负责人连忙点头乘势 李承和苏静黎到了协会 还没来得及和协会成员 告诉灵精的讯息 却见一个男人走进了协会 在下清云门弟子刘建明 特来请李承赴死 刘建明一身绷带 双手也是缠满了 整个人穿着一身巨大的兜帽卫衣 兜帽的阴影下 刘建明的脸完全笼罩在黑暗当中 他一脸屁腻 露出的嘴更是歪斜着笑 李承乍一看 发现对方极其类似于风于羞 好你个李承 抢我女人 今日就让你知道 什么是觉醒者 刘建明说吧 甚至对着协会内部其他成员说道 今天各位都在 那就请各位做个见证 自古宝马配英雄 美女配俊杰 这李承仗着家中全市 强行霸占我金海大学 笑花苏静黎 如今灵气复苏 苍天以死黄天当立 不惧浮云遮望眼 敢叫日月换星天 我刘建明乃是S级天生主角 今日就要将这恶霸就地正法 一众协会内部执行专员们 望着这一幕 原本在演武场修行的他们 此刻全都宛若实话了 一个个在风中凌乱 赵天明摸了摸唐刀 我怎么感觉 自已穿越了 这人哪来的张角 一旁的于南梦了 哇 我这B战学的唇语有毒吧 为啥我看这个人说话 一股奇怪的味道 他怎么像是在说 要造大神队长的反 他莫非不知道 大神是开挂玩家吗 原空愣了愣 最后只说了一句 阿弥陀佛 这位施主 你若是想活 还是赶紧逃命去吧 刘建明转身看向协会内部 专员等人 你们笑什么 无奈青云门弟子 李成一个手无腹机制力的凡人 他难道值得你们这么为他说话 身为觉醒者 莫非还在意钱财 赵天明抽出唐刀 哥们 你这是活哪朝的呀 青云门都被你干出来了 你们啥青云门都不看短影片的吗 一个影员镜也来挑战画室人 李成和苏敬黎 也愣愣看着眼前的刘建明 青云门是啥东西老婆 苏敬黎想了想 应该是前世金海市当中 一个民间自发成立的觉醒者组织 还有自发成立的组织 李成精了 官方协会下发的徽章 可是能够帮助觉醒者 吸收灵气速度 加快10% 而且 还有工法装备什么的 民间个人 觉醒者组织 莫非还有能和官方协会抗衡的 不是 这些人图傻啊 苏敬黎回答 血脉 民间个人 觉醒者组织 论资源肯定没法和官方抗衡 但是他们背后 站着诡异种族 诡异种族 可以将自身血脉 受予觉醒者 若是能侥幸存活适应 那么被诡异污染的觉醒者实力 将会得到大幅度加强 苏敬黎的话 瞬间提醒了李成 诡异生物前期身体强度 远超觉醒者 只是没想到 居然真的有人 能投向诡异种族的怀抱 苏敬黎默默看着眼前 神色有些癫狂的刘建明 这家伙身上气息 有点像巨魔族 这青云门背后 只怕就站着巨魔族的影子 苏敬黎仔细回想着前世记忆 但是他却始终不记得 前世刘建明有加入青云门吗 似乎并没有啊 那为什么这一世会 不 不对 前世发生的很多事情 其实被改变的 不只有这一件 比如 李成应该和王家联姻 比如 横桂园 校区 比如城中村的天牛 比如灵气提纯机 灵精的制造 甚至包括 即将发生在金海市的 县级整座城市的血虫事件 太多了 前世原本应该发生的灾难 在这一世都没有存在 而这所有的改变 都只和一个人有关系 那就是李成 苏敬黎内心恍然大悟 如果说之前那些事件 原本都是灾难 但是因为李成的存在 而改变的话 那么 今日刘建明堕入青云门 却恰恰相反 是因为李成和自己结婚 造成的灾难 就算没有亲眼看到事情经过 苏敬黎大概也能猜得出来 刘建明因为想要获取力量 而被所谓的青云门招揽 结果 因为接受了巨魔族的力量 导致自己精神都出问题了 李成早就在抖音上 直播斩杀诡异 实力更是直达三界遥光镜 而苏敬黎仔细看了一眼 眼前全身缠满绷带的刘建明 对方不过隐缘三星 想想也是 除了试炼者 或者苏敬黎自以这种 直接吸收灵精成长的众生者 再就是李成这个变态修行者 其他的觉醒者 哪怕和诡异生物勾结 修行速度也不可能赶得上的 位于人群焦点的刘建明 整个人猛了 眼下周围这些人的反应不对啊 他在青云门当中苦休数日 和外界联络 更是直接全部切断了 好不容易从刚刚觉醒的影缘一星 提升到了影缘三星 为何这些人对他一点也不在乎 你们肯定是虚张声势 刘建明声音很大 也不知道 这话是说与旁人听的 还是用来给自己壮胆子用的 低阶修行者 根本无法检视高阶修行者的气息 因此 李成和苏敬黎 在刘建明眼中 都只是普通人而已 李成叹气一声 这祸这副样子 肯定就是对苏敬黎有意思 结果误入魔道了 你现在停手 我可以帮你吸那诡异气息 你还能活 也许是看在大学同学一场的面子上 李成竟然一时间没有杀了对方 活你妈的头 该考虑怎么活的 是你自已 刘建明整个人怒吼一声 全身肌肉撑起 巨大的多冒外衣 瞬间被撑破 缠满绷带的身体下 是一副长满扭曲纹路的丑陋躯体 我乃青云门弟子 来宋儿等上路 李成暗自抽出修罗剑 别说什么青云门 就是喊老魔来了 我也得送你上路了 放心 你走之后 那什么青云门 我自会亲手剿灭 绝不能让这等魔宗骇人 遥光竟修为完全展现 刘建明瞬间感觉眼前的李成 在自已 灵世当中 宛如一轮耀眼的太阳 炙热的灵气 从李成身上散发 仅仅是气息的一丝外显 刘建明就感觉承受不住了 怎么会 你怎么会是遥光 刘建明已经宛若见鬼 自已花了几天时间修炼到影员三星 应该算很快了才对 特魔怎么 他修三颗星 李成修了三个大境界啊 遥光竟的实力不容置疑 李成略微出手 就已经到了刘建明身体 所能承受的极限 灵世之中 周遭空间当中的灵气 宛若平静的大海 忽然掀起万丈狂澜 激荡晃动之间 李成如骄阳般升起 气息如微如玉 李成单手持剑 灵光涌入 这一剑 足以灭杀同等急遥光竟 刘建明愣愣看着眼前李成 他不自觉后退几步 却又强行止住 假的 哈哈 一定是假的 道爷修仙练法 这一切 一定是作妄到搞的鬼 哈哈 道爷我成了 刘建明神色痴狂 原地高声呼喊 他身躯再度扩大 双手涌现两团黑色火焰 李成眼前跳出提示 异能序列404 火术是 魔 魔 什么意思 李成还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异能 他这是被巨魔族污染魔改后的异能 虽然刘建明初始异能 火术是 位列404 仅仅一级 但是 看着威力 已经不比前十的S级的差了 苏靖黎迅速解释道 诡异生物 能将觉醒者异能魔改 让刘建明一个区区异级异能 在引元镜 媲美前十的S级异能 这种诱惑 难怪难以抵挡 但是 沾染诡异气息的异能者 是无法突破宗师的 因为他们体内 掺杂了诡异气息 根本没法完成纯正的元素化 苏靖黎边说边摇头 诡异生物自然不会说 强行提升等级的结果就是 终身无妄宗师 但是换个角度一想 能投入诡异门下的 几乎还没修炼到 宗师就死了 所以也不算诡异生物 欺骗了他们 因为如刘建明等人 根本活不到拆穿谎言的那一天 李晨 少来装神弄鬼 你的修行速度 怎么可能比刘爷快 刘爷这就送你这妖魔上落 刘建明竟然率先朝着李晨发起进攻 硕大的身躯 拿着两团黑色火焰就朝李晨头上盖过去 宛若扑向火焰的额子 李晨只是平静看着 右手修罗剑平稳斩落 这一剑不似之前对战田龙生那般声势浩大 而是宛若与世界同呼吸 举重若轻 修罗剑冲入灵气 凝聚出长长的光刃 宛若切豆腐般从刘建明头顶滑到脚下 身高三米 已经冲到李晨面前的刘建明 身躯寸直 尽力如雕像 而后居然分作两块 分别向左要倒去 分作两边的眼球 甚至还露出诧异 互相对视 说明李晨这一剑 快得吓人 刘建明哪怕身体死了 大脑活动 居然还以为自己没死 碰 两边身躯坠地 一众协会执行专员们 望着这一幕 心里狂跳 甚至有人直接呕吐起来 不是所有人都和李晨一样 接连不断斩杀诡异 并且还在虚拟战斗空间 死亡那么多次的 在场的执行专员们 战斗经验都远远不如李晨和苏敬离 恭喜宁斩杀入魔 觉醒者刘建明 获得灵气直加500 功勋直加100 李晨淡定收下奖励 刘建明引员三星的实力 还是太弱 要知道 昨天斩杀洞明镜的血灵王女 暮色的功勋值 可是高达上万 李晨走上前 默默看着被分尸的刘建明 天目 之下 对方身体内部 既有灵气 也有诡异气息 这让李晨不由的暗自好奇 诡异气息与灵气 本是互为死敌 就如觉醒者 与诡异种族一般 那为何两者 能同处一具身体 好奇心驱使之下 李晨默默观察着 死去的刘建明身躯 看了几分钟之后 他惊奇发现 在刘建明的体内 鬼力与灵气 竟然没有互相攻击 反而是相安无事 怎么会如此 李晨猛了 若灵气与鬼力不冲突 那觉醒者按道理 应该也能吸收才对 但是除了使用古神法的字译 哪怕包括苏敬默这个九转半神在内 都是只修灵气 不修鬼力 而鬼异种族那边 也是如此 只修鬼力不修灵气 莫非是因为两者平衡的关系 李晨内心冒出这么的想法 他用天目 能看到 刘建明的身躯之中 灵气和鬼力的分量 似乎相当 宛若两军对垒 若一强一弱 则强军必然灭了弱军 而如果两者实力相当 那么反而打不起来了 因为互相都知道 无法吞噬对方 这么一看 那灵气与鬼力 应当有自已的意识 李晨想起 自已凝聚的元素法身 他们确实是有 自已的自我意识的 如此一来 李晨瞬间明白 为何苏敬默说 接受了诡异之力的觉醒者 只有小半能侥幸存活下来了 只怕是那巨魔族强者 也不好把空 注入鬼力的分量 只有刚好注入的鬼力 与体内灵气平衡的觉醒者 才能实力大涨 李晨想到这脸 他脑海瞬间明悟 开启古神法 简世 果然如自已所想 抽取全部元素之力的古神法 在突破宗师之时的 应对策略和他所想相同 既然元素之间互相克制 那么 只要引入一个更强大的外敌 比如李晨让体内的鬼力 率先突破宗师 到时候自身元素化之时 体内灵气 因为要抗衡鬼力 反而能解决 元素互相克制的内患了 这么一想 李晨顿时看到 自已的宗师之路 他忽然抬头看向天空 李晨觉得 如果自已没猜错 那么天上的神面对的危机 应该和自已一样 也许是出于某种原因 神体内的灵气 与鬼力的平衡被打破了 难怪他要散工 意图重新建立这种平衡 李晨内心思考之时 却见地上刘建明的尸体 竟然慢慢化作黑烟 迅速计划 看似因为刘建明的生死 其中的鬼力和灵气 完全散发到环境当中了 难怪 鬼异种族的强度 比人类觉醒者高那么多 也许在神的体内 鬼力超过了灵气 李晨回想 自已见过的鬼异种族 除了试炼者 根本无人能敌 可是 这种不平衡的消除 却要借我们人类的命 去填吗 李晨大概都能猜出来 苏靖离前是经历了什么 诡异种族的力量 远超人族 到最后 人类肯定是几乎死伤殆尽 按下心中的想法 李晨摇了摇头 现在他连宗师静都未入 操神静的心也无用 不如先解决眼前的麻烦再说 拿起修罗剑 李晨带头朝协会门外走去 诸位 且随我一起 找出青云门 赵天明当即响应 兄弟们走 话使人说了 包围青云门 袁空立刻接话 高人队长说得对 围剿青云门 李晨一马当先 率先走出协会 其余执行专员们 紧随其后 于南 你用骇客查查 这刘建明到底从何而来 李晨对着身后说道 于南点头 觉醒 精神骇客的得他 能将网络一切资料留 与大脑连结 因此几乎一个晚上过去 于南就已经彻底学会淳语 如今再也不用打电话了 于南一瞬间连结 进入金海市的监控网络 在成千上万的监控画面当中 以惊人速度 搜寻刘建明的身影 一分钟不到 于南便对着右前方指道 在金海大学 刘建明一开始出现的地方 就在金海大学的实验楼里 李晨文言和苏敬离 两人对视一眼 居然在金海大学 李晨立刻带头 朝着金海大学而去 其余执行专员紧随其后 这般招摇过市 协会一共20多执行专员们 引起了来往行人的注意 不过 如今随着李晨 直接直播爆出灵气复苏 路人们对此不说习以为常 也不至于大惊小叫了 快看 李晨带着这么多人 这是要干啥 他们都是觉醒者吗 应该是一起执行任务吧 快跟过去看看 李晨和协会执行专员身后 不知不觉跟着一大群人 有的是报社记者 还有很多 则是过来蹭流量的网红 如果说 在李晨直播灵气复苏之前 黑司算是流量密码的话 那么现在 觉醒者的话题流量 堪称碾压斑的第一 而因为金海市 是第一个出现 灵气复苏直播的地方 因此 此刻居然来了很多网红 跑到金海市了 小龙 你啥时候和诡异生物单恋 去哪 就是小龙 直接拉爆诡异生物 健身博主小龙 看着直播间弹幕人妈了 龙弟儿想给你们整活 你们这是想 把龙弟儿整死呀 另一边 一个长相帅气的男主 拨开着法拉利 SF90 直播间弹幕更是炸链 童哥 你不如去和女鬼播 一起练踪呢 只要社长胆子大 女鬼也会放产假 社长说过 坏女鬼别浪费 好女鬼别错过 社长你 去和女鬼吵CP 热度肯定碾压龙王夫妇 童老六看着看着弹幕沉默了 虽然我是一片废墟 已经不怕他放 但是 和女鬼吵CP 我还是怕死的 李晨很快带着一群人 来了金海大学校门口 然后迅速朝着目标 实验楼飞奔 给我围了这实验楼 李晨一声令下 其余执行专员们立刻散开 二十多人 把守住实验楼的各个通道 却见金海大学 这医学实验楼当中 一共十多人 全身带着和刘建明一样的兜帽 为首的是一个 穿着白大褂的男人 白大褂男人 甚至正在进行手术 将巨魔族的线体 植入手术台上的一名 人类觉醒者身体当中 宗主 大 大事不好来啊 一个穿着兜帽的黄毛 跑了进来 放肆 没看到宗主 正在移植至尊骨吗 扰了宗主的事 我要你的命 一个被部长 满节肢的下属 拦住黄毛 狠狠呵斥 可是 可是外面已经来了 官方协会的人 他们正在包围 我清云们啊 黄毛说话间 身体吓得发抖 他们一直隐藏在 大学实验室内 执行移植手术 从而拥有 诡异种族的力量 如今 被官方协会发现 其他人听了 顿时有些惊讶 怎么可能 官方协会的人 怎么可能找到我们这里 白大挂宗主 金木坚反问 母鸡啊 那个李晨 就是在抖音上面 直播的那个 现在已经带着 二十多人包围我们了 宗主 我们快跑吧 黄毛声音颤抖 却见一个男人 一巴掌 甩在黄毛脸上 怕什么 如今我等都有了 至尊骨 隐渊境内 无人能敌 而且 我清云门宗主 已经抵达洞明镜 那个李晨想死 就让他来好了 这话一出 急于人瞬间附和 就是 那个李晨直播的实力 也不过动明镜 宗主难道怕了他吗 我等皆是这乱世主角 就让他们看看 到底谁才是官方 我们凭本事拿到的至尊骨 他们凭什么说 我们是魔门 这些人一个个说话癫狂 黄毛冷汗直流 白大挂宗主脸色极变 他乃是纯正的巨魔族族人 脑子自然不可能和这帮 移植电线体的一样 半疯半傻 但是如今官方协会 已经围杀过来 他也必须借助这些人力量 才有机会突围 想到这里 白大挂立刻高声说道 诸位说得对 养兵千日 用兵一时 那李晨定是魂殿派 来抢夺我们至尊骨的妖念 来啊 随本宗主出征 白大挂巨魔族 率先走出门去 其余人等 立刻半跪在地捧全其乎 请巴伦宗主 撞我青云门 巴伦佛赶紧走了出去 他接受巨魔族命令 在此地秘密 进行人体改造实验 本来以为这算个好差事 还不用出去和觉醒者战斗 结果 巴伦愣是没想到 被移植了线体的觉醒者 一个个脑子 都半疯半傻了 总是用一些稀奇古怪的称呼 就连这个组织的名字 青云门 都是他们想的 这些人有些自称为炎帝 有些自称无族 还有什么大魔导师张角 巴伦天天和这群疯子在一起 精神都有些不正常了 不过他刚踏出门 天生的感知 立刻让巴伦警觉起来 还真是来了协会的人 巴伦默默扫视着实验楼下方 赵天明等人 已经摸索到了 他们试试 巴伦对着手下下令 移植了线体的觉醒者们 立刻冲出门去 竟然率先对官方协会的人 发起了进攻 三十年河东河西 末期少年穷 一个魔化觉醒者 召唤火球 朝着协会专员们砸过去 却被原空一个法杖 敲在头部 竟然直接把这影原镜的炎帝秒了 阿弥陀佛 死者为大 大胆 敢杀我兄弟 你已有取死之道 背部满是截肢的男人冲出 宛若跳起的蜘蛛 迅速袭向原空 却在半空被赵天明用 研刀一刀挡下 你们这等邪魔外道 还是赶紧死了吧 巴伦默默看着这一切 悬着的心歇血安慰 移植了巨魔族线体的觉醒者 虽然精神有些不正常 但是面对官方协会的人 并没有溃败 而且目前为止 巴伦只是看到 等级最高的赵天明 也不过动明镜 就算今天自己改造的觉醒者 全死了 他也是能逃出去的 却见这时 李晨拿着剑 从天而降 遥光镜的波动迅速席卷整个实验楼 而看到这一幕 巴伦悬着的心 终于死了 一旁刚才通报讯息的黄毛 害怕问道 宗主 我们会赢的对吗 巴伦面容苦涩 会死的 李晨一人一见凌空 空间当中满是他的灵力波动 突破遥光镜 不光是自身实力 可以接住天地灵气 而且可以对团战 发挥意想不到的作用 方圆500米灵气 任凭李晨一念之差 随意调动 战局几乎在瞬间扭转 灵气沸腾翻滚之下 官方协会的人相安无事 但是 被魔改一遍的觉醒者们 只觉得宛若陷入满是泥泞的沼泽 一举一动 都万分艰难 这般控场之下 官方协会的执行专员们 瞬间战力大增 局势几乎以官方协会 碾压般的姿态 胜利结束 十多个移植巨魔族线体的 魔改异能者们 纷纷被赵天明等人 斩落刀下 一时间 青云门只剩下了宗主巴伦一个人 他穿着一身白大褂 苦笑不得 孤零零一个人 被赵天明等二十多位执行专员们 围在中间 但是巴伦的眼中 其他执行专员毫无意义 因为真正让他不敢动弹的 只有李晨一个人而已 遥光静 真是没想到 在这个时间段 金海市官方协会当中 居然有你这样的存在 巴伦不可置信般说道 李晨调动灵气范围 远超普通遥光静 若是刚入遥光出境的话 他巴伦说不定还能凭借巨魔族 与生俱来的天赋尝试逃跑 可是现在看来 面对如此强大的李晨 巴伦连一丝战意都提不起来了 赵天明提过来一具 魔改异能者的尸体 这人背部居然长满了 宛若猪腿的东西 看起来很是恶心 苏静黎秀没轻重 他俯下窈窕身躯 伸出白膝右手 惊人轻轻划过尸体的腰子部位 这魔改异能者的尸体内部 顿时露出一坨巨大的线体 果然是巨魔族擅长的器官移植 人类身体里面 长着一坨宛若黑色肿瘤的东西 官方协会资料库当中 详细介绍了下九位诡异种族的特点 位列第六位 血灵族 擅长操控鲜血 以鲜血为食物 甚至可以用血毒控制位阶 在自已之下的人 或其他诡异种族 而位列第四的巨魔族 不仅天生一双巨大翅膀 而且手法精妙 最喜爱研究生物体的结构 据说巨魔族内部 一直有吸纳别的种族的计划 吸收别的种族优良的基因 用来不断改造自身 可是执行专员们 一直只是在资料库当中看过 如今现实真的碰上 这种生物体改造实验 还是让它们生理不适 李晨的心理接受能力 自然要好很多 他只是有些好奇 这种线体 移植到人体当中 就能一直维持 魔改觉醒者 体内灵气与鬼力的平衡吗 随意将剑放在巴伦的脖子上 李晨直接问道 看来 你这人体实验 进行了很久了 巴伦苦笑 李晨大人说笑了 小的这才刚开始两个月 李晨面色不变 直接反手一键消去对方诱饵 哎呀 巴伦连忙捂住血流 不止伤口处 却不敢反抗 他看向李晨的眼神 这时候真正惊恐起来 我没让你说话 巴伦赶紧点头 事已自己明白了 而这时 实验楼下已经聚集过来 大批群众 他们纷纷拿出手机 拍照直播 我的天啊 李晨怎么会飞 看到李晨悬停半空 顿时无数人发出惊呼 那个 穿白大褂的 就是诡异种族吗 应该是吧 不然李晨怎么拿剑指着他 我的天 为啥还有觉醒者 和官方协会对着干啊 楼下群众们 议论当中带着疑惑 苏靖离这时 走到李晨身边轻声说道 喂 有必要这么招摇吗 为啥 你不直接杀了这巨魔族人 李晨解释道 杀了他一个 金海市内 还有其他地方 也有其他的民间个人组织 靠于南调监控画面 未必每次都能发现 你也别太瞧不起普通人了 群众的力量 还是很大的 不要小看小巨大妈们的情报力量啊 李晨笑着解释 如今他已然找到 自已突破宗师的道路 那么必须赶紧把诡异气息 提升到宗师境才行 可是之前 面对血灵族的隐藏手段 将人血汇入身体 李晨已经发现 光靠天幕 不好解释了 诡异种族 也是有智慧的 他们也会随着 灵气复苏人类社会的变化 来找出应对的方法 那么 李晨接下来 要想获取诡异之力 靠自己一个人 有些浪费时间 自然得需要依靠一下群众的力量了 李晨调动灵气 一把将巴伦抓在手里 然后 将这巨魔族人放在半空 显出原形来 李晨冷声命令道 巴伦不敢怠慢 身体立刻变化 白大褂瞬间撕裂 从一个普通的中年男人 变成了一个身躯巨大 背部长有一对小翅膀 牛蹄 羊角头的奇怪生物 巴伦背部长有银纹 显然在巨魔族内也不是无名小卒 各位 这就是诡异生物当中的巨魔族 他们在平常 可以隐藏为普通人类的样子 甚至暗中招揽觉醒者 为他们所用 我李晨再次代表官方协会 希望各位能帮助官方协会 一旦发现行为可疑的人 直接上报 贡献你我一分力量 灵气复苏时代 我们人类才有更大希望生存下来 李晨将巴伦本体 下放在地面 供大量围观群众一一解释 巴伦想用双手捂住脸 却又不敢 这样被人类围观拍照直播 传出去 他还怎么在巨魔族当中混啊 不过李晨向来是个热心肠 他已经替巴伦想好了 为了避免回去族群丢脸 李晨可以直接杀了巴伦 这样对方就不用纠结了 我的天啊 这就是诡异种族 无数人好奇当中带着畏惧 因为诡异种族的出现 已经不是秘密 李晨直播的时候 都斩杀过诡异 但是 如此近距离看到一个一种生物 普通人还是很心惊胆战的 而今天这一幕 也让很多普通人意识到 李晨在觉醒者当中的地位 绝对不低 竟然都足以代表官方协会说话 回去后 我会让官方开放 诡异生物的一切资讯 希望在场的 还有荧幕前的你们 若发现可疑目标 请直接上报我们 既然诡异种族 能隐藏自己气息 李晨干脆一不做二不休 发动整个社会的人 来寻找他们 城市当中 有监控照射不到的死角 但却很难瞒过所有人耳目 李少放心 我们回去一定留意 马德 我女朋友这几天出门 细心打扮穿黑丝 回来黑丝都没了 我说怎么奇怪 她肯定是诡异种族 哥们 你这种情况 可能不是碰到鬼了 你是被虑了 人群异论间 今天的事情 也迅速在网际网路上发酵 苏靖默默默看着 内心觉得不妥 却又没有阻止 不过 她还是觉得有些离谱了 前世金海世 被血灵族化做血食 除了少部分位阶高的觉醒者 几乎无一幸存 而如今 李晨的出现 却让人类反而专门找起 诡异种族的麻烦来了 这反差 不可谓不大呀 巴伦已经彻底射死了 她知道 巨魔族内部 还有其他诡异种族们 一定看到了 自己被李晨擒拿的画面 李晨 你实力强大 杀了我吧 巴伦面如死灰 既然已经社会性死亡 不如彻底点 生理上也干脆死亡算了 李晨却轻笑一声 想死 没那么容易 巴伦脸色极变 不杀我 那你想做什么 做什么 妖孽 我要你助我修行 李晨提着巴伦 直飞天际 青烟掠火吧 划过天空 李晨提着巴伦 已经返回了 金海协会总部 他一把将巴伦 扔在炎武场地上 何田龙声对战时 留下的裂缝 已经在短时间内 被建功集团的人修复 李晨右手轻轻一指 巴伦背部的双翼 还有两只蹄子 都被一团灵气缠绕 然后迅速燃烧成灰烬 巴伦闷哼一声 牙齿几乎咬进肉里 些许紫色血液流淌而出 但他硬是没有在叫出声 要杀要寡 悉听尊便 但是 你绝无任何可能 从我嘴里问出一丝 同胞的线索来 李晨看着这巴伦 内心却毫无波澜 光是居灵 就足以随便问出情报了 但是李晨此刻 有个更好的方法 话呢 还是别说太早 李晨右眼迅速泛起红光 暮色的灵体力量 被调集而出 居灵虽然可以让他 拥有巴伦的一切力量 还能任意使唤对方 吐出情报 但是这样一来 肯定要先杀了巴伦 但是 要想突破宗师境 李晨必须得让 自身诡异气息 也抵达宗师境才行 之前来自慕色 往下护卫队 天牛的诡异气息 加起来 一共也就摇光镜二星 李晨现在至少还需要 几位摇光镜的诡异 或者二十来的 动明镜诡异生物才行 李晨伸出右手 一滴鲜血凝聚而出 但是 他没有直接使用 反而刻意抹除了 这鲜血上 自身神明灵的气息 不然就这么一滴鲜血 血灵王女暮色都扛不住 更别说这个血脉 看起来远不如暮色的 巨魔族巴伦了 你 你要做什么 巴伦眼皮直跳 他看着李晨的手段 似乎有些熟悉 等等 这是血灵族的血毒 你怎么会这等秘书 莫非 你是血灵族人 不 不要 你不要过来啊 不要让我变成 那帮该死的吸血鬼的样子 原本嘴硬当宁死不屈的巴伦 看到李晨用血灵术控制自己 瞬间尖叫出声 然而没有什么卵用 李晨屈指一弹 一滴血珠 瞬间滚入巴伦喉咙 然后 可怕的血色纹路 迅速长满巴伦全身 几乎几个呼吸过去 巴伦反抗挣扎的意识消失 对李晨半跪在地 俯首称臣 好神奇 这就是血灵族的血毒吗 李晨默默惊叹 一般血灵族血毒 自然没有这般有效 但是木色王族血脉尊贵 非同一般 听巴伦的话 结合木色灵体的记忆 也不算和谐 他们之间也常常互相征战 想到这里 李晨有个阴暗的想法 来 告诉我 你知道的一切 李晨平静问道 巴伦立刻开口回答 我乃巨魔族后方 负责祭祀族人 负责执行人体改造实验 意图探究 灵气与鬼力共存的可能 潜伏京海大学实验楼 进行人体手术 共计150起 其中无异能者110人 异能者40人 无异能者全部死亡 40位异能者 也只有15人存活 我猜想 是否只有鬼力与灵气平衡 方可共存 我巨魔族统领 在金海市动物园当中隐藏 秘密进行动物改造实验 我们一般一个星期 交流一次研究报告 灵气还有三月多 便全面复苏 届时其他鬼异种族 都会爆发占领人类城市 血灵族意图献祭金海 包括其他十多个城市 天牛族则是疯狂 想要让人类诞生鬼异 与人类的杂交种 魔女族贪恋人类情爱 隐藏在人类当中 玩着恋爱 游戏乐此不疲 脑鬼族似乎不赞成灭亡人类 至少希望保留人类的 科技产物和科研人员 我巨魔族只对力量本源感兴趣 想要找出破解神居的可能 其余种族 我就不知道了 血脉许可圈不够 也无从了解 李晨默默听着 巴伦说的 和暮色灵体记忆一致 下九位诡异种族之间 并非铁板一块 哪怕面对人类 也是各执一剑 王女暮色血脉尊贵 对下九位诡异种族的了解 更加清晰 不过李晨本来也不打算问巴伦这些 他直接对巴伦命令道 回去动物园 找到你们统领 就说 王女暮色向你们巨魔族问好 被血毒化作奴仆的巴伦点头 他气息迅速降低 然后被李晨焚烧成灰的双翼与手足 接重新生长了出来 扑腾扑腾 巴伦飞上天空 直奔巨魔统领去了 眼望着巴伦身影远去 李晨嘴角咧开 这些诡异种族的领地并不在地球上 反而处于异空间 如果没有阵法入口 李晨暂时也拿这些诡异种族 没啥办法 但是如今拥有了暮色灵体的血毒 他故意控制巴伦回去挑衅巨魔统领 就等着这位八星遥光统领杀上门来 苏静离这时才赶了回来 他如今刚入洞明四星 就算吸收灵精 也远远追不上李晨 强行使用灵气飞行 消耗颇大 李晨 你怎么放巴伦走了 李晨轻笑 如今回去挑衅 那统领自然坐不住要杀我 苏静离一惊 你 你故意的 不过真是不可思议 你居然连血灵王女的秘书也会 原本苏静离 只是以为李晨化解了血毒 毕竟自称SSS及天赋的李晨 自身未接远超暮色 化解血毒也不是不可能 可是如今苏静离 当真是无法可想 李晨连暮色的血毒都学会了 李晨不置可否 他转身从协会总部 拿出一袋子灵精 李晨默默伸出手 用自身灵气将这些灵精 全部沾染一遍 敬礼 来 等下帮我把这些灵精 分给赵天明他们 李晨内心有些期待 他如果没有猜错的话 天上神能将神力分 给整个蓝星的人类 让这些人类杀鬼 从而恢复鬼力与灵气的平衡 赵天明他们斩杀鬼异生物 鬼力应该会重新回归神本身 既然如此 李晨也如法炮制 用自身灵气过滤灵精一遍 给赵天明他们使用过后 相必也同样能得到那些 被斩杀的鬼力 如此一来 李晨心想 自已用不了多久 自身鬼力逼迫宗师 届时灵气提春机当中的灵精 也积攒够了 那么 跨入宗师境 只是一念之间 派遣巴伦出去打窝 李晨此刻哪也不去 就在炎武场上等着 鬼异种族 互相谁也不服 他用王女暮色 奴役巴伦 料想那巨魔统领 定然按耐不住 从家里制作工厂 拿过来的灵精 一共47块 李晨留出30块 准备分给赵天明 等其他协会专员 剩下17块 自然归他一个人独享 拿着一块灵精 李晨体内 古神法 运转 几乎用不了一分钟 手上的灵精 就会化作粉末消散 看着容纳灵气的晶体粉末 散于空气当中 李晨知道 这其中的原理 就和试炼者一样 原本人类身体当中 没有灵气 也能活得好好的 但是注入灵气后 短时间被大量抽离 作为容器的人类 就会如这晶体盒子一样 迅速绷解 变态 苏敬离撇撇嘴 他现在才算第一次 看到李晨修行 实在难以想象 正常觉醒者 吸收灵气的速度 居然能快到这个地步 一块灵精 足以抵正常吸纳 灵气百日之功 按照李晨之前的演算法 影员突破动明镜 需要500多天 那么几乎五块灵精 就足以造出一个 动明镜强者了 觉醒的异能序列 在前100位的A级强者 吸收一块灵精 也续一个星期 苏敬离这种S级 则是需要两天 但是因为苏敬离 修行无双法 需要两种元素 灵精对冲 所以 消耗比一般觉醒者更大 按照吸纳灵精的速度来看 李晨几乎把其他觉醒者 甩到车尾灯都看不到了 十分钟吸纳五块灵精下去 李晨居然连遥光二星度未突破 苏敬离问道 你为何不改修其他元素 若是继续这般吸纳 所有元素的话 到时候如何突破宗师境 我有法子 放心好了 继续又吸纳完剩下的12款 李晨身上灵力波动终于变了 呼 终于遥光二星了 这灵精修行 也就比正常吸纳灵气快了一些 李晨拍拍手 要不是如今 金海市灵气浓郁的地方太少 他也不至于要等灵精生产 之前 横跪远小区那些地方 被自己吸收灵气后 都没恢复好 眼下只能等灵气提纯机 抽取地下的灵气了 苏敬离看着地上的晶体盒子 嘴角抽搐 你的元素清合力 真是可怕 难怪那个遥光六星的田龙声 根本没法抗你一击 李晨轻笑一声 古神法修行 先用灵气洗刷自身 再凝聚入元素法身当中 这使得他 如今遥光镜体内灵力 超出正常觉醒者 十倍不止 身体强度也远超同镜 而且有居灵在 诡异种族的天赋神通 也归李晨使用 不论是肉搏 还是灵战 正常遥光面对李晨 都是被虐杀的局 赵天明等一众执行专员们 终于赶了回来 化石人 你们真快啊 遥光竟能飞针是太好了 不像我们还要开车 李晨笑了笑 他转头问道 苏静黎 那你怎么跟上我回来的 苏静黎如今可不是遥光 又没有李晨的灵气 欲空 苏静黎用镜身凝聚出一块长毛 我直接将这东西扔飞出去 然后自以和镜身换位 李晨笑了 他还以为苏静黎和陶白白一样 把东西扔出去 然后自以跳在上面飞呢 哪怕是牛顿看到了 都要磕头 这里有一些灵精 你们每人一块 拿着修行吧 赵天明等人文言一经 面面相去 我的天啊 画世人 你哪来的灵精 这东西 我身为试炼者都没有啊 神明代理人说 我们第三批试炼者 都要要过几天才给灵精 赵天明当即拿出一块 爱不是手 其他执行专员们 或多或少 也听说过灵精这东西 毕竟以前在协会里面 苏静黎和李晨没来的时候 赵天明拽得二五八万似的 天天把自以是试炼者挂在嘴上 如今看到赵天明这个反应 众人也是纷纷露出惊喜 李晨脑海瞬间又收获了几千感谢值 赵天明等人 把灵精小心翼翼摆放出来 赞叹不已 他们围在一起 同时开始吸收灵精 因为如今灵气提春机制 做的灵精当中 掺杂各种元素 而不是所有人都和李晨一样 能全部吸收的 现在二十多个专员一同吸纳 分修不同元素的人一起吸收 就不会产生浪费的现象 稍微看了看 李晨眼望着这群人 吸纳了半小时 二十多人 居然连一块灵精都没有用完 哎 这些人真嘛 不像我几分钟一块 幸好古神法 只有我一个人有 这种快乐 只能我一个人承受了 李晨心想 自己不如再用情绪值 抽取一下科技测的能力 到时候改装一下提春机的法阵 这样 就可以制作出不同元素 得专属灵精了 开启面板一看 因为直播的关系 李晨如今情绪值 已经迅速突破到了五十万之多 就算高阶奖持 需要五千一抽 李晨 都足够抽到系统破产了 希望灵气复苏过后 能多一些人活下来 李晨暗自心想 一来大家都是华国人 他自然也不能看着同胞死 二来人多情绪值也多呀 现在自已猜三界 以后高阶能力什么的抽取 肯定更费情绪值 万一灵气复苏 全面复苏之后 人死光了 李晨哪来那么多情绪值 抽取高阶武器 秘书什么的 苏靖离这时 也走回大楼 他被李晨甩得越来越远了 身为众生者 也是要点面子的 李晨坐在一旁的场地上 他打算就在这里等着 那个巨魔统领回来 有些无聊的李晨 开起手机 他琢磨着 怎么继续搞情绪值 第一次直播 加上官方直播 情绪值效果不错 但是人啊 都是喜新厌旧的 不整点节目效果 后续情绪值 只怕没有这么多了 随便刷了刷抖音 李晨发现 几乎全是关于 灵气复苏话题的 甚至有人已经开始 在西红柿小说里面 写关于灵气复苏的小说了 震惊 李氏少主迎娶金大笑花后 金海李晨率对灭了魔门觉醒者 关于自己的话题热搜 瞬间再度罢榜 而且 各种不同网红博主的评论区 也全是这样 大嘴哥 你不是特种兵吗 去和李晨单恋 康碧特弹白粉肝帆觉醒者 甲方估计直接给你打一个一广告费 小龙 作为健身博主 你为啥没有觉醒异能呢 来个本体系异能 王老师肯定爱死你了 李晨看了一会儿 他不禁想起 自己老爹李龙诚说过 有些富豪搞到了觉醒者的血清 这种血清 甚至有机率 帮助普通人觉醒异能 之前按照慕色的计划 我也得找个时间 给金海市全体市民 注射一下我的血统 如果那些普通觉醒者的血液 都能帮助人觉醒异能的话 那我的神血案到底也能啊 李晨想到这里 不由得好奇 也不知道其他人用了自己的血 会觉醒什么异能 他打算今晚回去 就先从自己家人下手试一下 李晨退出抖音 又登陆上了TikTok 他想看看其他国家觉醒者的情况 按照苏敬李所说 那么这个时间段 其他国家 估计也是开始灵气复苏了 李晨一进去 果然发现 也有灵气复苏的话题 但是远不如国内这般爆火 他甚至翻了很久 才发现一个觉醒者老外 正在直播 这是来自阴将国的一个白人 进入直播间 这白人主播 正穿着一身超人服装 直播间的朋友们 我就是灵气复苏时代 阴将国的守护者 超人边说 边用发红的双眼 射出镭射 将荧幕前的一头 影员异星的变异流浪狗 灭杀了 隔着荧幕 李晨发现字 以这天目能力 居然也能探查对方实力 本体系序列480 为射眼 当前实力 影员三星 这超人主播 应该是阴将国的普通觉醒者 而且 算觉醒得比较早的 但是实力和李晨的摇光镜 压根比不了 果然 直播间弹幕当中 立刻有人发出 不如李晨 抵不过 我们华国李晨一根手指头 垃圾觉醒者居然不会飞 给这位正在直播的超人主播 看猛逼了 马德这情况 怎么和他想的不一样呢 灵气复苏时代 身为觉醒者 来直播 不应该被人喊666吗 甚至有妹子愿意千里送 就想试试那种方法 能不能觉醒一能呢 怎么这么多华国人弹幕 表现出不屑一顾呢 李晨是谁 超人主播绷不住了 当即问道 李晨看乐了 直播其实也是这样 炫富的 就怕遇到更富的 炫耀异能的 遇到更强的 就趴菜了 弹幕没人回答他 只是一个镜说 李晨牛逼 靠 李晨到底是谁 我要和他真人献下PK 超人主播怒了 这时 有路过的鹰匠国行人 拿出手机 给他看李晨直播的录影 录影当中 有李晨召唤火焰 凌空飞行的画面 What 怎么会有可以飞的强者 超人主播人 都骂了 他们鹰匠国 可不像华国 还有灵界广播发布 觉醒者等级 鹰匠国头部有权的 大人物们 直接全部把 自己和自己家里的人 搞成了神选者 甚至都还在 刻意隐瞒灵气复苏 超人主播 也是觉醒异能后 苟了几个月 修行到三星这才出来 本以为自己也算 灵气复苏时代的强者了 没想到这出来 第一次直播 就被嘲讽了 他翻看路人手机 嘴一脚张大 一定是假的吧 怎么 可能有人这么强大呢 这是特效 这个华国李晨 肯定是特效啊 我才是货真 价实的觉醒者 李晨看得想笑 他也是现在才发现 不是所有国家 都愿意公开灵气复苏的 也就是华国领导 愿意在灵界 无偿一次次 释出广播 来传达灵气复苏的讯息 比如觉醒者等级啊 修行区别啊 像鹰匠国这种情况 显然就是上面领导 隐瞒了灵气复苏 国家什么的 不如自己前途重要 而看到这一幕 弹幕水友们 也是纷纷反应过来 鹰匠国的老外 居然对灵气复苏的情报 还不如他们 这些普通人 华国 灵界广播半年了 修行者等级 如今 几乎能在网上搜寻到 不然也不会有人 敢去官方协会门口 搞诈骗了 我了个豆 虽然我们华国 某些贪官不当人 但是总体领导 至少还是为民众着想的 是啊 鹰匠国居然连灵界直播 也不乏 这个老外觉醒者 比我们华国普通人 还愣头青 居然说 李晨是特效 他要是真过来PK 估计会被李晨秒杀吧 而看着弹幕飘过 超人主播 似乎也反应过来什么 莫非华国人早就知道 灵气复苏了 看到这个直播间的 其他鹰匠国水友们 也意识到这一点 反应快的 立刻选择加华国 发弹幕的观众的账号好友 想要问问 是不是华国每个人 都知道灵气复苏了 结果 这时候 超人主播边上 忽然冲出来一队人 一只大手立刻伸出 拦住了直播间的画面 随后传出殴打的声音 你们不能抓我 你们这是隐瞒灵气复苏 我要去白宫抗议 直播间传来 超人主播的惊呼声 李晨看着 也知道发生了什么 估计是鹰匠国官方协会的人 来抓这位直播的 超人觉醒者了 对比一下自已 李晨这时候 真是感觉到 鹰匠国头部领导人 有些太不当人了 灵气马上就要全面爆发了 他们居然 还在用官方协会 试图压制这种讯息 难怪TikTok上面 灵气复苏的话题不多 估计都被鹰匠官方控制了 笑死 我要是穿越在鹰匠国 估计得狗盗无敌 才敢赚情绪值 不过到那个时候 估计蓝星人都死光了 哪有情绪值可赚啊 里晨感慨当中 对华国官方 多了很多好感 林浩那群人 还有总部那些领导 他们愿意把从神当中 获得的情报 无偿分享 已经让华国的觉醒者们 领先一大截了 鹰匠国掩耳盗铃 等到灵气全面爆发 却几乎全是诡异生物的食量 这个超人主播区区影员 三星赶出来装逼 这就是不知道 修行等级的结果 因为不知道 自己处于什么实力 所以 苟了几个月 就以为可以横着走了 连试炼者的讯息都不知道 李晨笑了 正打算继续看看 TikTok上面 其他国家觉醒者的讯息 只见远方天空 忽然发出一声幕后 灵世之中 一股前所未有的诡异气息 宛若龙卷 接天连电 翻滚着 正朝字矣而来 天幕跳出提示 巨魔统领 当前等级 宗师静 李晨微微一愣 拿着修罗 剑站起身来 靠 钓鱼钓到鲨鱼了吗 金海市动物园 伴随着一声幕后 一股前所未有的浩荡气息 宛若漆黑龙卷 上街云层 下连地面 翻滚盘旋着 飞速朝着金海市协会 总部而来 这股气息前所未有的强大 哪怕是没有 灵世的普通人 也能清晰看到 天空惊现的异象 大片房子的屋顶都被吹起 动物园的广告牌 在半空当中飞旋盘转 隔着二十多公里 李晨也能看到 漆黑龙卷当中 一道身躯硕大的身影 宗师静 右手握住修罗剑的剑柄 黑色短发被狂风吹得飞扬 也不知道为什么 李晨看着这股气息 内心并没有太过慌烦 就像是小时候 试图跳过一个深砍 哪怕是初次尝试 心中也有把握 能过这一关 话是人 什么情况 赵天明等人 迅速从修行状态脱离 连忙抱起灵精 走到李晨身边 没什么 来了个第四境宗师的巨魔统领 李晨平静遥望远方 什么 宗师静 众人面面相去 悚然一惊 他们最高的赵天明 都才区区不顾洞明镜啊 灭了遥光镜宗主的青云门 对于他们来说 已经是足以写入族谱的功绩 怎么 这才回到协会一会儿 宗师静的鬼杀伤门了 话是人 我马上和总部求救 让林昊大人过来看看 赵天明拿出灵气 通讯罗盘 却被李晨拦住 不必 我自已可以 你们现在马上走吧 离我远点 李晨眼瞳当中泛起金色 方圆千米内 灵气瞬间翻滚沸腾 已经突破遥光二星的李晨 掌控的灵气范围 也翻倍了 各种元素的灵气瞬间呼应 七彩霞光 直冲天际 与远处七黑龙卷摇像对峙 大神 话是人 原空三人惊呼 赵天明恶补了一下 诡异种族资料 宗师镜诡异 已经可以 让自身诡异化 只要环境当中 诡异充沛 那几乎就是 不死不灭的存在 更不要说 宗师镜诡异生物力量 远超摇光镜强者了 一般都是 诡异生物 越级战斗觉醒者 怎么到话是人这脸 还反过来了呢 你引着巨魔统领过来的 不是说摇光镜吗 苏敬离也从大楼当中 跑了出来 看着迅速朝他们 而来的龙卷 目光凝重 谁知道呢 这巨魔统领生性孝心 居然连自己族人 都隐瞒过去了 李晨嗤笑一声 他本想用那八轮钓鱼的 谁知道这巨魔统领 也是个钓手 你灵力充沛 可以飞行远盾 届时等灵号 过来就能 苏敬离如今不过动名 面对宗师镜的巨魔统领 也是爱莫能助了 这让苏敬离悚然发现 自已如今 居然连插手李晨战斗的资格 都没有了吗 这是我的猎物 我能对付 放心好了 我灵力充沛 打不过我也会逃的 你们现在马上离开 李晨一步跨处 身躯缓缓深入天空 地面全是人 他也不想波及旁人 黑色鬼力 宛若厚重云层压住 整个金海式的天空 而李晨头顶上方 灵气霞光直冲云霄 成为唯一有光照射的地方 天哪 这天怎么全黑了 不会有人在召唤神龙吧 快看 那片光柱之下 是李晨 我了个斗 这才刚灭了青云们 又有诡异种族杀上门了吗 此刻 地面无数民众 抬头看向天空 如果说摇光之前的战斗 宛若略施法术的倒是降妖 那么今日此刻 天空异象 已经不亚于大圣附魔了 漆黑龙卷速度极快 几乎半分钟 就跨越几十公里飞了过来 空间当中 巨大的鬼力 压迫赶袭来 执行专员们 一个个面色苍白 身躯颤抖不止 宛若直面 浩荡天威 从这里 已经足以看出未接的区别 觉醒异能 越是序号靠前 比如赵天明元空 越是能抵挡这种威压 苏静里脸色 甚至只是白了一些 神色如常 而其他专员们 就有些扛不住了 跑 也不知是谁带头说了一句 一众执行专员 立刻化作鸟兽四散 觉醒异能的他们 比一般人更能感受到 这宗失禁 巨魔统领的可怕 仅仅是气息压迫 众位执行专员们 就有身体爆炸的感觉 元空 我们也走 赵天明带头 也立刻拉着于南远去 可恶 苏静黎犹豫了一下 还是迅速退走了 他如今不过动名 饶是有九转半神的见识 也是巧妇难为五米之吹 根本无法插手宗失禁的战斗 只是苏静黎想不明白 前世金海事 灭亡于血灵族陷阱当中 他遭遇最大的敌人 也不过宗失禁的血灵族牢 怎么现在 冒出了另外一个宗失 禁具魔统领呢 该死 到底是我记错了 还是记忆改变了呢 苏静黎跑向大楼 取出通讯罗盘 打算向总部求救 结果 天空当中 巨魔统领怒吼一声 今日 你们全都得死 给本作风 话音落下间 鬼力化作光照 宛若倒扣的大碗 竟然覆盖了李晨所在区域 连带半个金海事 苏静黎的求救讯号 根本发不出去 天空云层忽然爆发激烈雷光闪电 这是恐怖的灵气 与鬼力碰撞 发出的爆炸 苏静黎知道 李晨和这宗师境巨魔统领 已经交手了 苏静黎愣在原地 双拳紧握 这巨魔统领 显然有备而来 用鬼气封印了周围 他连求救都无法发出 李晨 你会赢的对吧 苏静黎暗自祈祷着 虽然遥光二星对战宗师 有些天方夜谭 但是眼下 他除了相信李晨 也已经没有任何办法了 苏静黎不知道为什么 自以这一世情况发展 压根和前世不同 该出现的 都被李晨灭了 不该出现的 却又被李晨引了出来 当真是君以此兴 必以此亡 哄 一股惊人波动爆发 云层当中 飞出一个人的身影 迅速朝地面落去 黑色小山一般的巨魔统领 紧随其后 两者从天空落在高架上 高架两旁车辆迅速停下 无数人匆忙下车 四散奔逃 李晨面色不变 单手持剑 平静与巨魔统领对视 两人近身 李晨这才看清 这巨魔统领 一身肌肉壮硕无比 宛若小山一般 背部声有巨大银纹 一双黑色鼓翼展开 足足有十多米 头顶长着独角 说话间露出舌头 竟然呈现紫色 慕色真是太狂妄了 今日本座若不杀你 我巨魔族势不为人 巨魔统领波伦 脸色铁青 自已血脉后裔八轮 竟然被变成了血模 甚至代表王女慕色朝 自已问好 就算知道血灵族计划 波伦找不到慕色 也无论如何 饶不了李晨 李晨轻笑 笑死 你们本来也不是人 说话间 李晨微微甩了甩左手 以遥光镜硬抗宗师 天空当中 李晨已与着波伦对拼几几 只能说 诡异种族身躯强度 当真逆天 李晨遥光镜凌炼的古神躯 竟然只能一招杀不了 宗师镜的巨魔统领 你 波伦虽然恼目 却对李晨小心起来 本以为自已宗师镜出手 应该能秒杀李晨 到时候 波伦说 什么也要让目色 为自已诞生子嗣 用来弥补 巴伦化身血奴的痛 结果 在天空与李晨拼了一下 波伦愣是想不到 自已逃不了一点好处 这让他当真怀疑自已了 到底谁是诡异种族啊 到底谁才是宗师镜啊 倒反天罡啊 这时 忽然有一辆车 横冲直撞 朝李晨而来 在人流纷纷远离李晨的时候 李隆成独自一人 驾驶着一辆麦巴赫 逆着车流来 宛若抢救火灾时 逆流而上的消防员 那么孤单 那么固执 麦巴赫突兀的一个甩尾 急停在波伦与李晨之间 李隆成开启车门 从里面走了出来 李晨看着自己老爹 突然出现顿时一惊 高价 麦巴赫 虽然此刻不是语约 差了点氛围感 但是无所谓了 李晨不由地想起来 那对父子 也曾在死事环绕当中 开着麦巴赫 与神对峙 然而李隆成 开启后备箱 拿出来不是什么屠龙武器 仅仅只是一把手枪 和一捆炸药 李隆成瘸着腿 举起枪怒目元征 将炸药绑在身上 另一只手 则是伸出整个人 拦在李晨面前 哦 波伦饶有兴趣 看着这个普通男人 看着架势他也知道 这男人 这是在保护李晨 虽然拿着手枪 对波伦毫无威胁 曾经我没得选 但是现在 我只想做个好人 妖孽 这是你逼我的 居然敢动我儿子 老子全身都绑了C4 敢动一下 我现在就和你同归预计 李隆成怒吼着 右手上则是炸药的引爆装置 哼 这东西对本座毫无作用 却能炸死你自己 你不怕吗 波伦吃笑一声 只是同样作为父亲 他对李隆成的心境 有些感同身受 我怕什么 你不知道 我们人类可以看广告复活吗 李隆成竟然还开了个 不切实意的玩笑 波伦悚然一惊 他想起人类手机当中的广告 确实很多都是这样说的 莫非人族还有复活法 波伦愣神思考了一下 一时间竟然真的被李隆成唬住了 而 趁现在快跑 李隆成这时转身对李隆说道 他来的时候 拦住一位协会专员 得知这具魔统领乃是宗师静 顿时机眼了 李隆爷爷和李隆成说过 目前在华国 甚至只有零号和几个排位靠前的试炼者 才是宗师静 自己儿子 李隆叫醒才不过十天 他料想定然不可能打得过 这才急匆匆开车赶了过来 李隆还未说话 李隆成又补了一句 有爹在 这孽初伤不了你 李隆忽然沉默了 自已钓鱼引来宗师静的巨魔统领 在所有人或被动或主动离开逃命的时候 只有自已轻爹 义无反顾 拦在自已前面 可是李隆成不是什么S级混血种 也没有足以抗衡龙王的武器 他甚至连觉醒者都不是 也分不清 什么叫做异能和等级 他只是知道 当自己儿子遇到麻烦的时候 当爹的 应该将一切危险拦住 李隆忽然想 也许李隆成一直默默关注着自已 当自已在直播镜头面前 斩杀诡异的时候 李隆成或许会对着老朋友 指着手机说道 看到没 这是我儿子 人群瞩目之下他默默关注 而当面临危险 周围人都离李隆而去的时候 李隆成却义无反顾冲了出来 就像孩子小时候 就要从床边跌落地面 老爹反应就会化作超人 迅速接住 天下父母也许都是这样 你走得再远 再高 你获得无数赞誉和关注 但是你的父母只会关心你 有没有吃饱 有没有穿暖 这时忽然有BGM响起 总是向你索取 却不曾说谢谢你 直到长大以后 才懂得你不容易 一生要强的爸爸 我能为你做些什么 谢谢你做的一切 双手撑起我们的家 总是竭尽所有 把最好的给我 于南这时 竟然从天上下来了 李隆抬头一看 这小子居然用异能 调动了一辆直升机 不出所料 迈巴赫车在音响的 父亲也是这小子放的 大神 我来帮你了 于南手中居然也拿着一把AK 你怎么不走 我说了我一个人能对付 李晨惊讶问道 于南却轻笑一声 那怎么行 大神别忘了你 可是我朋友 我怎么能放着 朋友一个人战斗 于南将手中AK上膛 而且 天天打游戏 有什么意思 真人吃鸡才够刺激 他单手一指 远处一阵烟尘飞起 竟然是金海市军事基地的导弹发射了 东风快递 使命必达 来啊 砸碎 让你看看人类活力的极限 精神骇客 全开 金海市军事基地 一切武器自动开启迎战状态 无数导弹对准波轮 奇奇的烟雾尾迹划过 竟然将阴云密布的天空 都撕扯出一丝光亮来 大量武装直升机 进入自动驾驶模式 密集火力倾斜而下 波轮身上被子弹打出火光 这个世界上 有两种人 一种是经历过痛苦 所以也想让其他人经历一遍 而另一种人 则是经历过痛苦后 却反而想别人幸福 这样 就可以借助别人幸福的火光 稍微地温暖一下自己 没有感受过父爱的于南 现在想要做后一种人 无数导弹呼啸着划过长空 紧接着在波轮身上爆炸 宛若一朵朵绚丽的烟花 精神骇客 全力开启之下 于南一共调动了 金海市军事基地武装直升机 三十多架 超过上千枚导弹 拥挤着落 在这段前后不超过一公里的高架线上 半空中直升机自在的高速机关枪 正全力吞吐火舌 宛若一条条子人 而市的火龙不断怒吼 这般饱和式的火力打击突然出现 幸亏周围人群早已疏散 不然 哪怕是飞出的弹片 也足以将围观者打成筛子 高架的地基 很快承受不住下陷 连带着波轮 一同陷入地面 而无数火力倾斜下的波轮 早已看不到身影 只能看到此起彼伏的爆炸火光 和大量升烫的硝烟 远处 赵天明等人和苏敬离愣愣看着这一幕 所有人都意外出神 没人能想到 对无理那个只会打游戏的网瘾少年 发怒竟会恐怖如斯 仅凭人类的科技火力 就能硬生生将一头宗失禁的巨魔统领压制 呜 天空传来高速物体滑过的呼啸 一架战斗机正低空飞来 无人驾驶的战斗机身上 爆出白色的烟雾 这是他突破阴障的证明 战机携带着十枚空导导弹 一头扎在波伦身上 随后抱起巨大的蘑菇云 高架线上 李承三人默默看着这惊天动地的一幕 遥光静灵气范围散开 李隆成和于南 这才没有被于微波及 不过这也意味着 看似浩大的火力打击 对于宗失禁的波伦 只怕难以造成威胁 李隆成默默看了一眼 自己身上的炸药 旋即把他拆了下来 觉醒者的强大 远超李隆成的想象 难怪李承和他说过 灵气复苏的时代 所有的安全所都是自欺欺人 感受着空气当中炙热的火浪 李隆成内心震撼 人类用一切力量制造的盾 都未必能挡下自己做的毛 更何况来自神力的天威 这般恐怖的火力覆盖 持续了一分钟 整个金海市都能看到 这里升堂的硝烟 战争 这两个代表着杀戮与死亡的字眼 伴随着波伦的到来 再一次出现在了华国大众视野里 普通人不会知道 这是于南的意呢 他们只会想 先前的漆黑龙卷 只怕来头不小 竟然引动军方在城市开展歼灭战 如果说之前李晨直播带 给人们的是一种灵气复苏的兴起和未知 那么此刻 导弹与武装直升机的出现 则是让这些市民 真正看到超凡异能与人类科技的碰撞 好 波伦的怒吼 震天汗地 他小山般的身躯 从深坑当中飞起 全身除了些许划痕 竟然没有留下一滴鲜血 怪 怪物 怎么会 这都没事 无数人抬头看着天空当中的波伦 这一天 华国人真正意识到 诡异种族的可怕 那是人类当前科技 根本无法抗衡的存在 可恶 这家伙开了吧 这都不死 于南有些傲谋 调动如此火力 已经是他当前极限 但是看起来 居然对波伦毫无威胁 你们留在此地不要走动 等我回来 李晨留下一句话 故事而上 宗师进诡异种族 已经完成了鬼力化 只要鬼力存在 就能不断修复自身 更何况巨魔族天赋神通 外表强悍 寻常人类火器能威胁到他 真的就有鬼了 波伦刚从深坑当中飞出 迎接他的 就是一剑红刃 当头披下 给也死 瑶光二星灵气全力失为 恐怖的一剑 自波伦天灵盖斩下 而后竟然一路无阻 生生将它切成两半 天哪 画世人这么猛 赵天明等人悚然一惊 以瑶光镜越级对抗宗师 竟然一剑秒了 苏静黎默不作声 他知道这种伤势 根本无法致死 果然 波伦被切开的身躯 立刻迅速长出皮肉 鬼力化作肉体 填补被李承斩去的部分 好生古怪的剑 恢复身躯的波伦 惊奇不已 巨魔族天赋神通 侧重于力量与身躯 甚至 在下九位诡异当中 足以位列前三 可是 波伦看到 自已身躯 面对李承的剑 宛若豆腐 一时间有些慌乱 我算了明白 慕瑟为什么 要把这家伙 变成血奴了 波伦目光闪烁 李承刚才一剑的实力 已经足以秒杀慕瑟 波伦心想 前几日血灵王女慕瑟 只怕就是 被这小子逼到绝路 所以用了手段 比如献出自身身体 这才得手 将其变成血模 不然 李承刚入窑光镜 已经不惧宗示尽 若是放任他杀 只怕多少诡异的命 都不够甜 你告诉本座 慕瑟在哪 我即可现在离去 只需他将我变回来就行 肉身对拼几剂 加上李承这一剑 波伦此刻内心有了退意 他表面粗大 实则内心细腻 不然怎么可能 巴伦作为他血脉后裔 都不知道父亲的真正实力 被李承变成血模的时候 居然还以为 波伦只是摇光镜 如今波伦看到李承实力 瞬间就知道 这种人和一般觉醒者不一样 战力压根 不能按等级估算 若是继续和李承打下去 到时候 他波伦只怕自己骑虎难下 就算自身可以靠鬼力恢复 但是万一出现什么意外 就糟了 李承只是冷笑 穆瑟早已被自已居灵 根本就不存在于这个世界上了 你猜 我是小孩子我还猜 波伦怒目而逝 回应他的 只有李承的下一件 你找死 波伦问不出穆瑟下落 只能迎战 巨大的拳头 一拳打向李承 却被修罗剑再次切开 哼 波伦当即冷哼一声 鬼力化作 一杆杖扒蛇毛 恢复伤势的双手 拿着和李承队拼在一起 两人交集处 爆发出剧烈波动 让人惊讶的是 宛若小山的波伦 竟然被看起来身躯单薄的李承 一箭逼退 这家伙 到底什么意囊 波伦双手震的发麻 诡异种族 本来同等战力 就比觉醒者强 如今自已 更是等级碾压李承 竟然还不敌对方 波伦已经看出原因 李承攻击之间 调动灵气范围 压根不比宗师镜的自已差 除了身体无法元素化 眼前遥光镜二星的李承 简直和宗师无异 而且身体强度 比他这巨魔族 只强不弱 这宗师镜果真难缠 李承皱了皱眉 对方身躯 可以恢复伤势 一时间让李承也没了办法 法身 戳 八尊法身其戳 他们如今已经有了自身意识 不须李承吩咐 当即纷纷爆出力量 对着波伦招呼 各种浓烈的元素之力 席卷波伦 死 波伦痛呼一声 身躯表面被不同元素腐蚀 立刻调动轨力恢复 一时间 腐蚀与恢复的速度 居然平衡了 这小子 到底什么异能 波伦眼皮直跳 用剑也就罢了 现在 还有这法身之类的东西 李承根本不回答 只是默默运起 星火剑法 一剑一剑 朝波伦劈过去 短短几分钟 李承连续劈出上百剑 星火剑法效果发动 剑招不断增强 修罗剑红刃上 灵光更甚 而波伦被斩中的地方 恢复伤势的速度 果然变慢了 哼 我就知道 就算你是宗师镜 只要我杀得比你恢复得快 你也要死 李承手上动作更快 连续叠加几百剑的星火剑法 威力堪称恐怖 随便一招余威 都能灭杀遥光 若不是波伦能恢复伤势 早就死无数回了 坏了 波伦也瞬间明白李承用意 他看向自己被斩中的地方 身体果然还未长出皮肉 李承下一剑就来了 伤势不断扩大 短短一分钟 就深刻剑骨 波伦试图挣扎 周围元素法身 却不给他这个机会 浓烈的元素之力 轰在身上 你不要逼我 波伦惊怒交加 神色开始慌弯 没想到自己隐藏实力出山 居然特魔碰到一个 比自己更婴的老六 遥光镜压着他宗师打 说出去谁信啊 鬼气 瘦 天空当中黑色云层散去 原本扣住半个金海石的大碗消失了 一个斑指出 陷在波伦手上 浓烈的鬼力 从斑指上涌出 波伦身躯恢复速度加快 他立刻从元素法身 与李晨的围攻当中 挣扎而出 而后竟然飞向远处 俨然是打算逃跑 地面上众位执行专员们 已经看猛了 谁都没想到 这宗师径巨魔统领 居然被李晨一人 打得落荒而逃 靠 开了是吧 李晨没想到 对方居然还有鬼气这种东西 那扳指蕴含海量鬼力 一下子 将他积攒在波伦身上的伤势 全恢复了 这家伙速度太快 李晨眼望着波伦 转身就逃 一时间愣了一下 宗师径可以用鬼力修复身躯 李晨摇光尽二星 调动灵力能碾压对方 但是若想彻底杀死 却又是另一个概念了 既然你先开 那就别怪我也开了 李晨拿着修罗剑 竟然转手 将左手手掌 放在剑刃上划过 一道血迹 立刻附着在修罗剑上 随后 李晨直接将这剑扔出 插在波伦背上 波伦头都不回 他挨了李晨上百剑 也不差这一剑了 今日之仇 本座记下了 下次我一定会 结果 波伦话未说完 飞在半空的身影忽然下坠 他试图挣扎 在半空停了几次后 还是一头栽在地面上 怎么会 扑 波伦露出诧异 有些不明白 自己身体怎么 忽然使不上劲了 他刚想说话 嘴里流出腥臭发黑的紫血 这剑 这剑 波伦伸手抓出后背的修罗剑 一下子看到 上面附着的神血 这时 李晨已经追了上来 一步步朝他走去 你是 神尊大人 大人您怎么会在此殿 不对 大人以您的血脉 怎么可能 被可能被木色那个婊子控制 您这是 波伦颤抖问道 身为巨魔统领 英文卫界的波伦 已经知晓很多事情 比如 他们诡异种族 到底为何会诞生在蓝星 血脉当中的记忆 告诉波伦 他们诡异种族诞生蓝星 只有一个目的 吞噬更多的灵性人类 巨魔族魔王曾说 人类觉醒是神的旨意 他们诞生 也是神的旨意 眼下波伦有些想不明白 高在天外的神尊 为何亲自来了蓝星 又为何对自己出手 原本受伤 就能恢复实力的波伦 被神血污染的地方 此刻 却迟迟无法复原 来自高危力量的碾压伤势 鬼力还未凝聚成躯体 就迅速崩坏 甚至伤势的范围越来越大 波伦脸色越发惨白 李晨惊讶发现 波伦一个宗师境的诡异抵抗 自以血液的程度 还不如王女暮色 暮色好歹能看出 自以神命灵的位置 而且是吞入体内 发现无法消化才死 波伦这银温巨魔 哪怕等级更高 却发现不了 自以神命灵的位置 神尊 是那个引起灵气复苏的存在吗 李晨停在波伦面前 神尊大人 我足按照您的要求 进行改造实验 意图探究鬼力 与灵气平衡的方法 甚至折服等待灵气全面爆发 您 您这是为何要对我足出手成见 波伦神色真挚 前程当中混着恐惧 李晨微微一愣 诡异种族 也是听令于神的吗 波伦的说法 与之前苏敬礼所说 似乎有些出入 按照苏敬礼所说 灵气复苏 乃是神位的抵挡自身鬼力 所以将灵气散去 借助人类的手 除掉诡异 可是如今波伦却说 他们巨魔族 居然是听从神尊的命令 进行研究调查的 两者的言论 已经有了冲突 李晨一时间 倒也不知道该听谁的 不过没关系 他只要杀了这波伦 到时候问灵就足以看看 这家伙说的 到底准不准了 李晨直接无视了 这家伙的话 反而将手放在对方头顶 我现在只要你死 说吧 李晨手掌元素之力凝聚 这一次竟然不是单一元素 而是多种元素汇聚在一起 频繁使用元素法身 李晨元素掌控 似乎有了突破 水晶土三重混杂一起 炙热的力量 竟然远超之前 单一一种元素之力 波伦看到李晨这般做法 整个人猛了 他只是痴痴说道 波伦领命 随后 李晨还未动手 这波伦竟然自行了结了自我生机 他嘴中吐出一颗星河 随后闭上双眼 小山般的躯体 瘫在地上 彻底死了 恭喜您斩杀宗 施敬巨魔统领 功勋直加十万 灵气直加十万 本次战斗您收获 来自元空等人的情绪值 一共十万 是否居灵 李晨发呆一会儿 有些没反应过来 这宗施敬巨魔 居然自杀了 苏敬离和波伦 到底谁说的是真话 李晨回头 看向协会总部的方向 喃喃自语 居灵 一道旁人无法看见 但是宛若迷你小山般的波伦灵体 从自身尸体当中飞出 然后进入李晨右眼 波伦宗试境的灵体 比之前李晨居灵的其他存在 庞大很多 这巨魔统领 进入李晨右眼之后 就自顾自蜷缩一团 灵体空间当中 天牛梭在最角落 不认是血脉 还是实力它 都是最弱小的 则是占据最大地盘 暮色灵体 甚至让其他护卫 给他揉肩垂背 而波伦进入灵体空间 只是差一看了暮色一眼 随即不再说话 李晨扫视一圈后 退出灵体空间 眼下还不是他问灵的时候 十万灵气值 这宗诗境当真是肥扬 李晨感叹一句 从波伦身上获得的灵气值 足以他提升入遥光三星 还有功勋值和情绪值 可以用来抽奖 李晨背后 这时传来一阵脚步 他回头看去 发现苏敬离迅速赶到自己身边 于南等人紧随其后 我的天啊 画世人 你居然灭了宗诗境的巨魔统领 太猛了 赵天明搁着老远喊道 赞叹当中带着不可置信 波伦出场 自带漆黑龙卷特效 对于处于新手期的这些专员来说 简直就是不可战胜的大boss 于南调动导弹战斗机 甚至都不能伤他分毫 却被李晨一人斩于剑下 苏敬离默默蹲下 简是波伦破损的身躯 白皙的脸色微惊 宗诗境巨魔身躯 可以恢复伤势 你到底怎么做到的 苏敬离问道 李晨默默盯着苏敬离看了一会儿 他没有立刻回答 反而先拿走了波伦吐出的星河 和鬼气扳指 这星河 乃是波伦死前吐出 扳指更是可以笼罩半个金海式的鬼气 李晨断然没有留给别人的道理 我想 因为我善 李晨开了个玩笑 呵 苏敬离扯了扯嘴角 自以这老公 能用血灵族天赋神通不说 如今居然能越即灭杀宗诗境巨魔 想知道的话 你得拿东西交换 李晨意味深长补充一句 波伦凌死前的话 虽然李晨没有问灵 但是他觉得 一个因为自以一句话就自杀的巨魔 没理由欺骗自以 神竟然都能命令诡异 那么就和苏敬离说的话不符合了 啊 苏敬离闻言 脸色一红 你 那你要几次 李晨 你想什么呢 脑瓜子除了吃就是瑟瑟 我是说 互相交换懂吗 李晨说着 他这时忽然发现 哪怕苏敬离是S级 似乎也发现不了自己的神仙 苏敬离愣了一下 眼神闪烁 脑瓜子似乎正在快速思考 这时 赵天明和其他人赶了过来 两人默契不再说话 其他执行专员们 此刻面对李晨 一个个目光躲闪 因为之前波伦来临时 这帮人跑得比谁都快 说不心虚 肯定假的 李晨却不可制服 他从一开始 压根就没有打算让人帮助 会被李晨记在心里 外面忽然传来警车鸣笛的声音 甚至有军用卡车 运载大队大队的 鹤枪实弹击乘车兵 包围了现场 为首一名南军官 面容屈黑 但是目光坚毅 身上军服两杠一星 赫然是一名少校 他站出来对李晨 行了个标准军礼 我叫陆晨 在此代表金海市全体市民 感谢李队长 灭杀巨魔诡异 军队当中对灵气复苏 不同于民众 而是早就开始 接触这方面资讯了 今日上千导弹自动发射 还有几十架武装直升机 火力打击 对波伦却毫无效果 军队长官们已经意识到 今日若不是李晨 就算有京都试炼者救援 金海啊 只怕也要天翻地覆 不过 若没有李晨钓鱼 这波伦 只怕也不会出山 李队长 金海市动物园 我军已经发现 大量改造动物 面对诡异 你们觉醒者协会才是专家 不若请您过去看看 这边战场 李晨诧异 这才想起 巴伦确实和他说过 巨魔族隐藏在动物园当中 改造动物 李晨转头 对其他专员说道 这样 你们留下帮陆长官 一起打扫战场 今日战况激烈 你们先搜查一下 周围有没有伤者 我随陆长官去看看 协会专员们 立刻点头秤势 不知不觉见 哪怕不是李晨分队下的人 也预设听从了他的安排 那好 苏部长 李队长 请上车 陆晨开启一辆 军用越野车的车门 却被李晨拦住 他一把抓住陆晨和苏敬离 然后整个人飞上天空 这段路况 已经彻底毁坏 开车过去太慢了 我带你们直接飞过去 苏敬离面色不变 上校陆晨则是 整个人明显慌了一下 但是他作为军人 还是很快冷静下来 感受着脸庞的疾风 再看看脚下 快速移动的景色 陆晨内心对觉醒者的能力 更加向往了 无需任何机械帮助 就能飞行 一直以来都是人类的梦想啊 不知道多少人 曾在夜晚梦到自已 在天空飞行 看到这一切 变成现实 陆晨说不羡慕 那肯定是假的 李队长 当觉醒者真好啊 陆晨不由地感叹道 李晨轻笑一声 不用急 你们马上也可以觉醒异能的 什么 可是 我知道现在 也没有任何掌握异能的迹象 上校陆晨惊讶问道 灵气复苏时代 觉醒者的出现 至今没有任何规律 哪怕是华国最顶尖的学者 从星座 血行 地缘分布 身高 年龄 体重 甚至生辰八字 等各个角度研究 都找不出觉醒异能的规律 哪怕是作为试炼者 也是神明代理人 直接指定的名单 就算是零号 都不清楚 为啥自己会觉醒异能 异能觉醒 一直都被华国高层 视为神随意指定 根本无可琢磨 李晨如今说 陆晨会有异能 陆晨在意外当中 也保有疑惑 李晨却不再解释 金海市全体市民注射计划 李晨马上就会推动开启 如果老爹李隆成 说的是真的 既然那些觉醒者的血液 能开启普通人的异能 那么李晨的神血按道理 只会更强 晚上回去 李晨会先让家里人尝试一下 三人很快飞到 金海市动物园落下 作为金海市最大的动物园 这块地区可不小 内部也是观着 大大小小各种动物上千 海洋馆当中 还有虎精表演之类的 李晨一落地 顿时就看到 一只鸡来回踱步 走两步半就 帮帮帮敲击三次地面 让人惊叹的是 水泥底砖铺就的地面 被这鸡随意啄开 李晨顿时惊叹 我去 这鸡是被波伦抓去看片了吗 全这么瘾 李晨的话 让一旁的陆成和苏敬离 顿时绷不住了 不过这鸡确实古怪 谁家坤哥 能两口啄开水泥地板啊 李晨用 添木扫尸一遍 发现这只来回踱步的鸡体内 有一块巨魔族的血肉 丝丝缕缕的黑色鬼粒 从巨魔族血肉发出 并且在其体内运转 这才让他拥有了 不同寻常的能力 李队长请随我到里面来 外面这些动物 没有太强攻击性 所以 我们一时间还会捉拿 但是 内部有些动物 似乎性情大变 我的兵用武器 都有些难以制服 陆成加快脚步 朝动物园的 肉食动物区走去 呵 还说我色 回头叫王妈 把这鸡给你炖了 不不你这小趴菜 苏敬离摸出一颗糖 放入嘴里 跟着陆成走上前 你什么意思 李晨紧随其后 他怎么感觉 苏敬离这是瞧不起他呢 苏敬离转身用右手 做出点打火机的动作 然后红润小嘴呼的一吹 懂了吗 什么玩意儿 李晨猛了 苏敬离摇摇头 故作嫌弃说道 你就和打火机一样 一点就着 一吹就灭 哈哈 苏敬离大笑着 往前跑了 逼个胆 今晚不许喊听 李晨被苏敬离整乐了 三人很快走到了虎原 和关着大猩猩的假山 十多个士兵 正拿起枪 对准里面的动物 隔着强化剥裂 李晨能看到 其中的老虎和大猩猩 简直长大了一倍不止 宛如凡足了一样 而且 利爪和虎牙都长了许多 他们低声看着 外面士兵咆哮 眼神当中 有嗜血的波动 李晨注意到 强化剥裂 已经被干碎了一个缺口 只能说 华国造的剥裂 就是牛逼 我们冲杀一次 一找就将这强化玻璃烘碎了 我们打空了一匣子子弹 将它们又逼退了回去 陆晨解释道 他身边还站着一位 动物园的工作人员 领导 这事儿真的不关我事啊 这些动物最近一个月 都是园长亲自喂食 而且这个星期 因为学生要放暑假 我们例行官员 加强防护措施 动物们都没有和游客接触 打算等周末开放 他们本来都好好的 谁知道突然就变这样了 饲养员说话间 惊恐当中带着惋惜 大概是养了这么久 也和动物们有感情了吧 那个被李队长 你杀死波伦 按照我们调查 就是这家动物园的园长 我们从他办公室 搜出了大量档案 但是很奇怪 上面什么都没有写 陆晨身旁一个警卫 抱着一大堆白纸 李晨随便抽出一张 天目 之下是用鬼力书写的字形 6月19日 头尾突救鬼异尸体 突救死亡 实验失败 动物们似乎无法吞噬我族血肉 真是可惜 巴伦说 人类吞噬族人血肉后 可增长灵力 现在看来 似乎其他动物不行 6月27日 改用鬼精放入虎原 鬼精自带鬼力 改造老虎 实验生物正常完成鬼力化 但是接触灵晶 就会狂暴异动 7月15日 灵晶与鬼精 同时放入虎原 巴伦说 似乎要灵气与鬼力平衡 方可共存 可惜这老虎不通人性 不小心那力量 结论 动物实验无意成功 要么是灵气化 要么鬼力化 也许是他们灵智太低 根本不知道 同时吸纳 李晨默默心惊 为了实验灵气 和鬼力共存 这波伦居然将 巨魔族人血肉喂食 来实验 当真有些 不把同族当人看了 而且 这父子俩居然真的 摸索到了窍门 灵气鬼力 务必一致才行 不然只会 存下一方力量 蓝星所有生物 似乎都偏向灵性 此刻 这动物园当中 灵气化的动物神志 都算正常 但是鬼力化的动物 则是狂暴滴吼 先将鬼力污染的杀了 灵气化的留着 李晨迅速做出判断 诡异眼生物 也不是第一次见了 他们对普通人危害很大 李晨翻身从破口处 走进虎原 身躯巨大的老虎 滴吼示威 不断后退 似乎能感知到 眼前的人不简单 李晨一只手 随意按住虎头 一个脑瓜崩弹出 灵界 三崩 发动 三段力迅速涌入 这鬼力化老虎体内 将其生机破坏 斩杀鬼异眼生物 鬼虎 灵气值加二百 功勋值加二百 来自陆晨等人的 震惊值加一千 陆晨愣愣看着 他想不到 子弹都打不死的便衣老虎 居然被李晨一个脑瓜崩弹死了 李晨放下死去老虎的头 他默默找出木色的灵体 然后 血灵王女的气息 直冲天界 在这等契机牵引之下 整个动物园 被鬼力化的生物 立刻躁动 纷纷朝李晨而来 陆晨等人惊慌失措 打算开枪 却被李晨拦下 他们不会攻击你们 交给我来就好 李晨一个个脑瓜崩弹去 动物园当中 被鬼力化的动物 全部死在虎园当中 让人惊叹的是 一头鬼化白金 居然蹦跳着 也来了这里 鬼力化让这头白金 竟然能在陆地移动 半小时过去 虎园当中全是尸体 李晨拍手打算收工 却见三只卡皮巴拉 最后慢悠悠走了过来 他们也是 被鬼力污染的动物 不过看起来 这性情没啥变化 三只卡皮巴拉 一边吃草一边 晃到李晨身前 然后原地战愣 还得是卡皮巴拉 这精神状态 要死了也无所谓 李晨本想想 他们三的脑瓜崩 想想算了 这祸一副死也行 活也行的样子 关起来得了 鬼力的动物全部杀了 剩余其他灵气化的 他们攻击性几乎为零 先关员吧 以后让协会专员 过来值班看守即可 李晨并没有赶尽杀绝的打算 斩杀灵气化动物 没有任何奖励 而且其中还有可爱的大熊猫 反正灵气全面复苏后 这些灵气动物 自然会大量出现 如今留在园子里就行了 厉害啊 你这傻脑瓜帮 竟然能弹死它们 苏靖离嘖嘖称奇 他发现越来越看不懂李晨了 二阶动名 竟能飞就算了 现在还有灵界 底牌一张张涛不完事吧 这时忽然有一只黑猫 轻轻跳到李晨身边 我想跟着你 突兀的人声 从这黑猫嘴里传出 在场所有人都吓了一跳 哦 李晨好奇 打亮着眼前的黑猫 这还是他第一次 碰到会说话的动物 为什么啊 李晨好奇问道 因为你很聪明 和我一样聪明 黑猫认真回答道 李晨打亮着眼前的黑猫 他全身皮毛纯黑 且柔顺 只有一双金色的眼瞳 在阳光下闪闪发亮 说话肩尾巴高高竖起 怪好看的 声音也很特别 听不出男女 但是格外清晰 就是能说人话 有点让人不寒而栗 陆晨少校和手下兵士 默默将手枪上膛 作为坚定的唯物主义者 肯定是接受不了 沉静的妖怪的 只有众生平等气 才能让他们 此刻心中稍感安慰 黑猫这时忽然转头 你们的手枪伤不了我的 李晨有些惊奇 蹲下身子说道 你也是波伦改造的试验品 虽然还知道手枪 黑猫昂起了头 用爪子拍了拍 自己胸脯 必须的 我很聪明的 李晨用天目 扫了他一眼 发现这只黑猫 居然等级高达 隐元四星 灵猫 天生体质异常 对灵气感知敏锐 不过 我不是波伦的试验品 我是自已觉醒的 黑猫说话间 慢慢朝李晨靠近 然后 用脑袋温顺般 拱了拱李晨的手 鬼一眼生物李晨 已经见过很多 这灵气生物它 还是第一次碰见 隐元四星的黑猫 实力绝对算得上 是这动物园当中最强的了 你带上我 我可以自己找吃的 还可以叫其他猫 帮你搜寻资讯 似乎很想跟着李晨 苏靖离这会儿也梦了 这等拥有 自已灵智的生物 应该是灵气 全面爆发后 才可能诞生的 要知道前世 灵兽当中的王者实力 也不见得 就比人类差多少 拥有智慧以后 一些灵兽 甚至能成长到九阶 战力更胜半神强者 那你想要什么 李晨问道 这黑猫已经通了人性 它又怎会 一直要跟着自己呢 要贴贴 黑猫还不等李晨答应 就跳起扑到李晨怀里 一个镜舔着李晨的手 恭喜您收获 来自灵猫的信仰 信仰值加一 当前战力加长 百分之二 李晨微微一惊 这猫对自己这么忠诚吗 第一次见面 就信仰自己了 他抱起这黑猫 站起身来 慢慢朝外面走去 这猫以后就跟着我 陆少校放心好了 陆晨等人面面相去 他们驻军来动物园的时候 可没有发现过这只黑猫 想来若不是李晨来了 这猫压根不会现身 你帮了我的朋友 我以后也会帮你的 黑猫躺在李晨怀里说道 李晨瞬间料然 这猫估计说的是 动物园里被鬼力污染的生物 自已斩杀了鬼力生物 放养了灵气生物 大概就是这么 让灵猫有了好感吧 苏静黎跟在一旁上下打量 他前世遇见的灵物 可不是这么温顺 某些被蕴含灵气的宝物 甚至都能伤人 何况灵兽这种 李晨收下这猫 也不是没有考虑 首先他觉得 用来直播就不错 肯定有很多情绪值 抖音上面很多宠物博主 比如编目贝拉 就是靠通人性 有很多粉丝 自已到时候 让这黑猫直播说话 情绪值估计不少 再说了 这猫实力不弱 放他乱跑 李晨也不放心 那个园长被你杀了吗 黑猫问道 李晨点点头 嗯 园长很厉害 这么说 你比我强 苏静黎默默 看着这一人一猫 彭扶自已才是后来者 老公我饿了 我们先吃饭吧 苏静黎忽然抓住李晨 指着动物园外的一家餐厅说道 李晨点点头 带头走了进去 欢迎欢迎 前世李少 餐厅老板经过出声 兴奋招待 李晨去点餐的时候 坐在餐桌上的苏静黎 忽然对椅子上的黑猫严肃说道 你到底想干什么 前世苏静黎 也不是没有和强大灵兽交手过 有些存在狡诈程度 根本不在人类之下 黑猫来历不明 苏静黎自然有些怀疑 想和主人贴贴 黑猫理直气壮回答 苏静黎只是冷哼 我劝你少打坏主意 不然别怪我 到时候让协会的人抓你 苏静黎看不到李晨 信仰之家常 自然也不知道黑猫的心思 黑猫愣了一下 瞪大眼睛随即问道 协会是什么 专门抓捕诡异生物 或者干坏事家伙的机构 抓到了会怎样 抓到了自然要打死的 黑猫悚然一惊 不过 他宛若发现什么后 赶紧长呼一口气 那你们不能抓我 我只抓过老鼠 没有做过坏事 苏静黎轻笑 黑猫在椅子上站起身来 挥了挥爪子 我从不骗人 遇到打得过的 我就打 打不过我就跑 苏静黎乐了 那你还真挺像人 黑猫点点头 我说了我很聪明的 你是什么时候觉醒的 就几个月前 那你又是怎么 有了灵芝 就这么有了 苏静黎无语了 他前世遇到灵兽 都是在灵气全面爆发之后 如今重生碰到一只 觉醒出气的灵猫 苏静黎自然还是有点想知道 灵兽诞生的过程 黑猫挠了挠头 也许是因为 我比其他动物聪明 服务员这时端上来 一盘餐前蛋糕小甜点 苏静黎注意力顿时转移 他直接用手抓起一颗草莓 放入口里 瓜子脸上露出满足 黑猫却打断了它 不是这么吃的 黑猫跳上餐桌 用爪子指了只 小蛋糕旁的叉子和刀子 要用叉子插起来吃的 苏静黎被这猫整笑了 这黑猫开了灵智 估计见过人吃东西 所以很快学会了 你还懂得挺多 我说了 我很聪明的 李晨这时也点餐回来了 黑猫敏捷跳入李晨怀里 卷成一团 待会儿吃完饭 跟我去制药公司吧 我们去看看 觉醒者血清的效果 李晨老爹李龙成 也跟着老朋友 买过几只觉醒者血清 既然要给全体市民注射 李晨想先看看传闻当中 能开启普通人异能的血清效果 苏静黎点头 巨魔族统领这种 显露表面的诡异种族 还是好处理的 像血灵族这种 把虫卵散播整个城市的 必须抓紧时间注射疫苗 不然几乎上一人 都在血灵族老的一个 陷阱魔法威胁之下 半个小时后 两人一猫走出餐厅 苏静黎嘴里喝着一杯奶茶 手上还提着一块蛋糕 李晨将黑猫抱在怀里 另一只手牵住苏静黎 然后直飞天界 朝着金海市疾控中心而去 好高好快 主人你好厉害 黑猫好奇般 从李晨怀中 伸出半个脑袋 一双金色眼瞳 低溜溜打转看着下方 他惊奇发现 地面上的人 已经变得宛如蚂蚁一般渺小了 李晨这时笑着问道 你叫什么名字 我还没有名字 不过其他猫都叫我黑老大 李晨被这称呼整笑了 那看起来其他猫很尊重你啊 黑猫用爪子拍拍胸脯 我打架猛猛的 不如我以后就叫你小黑吧 李晨对小猫这种生物 还是比较喜欢的 尤其是小黑这种乖乖的猫咪 他飞行速度很快 几分钟就横跨了半个金海 到了疾控中心 两人刚从天空落地 立刻就有一队 鹤枪实弹继承车兵包围上来 因为对战波伦的缘故 于南调动了 金海市军事基地的 大半武装力量 上千枚导弹 和无计其数的子弹 甚至包括一架战斗机 全部报销 军队高层领导立刻震动 金海市如今已经进入了 一级警戒模式 城市当中重要地区 比如医院 政府大楼等 按照战时力度防卫 所有大学中学小学 都已经紧急放假停止学习了 因为没有人知道 还会不会出现下一个波伦 不仅如此 军队高层正在严格层层 审查问责 这么多大型武器失去控制 是前所未有的情况 幸好是全部被用来攻击波伦 否则若是用于平民 只怕伤亡无数 原来是李少 抱歉抱歉 值班巡逻的队长认出李臣 连搜查都没有 就放行了 李少请勿在意 我等都是按照上面只是办事 因为觉醒者协会执行专员于南 擅自调动军事基地武器 如今长官正在审查于南 而且 凡是出入重要场所的人 都要搜查 不过上面吩咐了 如果是你和苏部长的话 可以随意出入 巡逻队长说话间 好奇而又敬畏般打量着李臣 波伦的实力 所有人都是有目共睹 连导弹和战斗机都不怕 李臣却能越即斩杀 加上李臣显赫的家境 他们无论是处于地位 还是实力 都不敢搜查李臣 甚至现在随着波伦生死 不少金海市民 已经把李臣视为 拯救整个城市的英雄 你告诉你们长官 于南的作为 都是我的命令 马上释放他 李臣眉头微皱 他不由得想起 那个袋子已去动物园 审查的少校路程 这少校表面 看起来是个粗糙军人 但是 调离字椅和苏敬离后 立刻就有军部的人审查于南 这一切若是要说 只是巧合李臣绝对不幸 所谓大家族的子弟 李臣还是有最基本的政治嗅觉的 眼下高层领导的做法 一来是审查于南 二来怕是敲山震虎 军队高层真正要传达的讯息是 警告李臣 甚至背后的李家 哪怕是灵气复苏的时代 也不能有人失去掌控 只是这军部背后的人 到底是代表国家 还是他自已 就说不好了 自已的爷爷李云天 也是军部高层领导 审查于南的李臣 相信不是自已爷爷这一派系的人 只怕是敌对派系的军官 披着为国为民的大旗 干出某些出格的事情 李臣也不是第一次 见识这帮人的手段 李少 这 巡逻队长想说 李臣没有干涉军政的权利 苏静离这时掏出协会部长的徽章 按照决行者协会成立的法律 执行区域姓长 享有的权利 与所属地军部最高长官相等 我现在命令你们 马上释放于南 负责执行巡逻的军官 立刻一愣 立刻叫打电话给上层领导请示 却见李臣手机这时忽然亮起 来了一条讯息 大声 已经被放出来了 放心我没事 紧随而来的 还有一封来自爷爷李云天的简讯 例行审查 无需担心 讯息严谨一概 和李云天的军中风格极其相符 李臣心中安定 胆慨自已或许多想了 两人走进疾控中心 从灵气复苏开始的时候 国家就已经开启了 异能觉醒相关的研究 人类也不是任人宰割的鱼肉 哪怕没有苏静离 这个众生者 国家顶尖的科研机构 也会尝试分析 灵气复苏 觉醒异能的原理 还有一能强弱的划分 到底是按照什么标准 得出的一能序列表 小黑从李臣怀中挣扎跳了出来 鼻子嗅嗅 便往前方跑去 这里 这里面有灵气反应 李臣和苏静离 紧跟走入疾控中心地下室 却见灯火通明的地下室当中 来来往往有大量医务人员 有觉醒者 正躺在床上 被抽取血液 甚至还有诡异生物的尸体 之前被李臣斩杀的 诡异银门天牛的尸体 王女暮色被烤焦的尸体都在这 估计要不了多久 宗师镜的巨魔统领波伦的尸体 也会出现在这个地方 你们来了 一身白大褂的李淑铭 正站在一台仪器前 他的面前摆满了各种血液样本 李淑铭是金海大学生物系的教授 也是华国院士 这里几乎已经代表了 华国灵气复苏相关研究的最高水平 觉醒者血液当中 比起普通人多了一种为未知的成分 我将它命名为灵活因子 这种因子 具有前所未有的力量 能清除人类体内 几乎一切病毒 并且赋予了觉醒者运用灵气的能力 觉醒的异能序列 越是靠前 血液当中的灵性因子含量就越高 目前天赋最高的S 及灵号血液当中 灵性因子含量甚至高达50% 几乎可以说 灵号相当于半个人类 半个神明量 李淑铭拿起一份灵号的检测报告 给李淑两人看 随后继续说到 基本觉醒者天赋每差一个级别 血液当中灵性因子含量差距10% 李淑铭指了指研究室内 一个玻璃罩下的三只小白鼠 我将觉醒者的血液注入小白鼠当中 这些白鼠也同样能吸收灵气 只是这种做法 我们发现 受限于原本觉醒者的血液灵性因子的含量 就算是含量最高的灵号 50%灵性因子 注射进入小白鼠体内 也会被稀释 所以那些黑式的富豪 大量渴求觉醒者的血液 因为按照目前的理论 注射觉醒者的血液 就算全身血液完全换掉 也最多达到和原主一样的天赋等级 这还是没有考虑 个人体质差异的情况 李淑铭从冷藏库当中抽出一具尸体 赫然是金海市一位地产大亨 他因为强行注射过量灵性因子 直接导致全身器官休克死亡 我用小白鼠尝试很多次了 每个生物体能承受的灵性因子 是有限度的 一旦超出这个限度 就会死亡 所以 注射觉醒者血液开启异能 并不是容易的事情 李淑铭看向李淑 你要想注射疫苗 让别人开启异能 那可不是容易的事情 苏靖黎听着这一切 并没有太多意外 他重生两世 自然是知道的 黑猫则是默默注视着 玻璃罩子当中的小白鼠 李淑毫不在意伸出手臂 没关系 来试试我的灵性因子含量就好了 李淑铭点点头 开始抽血 李淑身为觉醒者 实力远超同级别 甚至能越级斩杀诡异 这让人不得不好奇 李淑体内灵性因子的含量 到底达到了什么程度 将李淑的血液样本 放入检测的仪器当中 苏靖黎也好奇等待着结果 半个小时后 李淑铭迫不及待 拿出仪器的血液样本分析报告 指尖上面只有简短的一行字 当前血液样本成分 百分之一百灵性因子 苏靖黎和李淑铭 两人目瞪口呆 这 这是 李淑铭服了伏鼻梁上的眼镜 他低头看着这检测报告 有些不可置信 百分之一百灵性因子 这样的检测结果 意味着李淑的血液当中 不但灵性因子成分报表 而且连其他一丝杂志也没有了 这是什么情况 大侄子 你不做人了 先前精度零号 也就是华国第一位试炼者 灵性因子达到百分之五十 已经堪称逆天了 李淑铭愣是没想到 自己这大侄子 比那半神的级别零号还要猛 他转头回去 又看了看检测仪器 检验机器后 又发现没有机器 没有异常情况 李淑对这结果没有太大意外 他只是淡淡表示 我不做人 已经很久了 自从神命灵出现在 李淑体内的那一刻开始 就标志着李淑和其他觉醒者 根本不一样了 他使用的能力 压根不是来自于异能 而是来自于自身功法 以及系统抽奖得来的东西 也就是说 从严格意义上来说 李淑并不算觉醒者 毕竟 没有修炼古神法的时候 他压根没有觉醒异能 李淑铭有些梦啊 这检测结果显示 李淑血液当中 早就已经没有了人类的成分 可是他之前也尝试提炼过灵性因子 并且用于各种动物实验 结果显示 动物当中灵性因子含量 一般超过40% 就会自毁 人类当中最强的 也是灵耗的50% 超过这个程度 灵性因子 就会迅速同化 人类本来的血脉 直接把人类改造成全灵性生物 也就是所谓的灵气 变成灵气的下场 自然就是 散发到天地之间了 从这么一个角度来看 作为灵性因子 简直就是双刃剑 一方面让人类拥有强大力量的同时 一方面也让人类有自毁 变成灵气的风险 可是如今里程体内灵性因子含量 已经达到100% 按道理 应该会消散在天地之间了呀 可是里程现在 却好端端地 站在自己面前 李书明瞬间感觉 自己以前研究的规律 在这一刻 又完全失效了 科学总是如此 你懂得越多 你不懂得越多 你不懂得越多 你懂得越少 所以 结论就是 你懂得越多 等于你懂得越少 大侄子 你这简直就是 李书明欲言又止 100%灵性因子 这特模不说明 李成已经和神无异了吗 太酷辣 黑猫忽然跃到实验台上 看向自己主人李成 金色眼 铜亮闪闪的 WOC 哪来的骚猫 李书明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灵气复苏时代 连猫都会说话 这是他没想到的 我不是骚猫 我叫小黑 当然 你也可以叫我黑老大 小黑伸出爪子 竟然和李书明 礼节性握手 李书明被这一人一猫 整不会了 他算是理解牛顿所说的 在真理的大海面前 自已就是一无所知的孩子 苏静黎这会儿 忽然开始戒备 你到底 是哪位神 重生一世 苏静黎对灵性因子 早就知晓了 论天赋 本体系列001的灵号 当成全球首屈一指的觉醒者 灵性因子位于50% 界点的灵号 在前世 也是无数觉醒者 终生不可逾越的鸿沟 灵号已经是人类的极限 而李成体内灵性因子 含量100% 足以说明 他压根不是人类了 苏静黎的眼神 让李成陌生 其中夹杂着仇恨与愤怒 还有三分隐藏其中的恐惧与杀意 静身已经悄无声息 出现在天花板上 尖锐地坚韧瞄准李成的头部 某一刻 苏静黎忽然觉得 这一世发生的事情 已经有了结论 李成莫名其妙 找自己结婚 又轻而易举地 干掉了那些诡异生物 甚至实力进阶的速度 比试炼者还快 天赋绝顶的灵号 如今才大宗师 李成却已经看破宗师门槛 修行更是百无境界 一路无足 连诡异种族的天赋神通 都能如必实质 这一切 只有一种可能 李成根本不是人类 从一开始 就是神清自下场游戏人间 苏静黎内心忽然涌出 一股绝望的感觉 自已重生一世 又如何呢 神一直就跟在自已身边 甚至连自已是 众生者都知道 是了 这就是全知全能的神尊 根本就不是人类所能敌的存在 苏静黎甚至想 说不定自已能重生 都是神尊的手段 也许毁灭了 以此蓝星还不够 不如毁灭第二次 就像一个完星大气的孩童 将小动物尸体 放在蚂蚁窝前 引出一批蚂蚁就踩死 继续等待下一批 这种行为 说不上什么意义 只是用来打发无聊时光而已 哪位神 也许是古希腊掌管美女 与金钱的神 李成玩笑般回应 苏静黎愣愣看向李成 他忽然感觉 事情和自己想的不一样 李成这时注意到 苏静黎下意识 说出的哪位神 意思就是 天上神不止一个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么 也许一切就说得通了 引起灵气复苏的神 和命令诡异巨魔族 开展鬼力 与灵气平衡实验的神尊 也许并不是同一个 不过这也说明了 苏静黎前世 并不是和他说的一样 完全没有见过神 至少他肯定 和神打过交道了 别用这种眼神看着我 李成拍了拍苏静黎肩膀 你真不是神尊 不过怎么可能有人 能达到和神尊一样的程度 苏静黎疑惑不解 这难道不是好事吗 你不是一直想解决他们 能有一个堪比神尊的觉醒者 可是有利于 实现你的目标啊 苏静黎听着李成的话 他心中安定不守 是了 如果李成当真是神尊 按道理 随便都能杀了自己 李书明这事忽然发现什么 好啊 大侄子 你之前和我与你爹说 苏静黎怀了你的孩子 感情是骗我们是吧 你灵性因子含量这么高 已经足以生殖隔离了呀 苏静黎他怎么可能 怀得上你的孩子 李书明转移话题 瞬间给全场干沉默了 李成这才知道 灵性因子含量差别 居然已经达到 可以将人变成 不同物种的程度了吗 苏静黎脸色微微一红 愣是想不到 李成这二叔脑回路 如此逆天 这事情 我就替你们保密 我先实验一下 这百分百零血注射结果 你们先出去等我一会儿 李书明将两人一猫请到门口 然后意味深长说道 今日之事 除了我们三人 绝不可让其他人知晓 小黑顿时不乐意了 还有我 你们别看不见我呀 我很聪明的 嗨嗨 那除了我们三人一猫 绝对不能让其他任何存在知道 李书明说吧 转身进入房间 将检测报告直接烧了 当今华国 甚至各个国家的顶级权贵富豪 都在争承成为试炼者 要么就是购买觉醒者血清 要是传出去 李成拥有百分百零性因子的血液 只怕不少人会起歹心 虽然李成实力惊人 但是鸣枪一躲 暗箭难防 李书明自然不想 自己侄子被人盯上 李书明将李成的血样 放在培养皿上 灵性因子含量100%的血液 微微跳动 因为和空气当中灵气接触 这少许的血液 竟然开始有了剧烈的反应 在开始实验操作之前 李书明甚至小心谨慎到 先关闭了实验室当中的 录影录音装置 他不希望自己折的秘密 被其他的人知道 因为有过富豪注射 觉醒者血液的前车之间 李书明大致还是很清楚 如何实验的 他先拿出一只 未被用于实验的小白鼠 抽取其中的血液作为对照 然后给小白鼠 注入谢虚里成的神血 因为按照之前的惯例 不是每次注射觉醒者血液的人 都能开启异能 如果血液不相符合的话 注射后会引发激烈反应 所以要用少许血样尝试一下 李书明将微量神血 注入小白鼠体内 打算等个半小时 看看适配情况如何 结果 出乎李书明预料的是 被注入微量神血的小白鼠 忽然产生激烈反应 它在透明玻璃的盒子当中 猛地跳窜 一旁的灵气检测仪器 立刻发出滴滴滴的警报 说明这头实验小白鼠 已经觉醒了 灵气检测仪器 乃是李书明 根据之前李晨给出的 灵气提春机的图纸 制作而出的 可以粗略检测周围 环境灵气反应 因为觉醒的生物 不管是人 或是其他动植物 在开启异能的第一时间 都会迅速渴求大量灵气 人类尚且可以 透过自我意识控制 但是动植物 只会凭借本能 吸收环境当中的灵气 那么一旦灵气检测 仪器发出警报 李书明就足以知道 这是血液起了作用 这么快觉醒了 这怎么会 李书明愣了一下 他原本只是打算看看 血样是否和小白鼠相符合 因为真正开启异能 可是需要大量血液的 哪怕是零号50%灵性因子 如果把它全身血液 注入另外一个 普通人身体当中 也仅仅只有 25%灵性因子含量 这也就是魏神魔 如今灵气刚刚复苏之时 觉醒者血液在黑市上 堪比天价了 富豪自然不愿意 自已开启异能后 变成垃圾 可是灵血又会稀释 那么只能需求大量灵血 再提成注射 为此 世界范围当中 暗网当中的人 甚至有专门杀手 组织捕捉刺杀觉醒者 甚至有觉醒者 专门为富豪卖命 捕捉其他觉醒者 换取金钱 因为除了试炼者 自已觉醒的人 实力都不会太强 能修行到影员四星 就已经是天花板了 这样的实力 还不足以让他们拥有 对抗重型武器的能力 李舒明本来打算 先看看血型匹配效果的 只是没想到 微量的神血注入过后 这只小白鼠 居然直接开启异能了 李舒明赶紧按下 桌面上的控制键 浓缩的液弹 立刻注入玻璃盒子当中 将这只小白鼠 变成一坨冰雕 觉醒的动物 实力也是很厉害的 李舒明如今还是凡人 不敢冒险硬抗 他将这只冻死的 小白鼠解剖 拿出血样化验后 惊奇发现 这小白鼠体内 全部鲜血灵性因子含量 已经高达百分之十 明明注入李成的神血 几乎不到一毫升 可是却彻底改变了 小白鼠体内全部血液 难道说 李舒明似有所悟 他又拿出一只小白鼠 这次不是直接注射 反而 将这只普通小白鼠 血液抽出一部分 然后将李成的神血 混入微量 结果 在李舒明惊讶的目光之下 他赫然发现 和神血混杂的小白鼠血液 竟然在短时间之内 迅速开始蕴含灵性因子 而且 这只新的小白鼠 情况与之前不同 最终血液灵性因子含量 高达百分之十五 李舒明又重负实验几次 发现 不管注入李成的神血含量多少 最终都能帮助小白鼠 开启异能 而且 每只小白鼠开启异能后 灵性因子含量各不相同 也就是说 神血会根据不同的目标 最终达到不同的效果 这样的发现 让李舒明悚然一惊 如果说其他觉醒者的血液 是透过换血 让目标拥有不超过自己的异能 那么李成的神血 则是宛若原始码一般 哪怕只是微量 也可以根据不同目标 改造出不同的相符合的异能 大侄子他 他 真的是神 李舒明看着门外 正在和苏静黎说说笑笑的李成 内心震撼不已 按照神明代理人所说 几乎所有觉醒者的异能 都是来自于神尊 以前李舒明一直想不明白 这到底如何开启的 如今看到李成的神血 他心想 或许神也是用了类似的办法 不同的人开启异能不同 神血就宛如最初的起源 只要一丝 就能帮助普通人 达到天赋限制内的极限状态 从而开启异能 李舒明心中惊叹之余 内心立刻反应过来 自以这个辙的价值 若是让别人知道 李成的血液微量 就足以开启异能 甚至无需提纯 他估计外面那些富豪 和一百两道的大人物 肯定会彻底疯狂 华国几乎所有人都能开启异能 觉醒者也压根不是什么天选之子 而是可以被人为批次生产的存在 隐原境的觉醒者 已经可以拥有 抗衡除核之外热武器的实力 届时 华国人人觉醒 只怕必将一跃之下 成为灵气复苏时代最强横的国家 天佑华夏 人人如龙 李舒明心中既有兴奋 也有对李成安全的担忧 他将实验的一切资料 立刻毁灭 作为华国院士 李舒明竟然在短暂思考后 直接放弃了上交研究成果的打算 匹夫无罪 怀必其罪 他很清楚 若是现在发出去李成血液的功能 只怕到时候 注射觉醒的事情 李成不答应 也得答应了 今天的事情 就当没有发生过 我必须要先隐瞒 我要拖 我要按照大侄子的指示 给金海市每个人 开始注射疫苗 但是 关于血液 开启异能的事情 必须要拖到李成的实力 足以横行才能公布 李舒明擦了擦汗 双手不停颤抖 觉醒者如今 在整个蓝星 已经沸沸扬扬 民众对此 又怕又趋之若鹜 注射疫苗 关乎挽救 金海市民的大事 但是届时 一定会暴露异能觉醒的事情 李舒明心中只是在想 如何能隐瞒 李成神血的秘密 最起码 在李成实力冠绝 全球之前 不能让有心人知道 李舒明冷静下来 深呼一口气 又调整了一下眼镜和衣服 这才走出了实验室 他一出门 就看到走廊上的李成 正在用手机直播 手机面前是小黑 铁门送来的观众 依依我喜欢粉色麻袋 快来抓我吧 这个粉红色小猫好骚啊 不会是出来卖的吧 这狗看起来 就不太聪明的样子 没有我这么聪明 小黑用一双小爪子 抱着手机 金色眼瞳睁得贼大 不断和直播间观众们互动 在李成的教导之下 小黑迅速学 会了人类主播的营业方式 直播间家人们 点赞点到500W 我黑老大 哦不 小黑给你们表演后空翻 李成的直播间 这会儿涌入了高达百万人 水友们本来以为 李成直播展杀诡异 甚至会飞 已经足够离谱了 没想到 现在连李成的猫都会说话了 逆天 这猫真的逆天了 我靠 下次和女神晚上约会 让她去我家 我就说我家猫会后空翻 哎呀 世界就是喵喵统治的 生活不易 家猫卖艺 短短十分钟直播 李成系统当中 又收割了20W情绪值 李成忽然发现一个规律 如果是现实当中 人们被她震撼 那么情绪值会多很多 一个人都能抱好几百 而如果是隔着直播画面 情绪值就削减得很少了 百万直播间 情绪值十分钟才20W 说明要几个人 才能凑出一分情绪值 不过没关系 李成看了看面板 如今自已情绪值 几乎已经接近百万之多 接下来 不管是抽取能力技能 还是发展科技测 灵气科技都足够了 苏静黎嘴角抽搐 他已经确认 李成压根和前世的 所谓神尊没什么关系 毕竟没有神尊这么能装逼的 二叔 你出来了 实验结果如何 李成走近问道 小黑见状 说了一句 白白了 就迅速关掉手机 然后 也好奇地跳过来看 李书明简短地说了一下 李成的神血状况 把苏静黎和小黑吓了一跳 我的天哪 苏静黎宛若看怪物一般 看向李成 这么说 你一个人就能开启 整个华国人 变成觉醒者了 到时候 苏静黎有些不敢想象 届时 华国草木皆兵 十多亿觉醒者堪称史上 最强占领国家 这不得把其他国家 按在地上打呀 好好好 之前还担心 灵气全面复苏过后 环境大变死太多人 如今要是真的按照李成所想 把这么多人 变成了觉醒者 只怕到时候 华国境内灵气够不够使用 都难说了 和我想的差不多 不过 我们现在还不能开启疫苗注射 李成没有太意外 等我去血灵族的基地当中 把血冲卵拿过来 到时候 必须把这东西 也混在疫苗当中才行 李淑明一愣 连忙问道 这是为何 作为国家机密人员 也是看过诡异种族资料的 血虫卵 乃是血灵族献祭魔法的媒介 为何李成要这么做 李成将遭遇王志杰 和小姑李清竹的事情 和二叔说了 并且解释道 金海市内 只怕还有血灵族的很多奸细 甚至其他种族的奸细 也不是没有 为了不让那血灵族老怀疑 我必须假扮王女慕色的血模 谎称是为了帮助血灵族 实现献祭金海的计划 这样一来 他们血灵族 和其他诡异种族 就不会怀疑我 也不会前来注射疫苗了 李淑明愣愣出神 随即竖起大拇指 大侄子 你是真的溜 打小我就觉得 你一肚子坏水 先是故意说和 苏敬离生米做成熟饭 现在又恶搞血灵族 李淑明觉得 自己这个大侄子 比那什么神尊点子多多了 世界上可怕也许不是神 而是拥有人类诡计的神 那好 我去找人 先用你的血液 等你将血虫卵拿过来 我们再开始 李淑点点头 我的血 既然那么点已经足够的话 不如二叔 你先帮自己开启异能吧 今晚我也会先让云朵和小姑 开启异能 李淑说完苏敬离 转身走出地下室 这时候 面板忽然传来提示 赵天明斩杀影员九星天牛 您获得鬼力值 加一千 原空斩杀影员四星鬼 一眼生物 您获得鬼力加五百 这一次 李淑的面板之上 除了五彩的灵气直栏 还冒出一条黑色的鬼力直栏 果然 吸收了我气息的灵精 协会的执行专员们 斩杀鬼力之后 鬼力并没有被神尊拿走 反而到我这里来了 李淑内心一动 按照这个速度下去 只需要等鬼力值 冲到宗师境 李淑吸收灵精后 就能瞬间进入双宗师境了 要是情绪值 也能自动获取就好了 能自动的话 谁想自己努力啊 李淑不由地想到 一旁的苏敬离 拿出小蛋糕吃了起来 一边吃一边说 我真是感觉不可思议 竟然真的有人 能达到神的层次 老公 要不然 你带我飞吧 我也不想努力了 李淑乐了 你不是办什么 再说了 你都说 眼下整个蓝星的灵气 都是神尊散发的力量 我自己现在 都还不知道如何解决它 苏敬离撇撇嘴 哎 说的也是 我前世遇到神 也是迅速落败的 不过到九阶之前 神尊并不会注意到 他们也有自已的敌人 而且 你不能光用灵气思考啊 虽然不知道 你是如何学会 诡异种族的天赋神通的 你若是能将灵气和鬼力双修 也未必就怕了神尊 李淑点点头 不再继续这个话题 九阶上且遥远 还是想象眼下的事情吧 他带着苏敬离和小黑 飞起往家里而去 也不知道 云朵和小姑 会开启什么意义 真是让人好奇啊 李淑带着苏敬离 从天空飞过 再飞到一半的时候 苏敬离拉住了李淑 就把我放这把 我要去协会总部 看看赵天明他们 今天已经是周五了 按照规定 他们必须进行 每周一次的对战训练 李淑嗷了一声 然后将苏敬离 放在演武场上 他飞走之前 还特意看了一眼 发现于南 也在操场上的人群当中 这让李淑不由地放心下来 军队那些长官 看起来也没有过于追究 虽然上千导弹 加战斗机 和无数弹药 价值不菲 但是这些武器 随着灵气复苏 已经慢慢要退出 历史舞台了 也许 金海士对波伦的火力轰炸 已经是人类科技武器 最后的余晖 除了核武 其余武器 都只能勉强破开影源 禁绝行者的防御 动鸣镜 更是可以宛若看慢动作一般 捕捉到子弹飞行的轨迹 李淑飞在半空 忽然突发奇想 也许可以试试科技测能力 能不能抽取到 灵气复苏时代的武器 既然灵气提春机这种东西 都能被制作 那么以灵气为能量的武器 也应该有迹可寻才对 李淑的二书李书明 都能根据提春机的图纸 自已摸索一个 粗略的灵气检测仪器 系统的宝库当中 没理由没有 当前情绪值 97万 李淑一边抱着小黑飞行 一边默默开启系统的抽取功能 如今有锈裸剑 三棒 古神法元素法身 李淑个人武力 远超表面等级 若是要说缺什么 只是稀缺强大的防护手段 以及侦查手段 天目对普通诡异算是足够 尤其是面对觉醒者 更是能看出体内的灵气流动 但是 似乎面对鬼力的检测 就没有那么灵敏了 血灵族将人血混入体内 隐藏在人群当中 就难以发现 这说明 天目这种能力 应该是针对灵气测的 诡异算是弱象 检测您当前情绪值逼近百万 是否开启搜寻功能 开启搜寻功能 即可按照您的需求 兑换奖励 哼 还真是想喝奶了 羊来了 瞌睡了就送枕头 李淑点下确认 然后一个搜寻栏 出现在李淑面前 灵气全面复苏之后 人类的生活 会面对什么困境呢 李淑不由地想到 按照苏敬离说的 前世灵气爆发 很多城市 都会陷入 诡异种族的危机而毁灭 其他城市则是面临 灵兽潮 饮水食物短缺 某些觉醒者 目无法尽 社会秩序崩溃下 人心涣散 末世之下 人类一方面要面对的是 自然灾害 另一方面 则是人心失控造成的内乱 食物自然很重要 没有水源和食物 一切都无从谈起 李淑也是一路修行过来的 隐缘静修行者 实力可挡热武器 但是并不能做到 宛若修仙一般的壁骨 就算可以从天地当中 吸收灵气 也需要大量食物作为补充 如今 已经有了灵力种 接下来还需要蔬菜 肉类 还要能保证 不被污染的水源 到时候全民觉醒 食物的需求 绝对是海量的 灵气复苏之后 也要有对应的执法部门 维持秩序 那么就需要大量 能对决心者造成伤害的武器 不然一些人 肯定会大肆杀伤若鸣 还需要通讯装置 以及城市之间交通的工具 如今总部 虽然从神圈那里 拿过来了灵阵 但是消耗惊人 也无法满足 大量人群通行的需求 李成光是想想 就需要许多东西 此刻的他 颇有种玩模拟城市 当市长的感觉 一方面 只有这样做 才能让更多的人活下来 另一方面 李家 在这个过程 将会掌握灵气复苏时代后 社会经济的命脉 而不至于 和其他资本集团一样 迅速瓦解 最后就是李成个人 需要的信仰值了 神尊实力通天 一身灵气 竟然可以引起 整个蓝星的环境变异 李成以后 继续提升实力下去 迟早有和神尊 决意死战的一天 而且 李成从苏敬离那里 更是判断出来 神尊不止一个 届时 若是他们之间 有矛盾自然好 但是 如果携手共同应对人类 只怕更为艰难了 那么李成 肯定是需要大量信仰值 帮助自己提升实力了 14%的加成 想必就算神尊 也不敢无视 不过 这么一想 感觉 让整个国家的人 一起活下来 比自己一个人还要难啊 李成微微觉得头疼 若是他一个人 或者一个家 只需要实力足够强就行了 可是要14亿人 都能活下去 那考虑的就太多了 先搜寻一下 面对诡异的基本武器 以及探测能力 李成输入灵气复苏 时代武器 这个关键词 系统面板当中 立刻跳出满满一栏武器目录 标准规格灵枪 共分一到九阶 对应影源到半神九个级别 觉醒者和灵兽 可以威胁同等级觉醒者 一阶灵枪售价 实情续值 一枚灵弹 一情续值 灵枪图值 售价十万情续值 特殊灵枪序列 应激 介绍 具备灵气蓄力法阵 可阅极斩杀高阶灵兽 诡异或觉醒者 售价 一千情绪值 狙击灵弹 一百情绪值 图值售价 十五万情绪值 李成默默看了几眼 其中有通用武器 也有各种特殊武器 这其中的武器 和人类当前科技十分符合 只是动力源换成灵气了而已 他忽然发现 系统功能升级了不少 如今竟然可以直接兑换食物 或者选择图值 自已制作了 这灵枪可言 标准武器 届时大部分觉醒者都能被控制住 李成打算得先购买一批 一剑灵枪 不然到时候 整个金海市居民完全觉醒的话 所谓身怀利刃 杀新自弃 如果没有足够强大的执法机构 那么金海市不但不会被拯救 反而会直接变成人间炼狱 人性是经不起考验的 李成已经想好了 先让金海市军事基地的驻军军队 先觉醒 然后用灵精给军队士兵们 提升到影员一星 甚至二星 配备武器之后 再给全体市民注射疫苗 这样就无需担心 实力强大之后 出现一堆祖国人了 想想之前新闻上 还有觉醒雷电异能 给老师电成重伤的小学生 李成也不想 自己家人到时候 也处于这种混乱当中 他先是购买了通用一件灵枪的图纸 打算到时候 建造相应的工厂生产 然后打算等给军事基地士兵注射的时候 再兑换县城的武器 李成回到家里 立刻看到小区门口 甚至自家别墅入口处 都有鹤枪实弹集成车兵 助力防卫 这些兵应该是爷爷李云天调遣的 大概是对战波伦声势过于浩大 考虑到李家的安全问题 李成开起门 第一时间没有看到小姑李清竹 只有李云朵一个人 坐在沙发上看电视 打他呀 大国好厉害 看我雷射射线 一身短袖短裤 露出白胖手臂的李云朵边 看电视边哇哇喊 李成走近一看 发现电视上正在报道波伦陨落的新闻讯息 标题是 金海市协会 斩杀宗施进巨魔统领 而云南控制的火力武器 则是被解释为军方辅助作战 上面那帮人 估计是顾及面子 或不想造成民众恐慌 故意这么说的吧 云朵 小姑呢 李云朵听到背后的声音 立刻高兴 跳到李成怀里 大国你回来了 大国你太厉害了 比奥特曼还要厉害 我们班上 同学都说 你是拯救我们的英雄 李云朵激动说道 小孩子眼里 看不到其他东西 只能被表面的所吸引 刚当爷爷回来了 小姑和爷爷在书房说话 我就一个人 待在这里看电视了 李云朵的声音 软软糯糯的 还带着小孩特有的奶音 小黑 你出来陪云朵玩一会儿 我去书房看看 小黑调到沙发上 一身全黑的皮毛 外加金色的眼瞳 看向李云朵 哇 这是哪来的猫猫 李云朵迅速被小黑吸引 李成放下它 便往书房走去 书房房门紧闭 李成青推开起 发现一身 军装头发花白的李云天 正坐在椅子上 面前是一头金发的李青竹 李青竹不愧是明星 举止透露出一股 不同于常人的气质 哪怕是居家的睡衣 也能穿出高阶的感觉 他的左手白皙纤细 骨感分明 食指与中指之间 夹着一根烟 整个人斜靠在桌子上 房间中满是烟雾 李成微微皱眉 小姑压力大时 便会抽烟 眼下一定是遇到什么麻烦了 他推开门走上前去 在李青竹诧异眼光当中 拿走燃烧的半截烟头 将他碾灭在桌子上的烟灰缸里 李成 你怎么回来了 李青竹眉眼满含笑意 丹沙宗施进巨魔统领 李成如今 可以说是整个华国的风云人物 说了少臭 对身体不好 李成说了一嘴 转头看向一身戎装的李云天 爷 你这次怎么回金海了 回来看看你们 李云天上下打量着李成 作为军队高层 他自然知道 灵气复苏的事情 只是想不到 李成作为觉醒者 脚步如此之快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就成为了能够抗衡第四境的强者 我们家 遇到什么麻烦了吗 李成直截了当 嗯 怎么会这么问 小姑脸色有些不自然 小姑 你每次压力大 就喜欢抽烟 这是家里人都知道的事 说吧 谁找我们麻烦了 李成目光直视小姑 哪有什么 李青竹下意识 摸了墨桌上的烟壳 却又被李成的目光打断 李云天咳嗽一声 是这样 你现在也大了 家里的事 你都该知道 灵气提纯机的制作 推进的不是很顺利 面临灵气复苏 其他资本集团 都在疯狂抛售资产 你爹之前和你商量 有我们家掌管核心法阵 国家帮助筹建生产提纯机的流水线 本来按照计划 我们收购矿产资源 迅速投入生产 是很容易的 可是你爹那帮生意上的对手 也不是省油的灯 他们看到 我们李家联合官方 如此大规模收购 甚至急切建造生产车间 这帮人不但没有抛售资产 反而坐地起驾 李云天花白的眉毛下 露出一抹怒意 以王家为首 联合一批国内资本 如今不肯售卖 我们提出原价收购 他们也不愿意 甚至就连之前谈好的合作 也要毁约 这批狗娘养的 打算趁这个机会 大发战争才 王家更是提出 要让他们家主长子 迎娶你小姑 说是愿意不计前嫌 和我们李家再度联姻 如此收购 即可顺利推行 李晨听着面色不变 手指轻轻打着节拍 李云天脸色颇有怒气 我们李家矿产公司也不少 倒是足够支援生产 京海市 包括京都的灵气提纯机 但是王家那边 之前就是以矿产为基业 如果国内没有他们的支援 要想造出足够覆盖 整个华国的提纯机 只怕很难 李晨这时问道 那官方呢 军队是吃钱饭的 这种时候 还能让这帮人 发这种财 李云天吃笑 所谓国家 也不过就是几个部门 他们在政界也有自已的人 哦 李晨点点头 我懂了 李清竹看向李晨 内心有股不妙的预感 既然这么不好办 那就别办了 不计前嫌 愿意再度联姻 就没有那个必要了 这帮人脑子可能还不清楚 灵气复苏的时代 我们李家不需要靠他们 李晨松了松手腕 李晨 你莫非要去杀了他们 李清竹有些心惊肉跳 自已这折儿 如今实力强悍 杀星比以前重了许多 他虽然不愿意嫁给王家的人 但是试想一下 把连带政界的 一些领导全杀了 还是让身为女人的李清竹 感觉有些惶恐 李晨摆摆手 杀他们不难 只是坏处大于好处 民众心里需要秩序 这时候 杀了这帮牵涉广泛的人 只怕届时社会会陷入恐慌 若不是苏敬离重生 爆出灵气复苏的真相 为了迎战身尊 李晨说不定 现在就去把这帮做地起价 官商勾结的人全杀了 什么收购 直接抢过来就是了 这样 不如我们和真正愿意 办实事的官方人员商议 直接从国外购买材料 大额 还有其他国家 也有这些材料 而且 他们国内也是面临灵气复苏 相关公司肯定也在需求 变现自保 李晨目光冷静 原本 我同意老爹的方案 是打算在灵气复苏的时代 给其他公司一些活路的 我们李家拿利润的大头 他们拿点零头 毕竟距离灵气爆发的时间不多了 现在既然王家那边这么想死 那就让他们死好了 等灵气 提纯机制做完成 灵气爆发之后 我自会带着官方协会的人 都能挣的 李晨的话 让李清竹 两人面色震惊 不要用这种眼光看望 既然这帮人 都能和官方某些领导勾结 凭什么我不能吗 有了足够灵精 觉醒者协会的人 就是我们的人 我倒想看看 他们的嘴 能不能印过异能的力量 李晨拍了拍李清竹的肩膀 我不会让小姑 你去联姻的 我们家已经不需要用这种方式 谋求利益了 李清竹美目当中 隐含泪光 他忽然想起 之前李隆成 让李晨和王燕燃结婚的时候 李晨当时听了 只是沉默 李清竹忽然想 当初的李晨 是不是和自己一样 内心不愿意妥协 那当初爹 让你去和王燕燃 你是怎么想的 李清竹没忍住问道 李晨只是清秀 没怎么想 王燕燃 他其实蛮喜欢我的 而且长得漂亮 我对他也说不上反感 只是没有喜欢而已 再说了 我生于李家 享受了普通人 一辈子都难以企及的荣华富贵 老爹希望 我和王家联姻 巩固家族地位也是正常 我总不能光知道 享受不能付出吧 可是现在 拱手之势一眼 李晨两世为人 自然是知道 很多事情 不是你不想做 就能不做的 顶级财阀 也有顶级财阀的困扰 也许之前李家 还没有强大到 足以无视规则的地步 所以 需要做出妥协 但是现在 一切已经不一样了 李晨低头 两滴血珠 从他的手 指尖涌出 神血在半空当中 飞旋盘转 小顾 爷 我这次回来 可是有好东西 要给你们的 我的血液 可以帮你们开启异能 从今天开始 你们也是觉醒者了 李云天和李清竹 互相对视 睁大的眼瞳当中 满是震撼 从现在开始 我们李家会 成为灵气复苏时代 最强横的家族 李晨看着两人平静说道 李晨 你的血液 小顾李清竹愣愣 指着房间当中 飞舞盘旋的血珠 李云天更是 直接从椅子上站起 两人地位都不叠 自然也是听说过 有富豪购买觉醒者血液 开启异能的事情 只是李清竹和李云天 觉得这是有伤天合 所以 没有这么去作罢了 他们万万想不到 连顶级权贵 都屈之若物的东西 如今竟然在李晨的手里 如此轻易给了他们 可是 我听说 如果要开启异能的话 需求的觉醒者 血液都是海量的 有个老家伙 甚至抽钱了几个 觉醒者全身的血液 就是为了凝炼出 更多的灵性因子 即便如此 哪怕克服 排异反应 开启异能后 也不过就是个C级异能 李晨 你这 李云天果然掌握了 大量灵气复苏的讯息 他看着李晨手里 这两滴鲜血 不敢相信 这么点剂量足够吗 虽然根据有心人研究规律 血缘亲属之间 基本没有排异反应 但是需求剂量 可是不小的啊 这也是卫神魔 李清竹和李云天 包括李龙成从未想过 要抽取李晨血液 给自己开启异能的原因 先不说如此做 会不会导致李晨实力下降 李晨轻笑 我和他们不一样的 你们赶快试试就知道了 我也很想知道 也和小姑能开启什么异能 李晨将两滴鲜血 送到小姑和李云天的嘴边 两人迅速张口吸入 随着血珠进入两人身体 一抹金色的纹路 迅速蔓延到李清竹 和李云天的全身 两人的瞳孔 几乎瞬间 从黑色变成金色 一股强大的灵力波动 迅速出现在房间当中 看样子 效果比我想得更好 李晨饶有兴趣看着这一幕 原本他还以为神血开启异能 说不定是随机的 如果真是如此的话 李晨也没办法了 能让自己家人觉醒 高阶异能自然是好事 眼下看起来 似乎因为李清竹 和李云天和李晨有血缘关系 神血对于他们的反应 很是激烈 李晨的天目甚至能看到 李清竹和李云天的体内 隐隐也有一股 宛若神命灵的东西 只是太小太小了 金色纹路来得快去得也快 李清竹两人金色眼瞳 也迅速恢复正常 随后 李晨就已经在两人 甚至感受到灵气波动了 异能者 李清竹 李云天 当前异能 S级天籁之音 S级英灵殿 天目给出提示 李晨迅速解释 这两个异能 具体什么特殊效果 S级天籁之音 歌唱者 歌声能让自以 以及友军战力 提升20% 痛感削减20% S级英灵殿 可召唤死去战友的亡灵 突破到极限 也许能召唤传说当中的人物 嗯 一个辅助 一个召唤师 李晨给出总结 结果系统的提示 还没有结束 恭喜李云天和李清竹 成为您的信徒 当前信仰值 4% 嗯 李晨对这样的结果有些意外 难道借助我的血脉 开启异能的人 都是如此吗 还是因为 小姑和爷 与我有血缘关系 李晨眼下还不确定 只有等到时候 帮别人开启异能的时候 才知道了 这 这就是异能觉醒者吗 李清竹和李云天两人 都有些失态 眼下灵气复苏时代 没有人不想成为觉醒者的 强大的力量 意味着可以避免很多麻烦和灾难 李清竹的手里 出现一个话筒 S级天籁之音 似乎完美契合了李清竹之前的职业 华国明星都这样 歌唱火了 就去演戏 演戏的火了 就要跑去唱歌 别管专业不专业 主打一个跨界 然后演戏的和唱歌的 都要去做综艺 李清竹唱歌自然可以的 只是因为颜值太出众 所以去了演艺圈 李云天手里 则是出现一个旗帜 看起来像是魂帆之类的东西 他轻轻晃了晃 一个灵体 居然凭空出现在房间当中 李云天愣愣看着眼前的灵体 惊讶发现 竟然是自已过去曾经死去的战友 这 这 李云天伸出手 似乎要与战友的英灵触碰 却发现 直接穿过了对方 老班长 没想到还能看见你 英灵战友依然保持着年轻的模样 似乎是因为被李云天召唤的原因 他一眼就知道 眼前的老人 是过去的老班长 潘子 真的是你潘子 李云天老泪纵横 作为参与曾经对战樱花国的的老军人 年轻的时候 看过无数战友死去 也许在无数个夜深人静的时候 李云天也会在黑暗当中睁开眼 伸出手指头 一个个掰数着曾经的战友 军人的重逢 没有太多煽情的话 李云天和这位英灵 只是互相行了个军礼 这样的场面 是让人震撼的 这是生与死的重逢 李晨默默退出房间 他再次凝聚出一滴鲜血 将这滴血猪放在一颗糖果上 然后笑咪咪给客厅当中正 和小黑打闹的李云朵拿了过去 小黑啊 你是黑猫警长吗 李云朵竟然给小黑穿上了一身小衣服 身穿八笔娃娃粉色套装的 小黑生无可恋 五六岁的小孩 本来就是狗都嫌弃的年纪 小黑 你不是会说话吗 我之前看过大锅的直播呀 你明明都对直播间观众说话的呀 为什么你现在不说话呢 李云朵拿起一个个粉色贴纸 白皙胖胖的小手 一个个贴在小黑身上 小黑看到李晨过来 赶紧从沙发上站起 主人你可算来了 你这妹妹太热情了 要是让其他猫知道 我穿成这样 我黑老大的名声可就不保了呀 哇 你真的会说话 李云朵开心大叫 李云朵顿时感觉灵气复苏的时代 太好玩了 连猫猫都会说话了 李晨递过去一颗糖 云朵 吃了它 好 李云朵乖乖把糖吃下去 过了不到两分半 一股灵气波动 也迅速出现在李云朵身上 只是没有之前李清竹那般金色的纹路 这也难怪 这小女娃不算是李晨的亲妹妹 没有血缘关系 似乎没有办法享受神命灵的加成 不过李云朵还是很快觉醒了异能 异能者 李云朵 异能 A级玉兽 李云朵 双手涌现白色的柔和灵光 其中蕴含着能驯服灵兽的力量 看起来 这不是难攻问雅吗 摸谁谁傻的那个 李晨惊叹 更让他意外的是 李云朵身边更是迅速出现一头半生的灵兽 一个黑白色小猪仔 哼哼唧唧出现在李云朵身下 然后拖着李云朵到处转圈 把李云朵吓得哇哇大哭 猪妹 是你妈猪妹 李晨看着哈哈大笑 哎呀 李云朵从小猪仔身上赶紧正脱下来 然后跑到李晨身后躲着 小猪是李云朵召唤的灵兽 自然哼哼唧唧朝李云朵跟了过来 李晨用天幕扫视一眼 王级灵兽 混沌猪 混沌界的稀有灵兽 血脉天赋可成长至七阶风亡境 这小猪仔竟然和王女暮色一个卫尖 李晨嘖嘖称奇 灵兽和诡异种族是标准的被血统论生物 天生比人类强大 但是自身的成长极限也是固定的 它们没有功法 身体就能自行吸收灵气或鬼力 只要活得久 就能自然成长到血脉天赋的极限 黑猫警长 快抓它 李云朵抱起小黑兰在身前 让人惊讶的是 这小猪仔碰到黑猫后 竟然真的不动啊 反而是猪鼻子抽动 一双智慧的眼神上下打亮着小黑 李晨笑着摸了摸李云朵的脑瓜子 云朵 这是你的灵兽 李晨拿住李云朵的小手 放在小猪仔头上 后者果然发现 这小猪对自己极其服从 李云朵终于不再害怕 熟悉了之后 反而尝试骑在对方身上 真的不咬我 好神奇的小猪 论变脸 李云朵 猪突猛进 冲呀 李云朵骑着小猪仔 在偌大的客厅当中横冲直撞 李晨这时注意到 这亡极血脉的混沌猪 竟然不会说话 可是 李晨转头看了一眼身旁的小黑 这黑猫 明明是地球上的产物 来历比起天目介绍的混沌猪 噱头小了很多呀 可是小黑居然会说话 而且 李晨用天目检视对方的时候 发现小黑并没有具体的血脉天赋 只是有介绍 这是灵猫 这黑猫 只怕不简单 小黑已经算作李晨的信徒 他就没有继续深问对方了 如今李云朵也开启异能 李晨的信仰值 已经提升到了5%的加成 如果每个 被李晨血液开启异能的人 都会变成李晨的信徒的话 那么到时间 光金海誓 就有几千万的加成了 李晨站起身来 他朝皇后驱13号药房而去 现在觉醒者药剂实验成功 就等血灵族的重卵了 李晨迅速飞去 摇光镜真是质变 实力大幅增强的同时 具备飞行能力也是不错的 对了 我之前那个 玉空的灵技 对我似乎毫无作用了 不若我把它上传到协会资料库 本来系统抽取到的 灵技 玉空 就是让李晨在二阶洞明镜的时候 拥有第三镜摇光的飞行能力的 只是李晨实力突破速度太快 这玉空的灵技 这么快 就用不上了 索性修罗剑和 新火剑法 都是足够李晨 用到七阶风亡镜的 李晨选择把 灵技 玉空 上传协会官方资料库 不是没有理由 因为之前提纯剂的灵精 被李晨气息沾染之后 赵天明等人吸收过后 斩杀诡异的鬼力 并不会消散在天地 被神尊拿走 反而是出现在李晨体内 那么 以此类推 李晨在想 是不是自己的东西 只要别人使用 都能有类似的效果 李晨用手机开启协会资料库 将 灵技 玉空 上传进去 这资料库绝大部分资讯来源 都是神明代理人 资讯包括诡异种族介绍 基本修行法 异能等级介绍 基本灵器使用技巧 也不知道 神尊是没有基础修行的东西 还是觉得 随便拿出点 凑合足够了 资料库当中 基础修行的功法很少 大部分专员 都是用的通用修行法 兵炼诀 类似于军队当中的军体权 这样的大陆货色 用系统的评价 简直就是狗都不要的那种 除了苏敬离修行的前世 无双法 其他专员们 吸纳宁炼的灵器 都是博杂不精 反正够大就行 基础修行法都是如此 更不用说什么特殊技巧了 苏敬离计划每周训练他们 不是没有理由 他就算重生一个人 也记不得那么多战斗法门和秘籍 只能下死功夫苦练了 因此 当李晨上传 欲空的时候 协会内部的聊天群 立刻炸了 赵天帝 赵天明 华世人 这是你的战绩吗 代媚专业护 于南 这是大神给我们开的小挂 小开不算开 跟着大神 比其他协会 分不强多了 也不知道是不是成为 李晨信徒的原因 于南说话间 有义无一般 有着恭维李晨的意思 袁空 死 这灵技 居然让我们在 没有突破遥光就可以飞 我看这灵技 就和高人队长一样高 小吴 有多高 袁空 大概三四层楼那么高吧 直行部部长苏敬离 老公 你哪来的灵技 协会演武场上 正在训练赵天明等人的苏敬离人 傻眼了 前几天 李晨搞出灵器提春机 也就罢了 现在 还有灵技上传 到底谁是众生者 他做的都是我想做的呀 苏敬离看着手机喃喃自语 后勤部部长李晨 简的 这讯息发出来 金海市协会的执行专员们 都愣愣的 李晨哈哈大笑一声 迅速飞到十三号药房 王志杰果然还在里面穿着衣服 给别人开药 见到李晨进来 王志杰吓了一哆嗦 赶紧把里面的客人大发走 然后笑容满面地看向李晨 王女殿下 小的不知道你来了 有失远迎 千万不要怪罪我 李晨饶有兴趣 看着这家伙 王女暮色的灵体 已经被李晨调出 血灵王族的气息出现 对于同类 就是降维打击 你屁股怎么了 李晨好奇问道 王志杰说话的时候 一直翘着屁股 似乎受伤了 那什么 王志杰脸色尴尬 没什么 爱德华将军 因为小的犯错 责罚了小的一下 李晨若有所思 根据王女暮色的记忆 血将军爱德华 确实有些特殊性癖 他默默为这位 血灵族打工人哀悼 只怕爱德华 不只是责罚一下 怕是上百下了 王女殿下 小的把您说的 全都通报上去了 最近都没有开展 实验重乱 李晨满意点头 很好 现在带我去基地 啊 殿下您现在 要去基地做什么 王志杰下意识问道 但是 他很快反应过来 给了自以一嘴巴子 小的该死 小的现在 就带您过去 王志杰连忙收拾好药房 关上卷帘门后 带李晨 往基地传送的阵法而去 李晨慢悠悠 跟着王志杰走着 他忽然问道 你觉得人类的生活怎么样 王志杰想了想 很累 但是 算了 小的不说了 无妨 你继续说便是 我不会怪你 王志杰终于有了胆子 小的觉得 人类的生活很辛苦 但是好歹有些尊严 王志杰说话间 眼神闪躲 因为王女暮色 在族内出了名的 嚣张跋扈 根本不把同类放在眼里 说在血灵族生活 没有尊严 这纸丧骂怀 不要太明显 但是不说 违抗暮色命令 只会死得更快 王志杰心想自已 刚受菊花刑 这才几天啊 就要快进到砍头了吗 结果 出乎他预料的是 李晨只是点头 随即问了一句 你觉得 我们血灵族和人类 能不能一起共存 王志杰眼神惊骇 他转头看向李晨 一时间 怀疑自己怕是 被爱德华玩到精神失常了 一向以血脉傲视 其他诡异种族的王女暮色 竟然说 要和人类一起共存 人类在诡异种族的眼里 不是实物吗 王志杰仔细想了想 他觉得 王女殿下说的 也许是和魔女族一样的 就是增加近视前的趣味性 听说魔女族最喜欢和人类 玩恋爱游戏 恋爱遇到渣男渣女 就可以心安理得吃了对方 如果遇到纯爱战士 魔女族甚至会真的考虑 和对方长久相处 王志杰这么一想 赶紧附和李晨 王女殿下说什么就是什么 李晨不再继续这个话题 他知道王志杰这种 被血灵高层威严恐吓的家伙 是没什么探讨价值的 他方才说出 只是自以一个大胆猜想 谁说一定要斩杀 诡异种族呢 如果能将敌人变成朋友 或者为自以所用 那么自然没有敌人了 而且 如此一来 那神尊散工重修 就是白费功夫 诡异种族 若是能和人类共存 比如血灵族 天生控制血液能力 远超人类科技的力量 那什么白血变 血栓之类的 岂不是轻易驱除 不过这想法 李晨觉得 还是太朝前了 眼下 还是拿到血虫卵要紧